海宫大红袍全传,第一部李春芳,第一张海夫人和玩画笛,人生南北多奇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王昭父母,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贵险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雾,灼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泻之何处? 这几句笔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成父母之精血,禀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 人为万物之灵,自当作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 虽不能流方百事,中正刚常,使人至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土也。 然君子之流心,是欲远,而人心欲尽,小人之遗臭,是虽尽,而人心欲远之,唯恐其烧尽也。 君子观之,能不惊然而惧乎? 我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得间,岳省穷南有海旋者,自欲衡,是居穷之木贤乡,离穷山县,置不过树里。 欲衡取妙事,乃同县妙林生之魅也。 谋事生于师叔之家,似得三从,事所忍兮。 自是海门以来,夫妻何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红之陪梦光也。 欲衡屡事不忠,虽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语,行善乐诗而已。 又过数年,欲衡已是四十三岁,西下屋。 夫人妙事,没以为忧,成劝丈夫丽妾,以广子嗣。 玉衡正色道,我与你素行善事,旷海事祖宗皆读如书,力行阴德,尽我量不至绝似,孤待之。 谋事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 然妾今年四十,天鬼将之,但欲之念以挥,不复望弄张,弄瓦矣。 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事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 玉衡孝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离也。 但今之事,人心交迫,寻礼者少,备礼者多。 但见人家妻妾满事,妒忌纷然。 何者? 为丈夫者不偏爱,本欲取乐而反憎恼恼,我不忍见之。 使玄命过游子,夫人黏上壮剑,岂不能遇子夜。 玄如何绝寺,即使姬妾罗裂,亦不过图事酒色而已,何亦之有。 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兼职,也不再说。 此后夫妇更加相爱。 欲恒力行善事,家虽不封,而慷慨永任。 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 于是又过三年,妙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 一日,天呼大雨,雷电交加,阴云四起,暴雨奔腾。 欲恒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上而下,恶貌争鸣,浑身矛偏,金光夺目,奔向欲恒书案之下,疏忽不见。 欲恒之事怪异毕竭,乃任其躲藏,凡以身杖以书案。 少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欲恒身上射来。 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欲恒身旁遍灭。 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一息。 欲恒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 此时天气负量,雨指雷收。 只见那怪兽从暗下出来,向着欲恒坐,叩手之状。 欲恒明知其故,乃赤之趣。 那雷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 欲恒成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 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数怪弹,隐而不言。 未及半月,夫人竟然鬼水不治。 初时有以为年老当旨,三五月间,不觉腹中荣然已,此祭方之妙是怀孕。 欲恒大喜,对谋侍道,天必善人,今日信佛。 妙氏义孝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致,妾介有赖矣。 欲恒道,凡人好善,天必幼之。 旷夫人真书贤德,悠闲晚静,不才亦全全好善,赶搁上天,连于海事,带赐礼而已。 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眠。 海公欲早顾了如母,吻婆,在家伺候。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轻衣,手持金结,向前依约,奉玉帝赤,赐你义子,你其善事之。 选有人拥疑怪兽人。 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赤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 吃金结者笑道,你那里知道,此乃无止山之治兽也,兴之而喜淡猛虎,威若鸟,在山修炼七百余年,蜀当遭解,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 君乃善人,神鬼所亲,故雷火不敢进军,即回复玉旨,此受殷君的免其解。 然上天有志,凡羽毛苦修,性未训善,不遭雷解,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行,后归正果。 金上帝连你行善有功,故特赐予你为之。 日后光大海是门户者,成此子也。 说必,将纳授推到内堂去了。 呼听地劈雷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难科一梦。 呼见丫鬟来报,夫人铲下一位小相公。 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 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旗,包裹停荡。 玉衡持足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 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鬟们小心服事。 三朝喜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 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世俱足,虽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 正是,有子万世俗,无官义身轻。 海公无事,以而为乐,或到明山盛境去游玩,也觉悠悠。 时光已过,又是几年。 海瑞已经七岁,虽在海提之中,性质孝有,更兼资职聪明,耿直无私。 每与灵儿共有,饮食之物,必要共同分食。 若有多取者,锐必立志。 玉衡教他读书,过目则能成颂。 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 无书不读,诗词歌赋,迷友不通。 世年玉衡疑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 瑞痛腹身亡,未能尽子道,亦欲结卢于目测,少展孝思。 夫人劝祖曰,你虽兴致孝顺,但你年纪幼稚,焦外无尽,堂有不测,我何赖言? 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 瑞文母欲遂止,在家守志。 夫人便昼夜令她诵读,虽下数不措。 位己浮满,瑞年已十三。 或有劝瑞英童子侍者,瑞对曰, 我年尚佑,经史未通,若出应事,必被人笑,徒废笔墨。 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灌了,然后去也未为耻。 夫人文瑞在外达有之言,思喜曰, 此而不误金服,日后必有识学。 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言如诗地一般。 瑞幸作好菊,不喜屈成。 常有品菊诗悦,绕离一二废平章,五色迷离满镜香。 晚节启荣分上下,棚门毕竟欲低昂。 范村浦定名多物,立水空船种最凉。 欲向淡中寻更淡,并丝愁落满头霜。 半局诗云,柴门众闻日悠悠,愿向闲花稳握有。 俗谷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毒探忧。 性情淡处长相对,静冷相中过此秋。 莫见封仙界必知,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师雅旦,知瑞他日晚节独间, 必为一代忠臣者常未知约。 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就有何意在? 芮曰,而苦读书,非不欲进取。 但念母亲年届喜剧,而恐一旦成名, 就要远离西夏,故此人引,不欲为母亲忧也。 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险亲, 其余我死后你方进取耶。 麻烈虽丰,明经七尺,我亦不得亲见也。 芮闻母怒,贵而未知,谢罪不迭,夫人怒使少兮。 芮从此毅历诗书,以图进取。 此年学月暗林,芮便出应事,果多琴香。 夫人喜曰,你得一金,我死明目矣。 三孝同乡诸有劝同富省,以夺秋葵。 芮每一母在家,无人侍奉终日,不欲行。 即至其母,听了芮打友之言,遂免之曰, 你每一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相礼左右。 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挂念。 芮剑母如此吩咐,不敢有为,遂打点行礼, 晦其诸有望着海昌而去。 到了雷州,舍州登岸赶路。 一夜,月明风清,芮在旅店里睡不着, 藕不圆中。 时宜三更向后,店中诸客聚已熟睡。 仰望兴斗满天,万来俱寂。 呼闻有人说道, 昨夜前村张家寄鬼, 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 天天又碰着这位海韶宝在此。 土地也好没来由, 却要派我们在此伺候, 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 好不叫人奋气呢。 一人道,你莫怨他, 他乃是一方之主, 你我都是受他管的, 怎么不听使令? 这是应该的, 不必多说。 恐怕这老儿听见了, 又要责罚呢。 一人道, 怕什么? 此老太不公道, 但是有得奉承他的, 便由人去横行滋扰, 若是我等穷鬼, 他便专以此劳苦的事来派着呢。 一人道, 你且说他怎地不公平呢? 那人道, 即此张家一事, 就可见其不公义。 张家的女儿, 昨阴上幕拜扫, 遇了这个王小三, 在路上撞见了。 其他孤儿寡妇, 随就跟了回去, 做起碎来。 他家毫不惊慌, 不知被他弄了饮食。 那日, 张寡妇到此老儿除祷告, 求他驱除。 这老儿出师慎怒, 立刻拘了王小三道庙, 说什么要打, 要罚他。 后来王小三慌了, 急忙应许了些金箔。 这老儿便喜欢到极楚, 不但不责罚他, 反助纣为虐, 任他肆扰呢。 一人道, 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赦饮食, 他便安安稳稳地前去寿领, 却前我们在此伺候这海烧宝呢。 一人道, 怪不得你说他。 海瑞听得明白, 才知是鬼在此议论, 暗喜自己有了烧宝的身份, 不觉咳嗽一声。 疏而既然, 海瑞一回房中安息, 自私土地亦受鬼会, 心中大怒。 至天明起来, 梳洗了, 朱友便要启程。 海瑞道, 且慢着。 今日有一骑士, 带我弄来你们看看。 朱友不解其故, 快问道, 荒郊野店, 有什么骑士? 不如莫管闲事, 赶路要紧呢。 海瑞道, 列位有所不知。 这里有一张家, 她是个寡妇, 有一女儿, 被野鬼王小三作祟, 大所祭祀。 本方土地, 凡与鬼通通绕脚, 你到齐吗? 朱友问道, 你怎地知道? 海瑞便将夜闻鬼言背戏告知, 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 朱友听了, 各个惊异, 况且都是少年, 未免好事, 个人都怂恿海瑞, 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 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 哪里是土地庙, 并张家的住址。 用了早饭, 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 正是, 正气能屈美, 无私可服神。 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张, 张寡妇朝旭筹安。 三生时尚就因缘, 平生诸陈白载间。 信是嫦娥先有意, 广含以赠以之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 因前叶文德众鬼说那土地不公, 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 图其祭祀饮食的话, 遂盲用早膳, 携着朱友, 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 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 高布满三尺, 阔材二尺, 上宿神像。 为是香烟冷落, 庙内的株丝张满。 有一张齿鱼高的桌案, 沉积寸许。 众人见了, 不觉大笑约, 如此荒凉冷落, 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 不然, 实在都没有一炷香呢。 海瑞听了, 不胜大怒, 便指着那神像骂道, 何物邪神, 胆敢平铃作祟, 肆虐村民。 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剖个是非。 为神者, 正直聪明, 为民捍卫殃难, 赏善罚恶, 恕不愧享受万民香烟。 何乃不寻天理, 只顾贪婪。 既不能为民造福, 倒也罢了, 怎么去与野鬼串通, 媚人归秀, 走失杨沙, 百般怪碎, 虎下妇女, 所诈楚伯济时。 此上天所不容, 人神所共犯。 我海瑞生平中正挟指, 无业扪心, 对天无愧, 修建这等野鬼邪神。 虽以手指着, 赫生, 还不服罪。 说上未必, 那泥塑的神像, 一声响亮, 竟自爹江下来, 打得个粉碎。 众人见了, 哈哈大笑。 内中一人道, 虽然土地不合, 到底是个神像, 金海兄如此冒毒, 故神怒示警, 竟将本身显胜。 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 海瑞听了怒道, 你们亦是这般糊涂, 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 反来左坛。 真是岂有此理。 众人看见海瑞作色, 乃道, 海兄正直无私, 及此鬼神, 亦当亲伏。 如今既已视辱于神, 这就算了事。 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 看是怎的。 海瑞道, 如此才是正理呢。 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 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 话分两头,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 张家村离大陆不远, 村中二百余家, 都是姓张的。 那被磨的女子, 就是张寡妇的女儿, 年方一十六岁, 名幻公花, 生得如花似玉, 知书十里, 又兼孝顺。 其父名张芝, 曾举笑脸, 出世做过一任同判, 后来因为倭寇作乱, 死于军前。 夫人温氏, 携着这位小姐, 从十岁首节至今。 是因三月清明, 母女上山扫墓。 其料中途遇上这野鬼王小三, 弃他孤寡, 跟随道家, 欲求祭祀。 是叶公花睡在床中, 呼见一人, 批发吐舌, 向他所拾。 公花吓得魂不附体, 大喊起来。 那野鬼即便作祟, 弄得公花浑身发热, 头目韵花, 口中乱骂乱笑, 唬得温夫人不知所措。 请一诊至, 聚言无病, 细为遂所亲。 夫人慌了, 想到, 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 细细仿之, 使之路旁有一土地庙宇。 想到, 山野坟墓之鬼, 必为土地所侠。 便拒疏到土地庙中祷告, 求神驱逐。 记得回家, 谁知公花欲加狂暴, 口中乱骂道, 何物温氏, 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吗? 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 只因你们旧日再任时, 曾向天许过心愿, 至今未愁。 玉帝最怒的是七狂鬼神, 故此特拆我来索取。 你若好好的设计就罢, 否则力取你等之命, 去见玉帝呢? 温夫人听了, 自私往实, 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心愿。 女儿年幼, 是不必说的, 就是老爷在日, 忠之居心, 爱民若子, 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 且平日, 不喜求神许愿的, 怎么说有这个旧愿? 自古道,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是小事, 就祭祀与他, 亦不费的什么大钱财, 只要女儿病育, 就是了。 乃向宫花道, 既是我家曾经许愿, 年身日久, 一旦忘了, 故劳尊神降临。 今知最旧, 急则即日, 前据记仪仇还。 扶起尊神释放小女原神附体, 则是何家顶住于无记忆? 只见宫花点头应道, 你们既知最利也罢。 后日皇道良辰, 致晚可惧除强品物, 还愿罢了。 温氏唯为答应, 至妻, 急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 到了点烛的时候, 前程败祭一番, 只见那宫花便做喜悦色, 说道, 虽道俱祭, 只是太薄欠了, 可再具丰盛的来。 明日三更, 我吉父只去也。 温氏又只得应承, 这一夜, 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 夫人正要吩咐家人, 再去备办祭品, 只见宫花双眉紧皱, 十分惊慌的模样, 在床上敦服不安, 口中喃喃, 不知何语。 夫人正在惊疑之际, 只见家人来说道, 外面有一位秀才, 自称海瑞, 能驱邪竹妹。 路过于此, 只我家小姐中了邪魔, 如今要来收邀呢。 夫人听了, 半信半疑, 只得令家人请进。 稍请, 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 一起来到大厅, 两旁坐下。 温夫人出来见了众人, 见过了礼, 便问道, 哪一位是海秀才呢? 众人便指着海瑞道, 这位便是。 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 只见她年纪最轻, 心中有几分不信, 便问道, 海相公有什么妙术, 能驱邪魅? 何以知道, 小女这岁。 请道奇祥。 海瑞道, 因昨夜旅店听的, 有几个鬼, 私自在那里, 讲本方土地, 放纵野鬼, 作祟所记的话, 故此前来驱逐妖魅。 温夫人听了好声惊异, 心中却也欢喜, 说道, 小女躺的海相公屈膜, 病得痊愈, 不敢有望大德。 便吩咐家人备酒, 海瑞极止之约, 不必费心破钞, 我们原事唯一点好意而来, 非徒饮食者也。 再三推让, 温夫人道, 列位休闲减慢, 老身不过薄惧三杯佳酿, 少壮列位威气而已。 海瑞见她如此真诚, 便说道, 继蒙夫人赐饮, 自古道, 恭敬不如从命, 只得溃灵了。 但是不必过费, 我们才得安心。 温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 就在大厅上坐下, 邻居的唐叔张元前来相陪。 海瑞等在厅上欢饮, 温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 只见公花比前夜大不相同, 却丝毫十一般。 见了夫人进来, 便以手指着踏下的一个大瓦罐, 赋一两手坐轨入罐内的形状。 夫人已解其意, 及时出道厅上, 对众人说之。 海瑞便道, 是了, 这是个邪鬼, 知道我们前来, 无处躲避, 故此藏入罐内。 可将罐口封了, 还怕她走到哪里去? 众人齐声道, 有礼。 于是, 夫人引导到来绣房, 小姐回避入障。 海瑞便问, 罐在何处? 夫人令士币去拿, 只见士币再三夺不起来, 说道, 好奇怪, 这是个空罐, 怎么这样沉重? 海瑞道, 你且走开, 带我去拿。 便走进榻前, 扶着身子, 一手拿得起来, 并不见沉重, 笑道, 莫非走了吗? 众人说道, 不是不是, 他既走得去, 早就走了, 又何必入罐? 自古道, 诡计多端, 故此轻飘飘的, 想哄我们是真的。 海瑞道, 且不管他, 只是疯了就是。 最令人取过笔墨, 先用施泥疯的罐口, 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 海瑞亲自用笔写这几个字, 永远封禁, 不得付出。 海瑞笔亲疯, 写壁, 令人将冠拿了出去, 在山脚下埋了。 温夫人一如所交, 千恩万谢, 张元便让众人付出听钱饮酒。 夫人便思问公花道, 世间你见什么来? 小姐道, 世间只见那批发的恶鬼, 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道, 怎怎么海瑞宝来了? 左顾右盼, 似无处藏躲之状。 忽然欢喜, 望榻下的罐子, 将身子摇了几摇, 竟缩小了, 钻在罐内。 孩儿就精神爽快了。 孤子母亲进来, 不敢大声说出, 恐怕她走了, 又来作祟。 世间哪位是海少宝? 她有何法术, 鬼敬怕她呢? 夫人听了, 心中大喜, 她乃是一个秀才, 鬼敬称她为少宝, 想必此人日后大贵。 存私女儿的命是她救活的, 无可为报, 不如就将公花许配了她为妻。 我膝下有了这样的伴子, 尽可避此余生了。 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炎芳之拟的病原, 故此特来相救的话说了一遍。 公花听了叹道, 如此好人, 世上难得, 况有兼有少宝入命。 不知她父母几多年纪, 才得这个儿子呢? 夫人道, 我儿姓名, 都亏相公救活, 无可为报, 我抑郁将你许配这海恩人为妻。 我家得了这样女婿, 一族一靠, 光咬门驴。 二则你身有所靠, 不枉你的财貌。 你心下如何, 可否应允? 公花听了, 不觉仗红了脸, 低头不语。 夫人知她心允, 便这人请了张元进来, 戏将己意告知, 并请张元说和。 张元道, 此事虽好, 为是别府人事, 侄女嫁了她家去, 未免要远渡重阳, 甚是不便, 如何是好。 夫人道, 女儿已心允了, 便是我一主已定了。 樊叔叔一说, 就感激不尽了。 张元听说, 便欣然应诺, 走到前边, 对着海瑞谢了收鬼之恩, 然后对着众人说之夫人要将公花许配海瑞之意。 海瑞起立谢道, 岂有此理, 小姐乃是千金之体, 小生何敢养攀? 况小生是为好意, 仗义而来, 今一旦坦赴东床, 怎免外人物意? 这绝是不得的。 樊老先生, 善为我此可也。 说吧, 便欲起身告辞。 张元道, 海兄且少去一刻, 老朽父有话说。 海瑞只得副作下, 便又问道, 老先生有何见教? 张元道, 相公年纪, 恰与摄侄女差不上下, 况又未曾定亲。 金摄侄女既蒙救命之恩, 天高地厚, 家嫂无可仇报的, 要将侄女许配, 一烧尽仇谢之心。 二者乃是终身大事, 又不费海兄一丝半现的聘礼, 何故见据如此? 想必像公贤我们寒威, 故低昂不和, 是以确据是真呢? 海瑞听说, 盲达道, 岂敢? 区区之事, 莫足颜恩。 瑞乃一介贫如, 家居遥远, 赶累千金之体业。 故不敢望攀, 实非见弃, 为其老先生量之。 张元父又再三央肯。 众人见了, 也替张元代说道, 海兄何必拘职至此? 夫人既有此意, 理当顺从才是呢? 海瑞道, 非地不肯, 但是婚姻大事, 自有高堂主张, 非我可主之也, 故不敢自专。 唐蒙夫人不弃, 又道张老先生 遵遵教育, 敢不尽从。 但是未曾秉命高堂, 不敢自主, 以憎不孝之罪。 上荣归禀, 徐徐商议可也。 张元听了这话, 指他兼之不从, 只得尽内对夫人说之。 夫人笑道, 叔叔可问他们, 现于何处, 殿明什么, 我自有妙计, 包管叫他应允旧事。 张元乃出来陪着众人, 问道, 列位经刻遇何处? 众人道, 现在张小乙殿中赞塑叶, 明早急遇启程, 因有尊府之事, 故而迟言, 宁日定必启程。 说完, 海瑞决意告辞, 张元只得相送出门, 吕称感谢。 海瑞称谢, 与众人回殿中去了, 正是, 因缘本是前生定, 五百年前结下来。 毕竟海瑞后来能否与张氏公花成亲,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章喜忠, 却凭反悲失落, 却说, 海瑞与众人回到旅殿, 诸有皆言, 这头亲事应该允诺才是, 如此美缘, 怎能失之交臂。 海瑞笑而不言, 暂且暗下不表。 再说, 那温夫人见海瑞兼之不肯, 虽用一计, 折唐叔张元问明海瑞住址, 便令人请了族中一位申金道来, 求他做法。 这身金明姓张国毕, 乃是晋氏, 曾任过太平府之府, 以极告修还乡。 他与张元是个九富淑职, 为人正直多彩, 素为相近仰望, 远近皆坐下用茶。 夫人道, 今日特请贤侄到来, 非为别事, 要与你妹子说装亲事, 非贤侄不可, 忘物推却。 国毕道, 妹子的病现在尚未痊愈, 如何便说亲事? 夫人笑道, 却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 所以利要说亲呢。 国毕听了愕然道, 怎么说妹子的病一旦好了? 却要请教, 夫人虽将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 并将野鬼称海瑞为少宝之言, 以及要将女儿许配 与他怎奈不肯之故, 详细说之。 国毕道, 怎么竟有这些歧视? 我倒要会一会这位相公。 夫人道, 只因这海秀才未曾禀过父母, 故不敢应运。 我想, 他是个实礼的人, 必中名望, 故换贤之待说, 比必云矣。 国毕道, 甚好, 但不知住哪里了。 夫人道, 就是前面张小乙殿中。 国毕便即告辞, 回到家中, 关带而来到张小乙殿中。 施以将目, 急令小乙进去通报。 小乙领命, 走到客房, 正见海瑞与那几个同邦的在那里用饭。 小乙便上前叫道, 海相公, 外面有人拜候你呢? 海瑞道, 什么人? 姓甚名谁? 与我相识的吗? 小乙道, 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大神金, 张国毕大老爷, 他说是特意前来拜访尊驾。 海瑞满腹疑虑, 自存素无一面之交, 何以突然而来? 且去见了便知。 随同小乙出来, 就在大跪旁见了, 彼此失礼作下。 国毕道, 素养山豆, 今日得失经研, 书未比怀, 兴慎, 兴慎。 海瑞道, 学生不才, 辟居海鱼, 尚未识经, 赶请伐月。 国毕道, 不敢。 在下姓张明国毕便是, 嫁上昨日相救的女子, 正是舍妹。 海瑞听了, 方才醒悟, 便道, 原来是张老先生 光匠, 有何见欲? 国毕道, 特为舍妹而来。 世蒙先生收邀, 比舍妹之病一旦痊愈。 家审瞻恩寄身, 无以为报, 故愿将舍妹 侍奉金制, 少报厚安。 何其先生俱气如此, 使家审有愧于衷, 故令不才区域面肯。 躺不以地为比, 妄刺于云, 则地不胜养即矣。 海瑞道, 后学偶尔经过贵境, 忽闻鬼语, 故知另昧着摩原尾, 无非因鬼主鬼, 有何得处, 敢忘报业。 世蒙夫人, 曾碗张元先生带说过了, 后学只因未禀母命, 不敢自砖, 非敢见雀也。 为老先生亮之, 国毕道, 先生之言, 足见孝道, 但是有从权, 君子答辩, 金家神所阴阴仰望着足下也。 足下既有整溺之心, 又何必郡居若此? 躺得一言之定, 则胜千金之曰矣。 海瑞见他说的有理, 不好再去, 只好勉强硬道, 既蒙老先生遵遵见教, 后学从命就是。 但要代妇场后, 归禀加辞, 放可行聘。 国毕说, 这个自然, 总须足下一言为定。 遂告辞归家, 告之夫人。 温夫人大喜, 以为女儿终身得人, 恭花闻之一喜。 母女二人, 私下没住, 望其早日成名, 以遂心愿。 暂且暗下。 再说, 海瑞送了国毕出门, 询问店主人, 方知国毕是个尽士, 曾认黄唐。 即回房对珠有说之, 众人莫不为他欢喜。 次日, 海瑞便与众人上路, 回头留下一简, 教育张小矣, 若国毕来此, 就说是我为这长期破尽, 故而匆匆就导, 不获慈谢, 总赐厂后相会就是。 叮咛而去, 便与众人起身, 往高州一路而来。 积餐可饮, 一时余日, 才到省城。 海瑞初次官场, 矿间又未曾到过省城的, 落下了客域, 便到街上去游玩。 所有海状, 广孝坡, 山西蝉, 白云普箭, 珠般盛景, 无补变蓝。 一连走了七八天, 正欲天气大热。 此时七月时候, 三浮江收, 秋风乍起。 海瑞走了回来, 身子是滚热的, 洗了一个冷水澡, 不觉冒了些暑。 到了晚上, 竟病僵起来, 浑身火热。 请一诊室, 接言伤暑, 不觉日假沉重起来。 心念功名, 又恐悟了长期, 心中愈加烦闷。 卧病在床, 日复一日, 直至八月初旬, 游自烟烟浮枕, 不能步履。 海瑞此记, 自知疾难痊愈, 进取之意已挥。 朱友纷纷打点入场, 海瑞眼巴巴地看着, 心中好生难过。 又过了十余日, 长期已过, 他们聚已回遇, 听后发榜。 有一位自以为必受的, 谁知发榜只中得一名副榜。 乃是文昌县人, 姓刘明引斌。 海瑞时此病见欲, 遂挟诸友勉强下船回家。 一路无聊, 十复皆探, 自愿命运不济, 功名无分。 乃坐落地是一手, 聊已自浅。 诸友见了, 未到, 海兄大财, 故大气晚成, 何必欺欺。 海瑞道, 列位有所不知, 非帝免且甘露。 帝在家奉此母之命, 尊尊勉力。 今一旦名落孙山, 将何以报老人? 故耳欺欺也。 诸友闻之, 无不叹其唇笑。 一日到了雷州, 海瑞想起张国弼之约, 西曾严定, 今虽功名不就, 岂可失信于人。 岁与诸友分路, 望张家孙而来, 赴到小乙殿中住下。 张小乙便向着海瑞作贺道, 海相公必是高中了, 一景而归, 可喜可贺。 海瑞听了, 默然良久, 叹道, 名落孙山, 惭愧, 惭愧。 小乙道, 怎么相公如此高才反落地了? 这是何故? 海瑞便将再省患病, 不能入场的事, 背习说致。 小乙笑道, 这是相公之气韵味道尔, 且自欢心成了亲事, 再回去罢。 海瑞道, 做亲这却不能, 只是我曾与张老爷有约, 故此特来拜访。 樊贵主人代为相传一声, 说我在殿等候一会, 即便启程。 小乙硬落出来, 便到张府报道, 海象公回来了, 只因再省患病, 不能入场, 空走一遭。 如今回来了, 特命我来相请大老爷 至殿中一会, 即便启程的。 国毕听了笑道, 何令人之不偶也。 遂及与小乙来到殿中, 见了海瑞, 劝慰道, 大气晚成, 文兴未险, 足下不必介意, 只是徒劳拔舍尔。 海瑞自觉十分汉言, 乃道, 不财无学, 即是不受, 只以家祠有命, 不得不随众官长也。 西蒙老先生之约, 顾后学不敢有负, 于道特来见约, 福望善言拜上令审, 荣睿归与家祠商议, 迟日报命。 国毕道, 盟君一言, 胜如金诺, 不必多赘, 但君心欲, 须当保重。 躺盟不弃, 少留时日, 烧尽兵主之情若和。 海瑞道, 后学本你明日即行, 金蒙老先生后裔, 少住一天, 明日道夫请安。 二人又谈了些阳城的新闻, 然后相别。 国毕再三叮咛而去。 再说那温夫人, 正在盼望着海瑞成名的捷报, 呼见国毕来说, 海瑞回来了, 因病不曾进场, 已到这里, 特来见我, 便要明日启程回家。 亲事一向, 要禀过母命, 然后回复。 小侄再三挽留住了, 故此特来说之。 温夫人听了, 心中闷闷不乐, 说道, 功名二字, 道也平常。 只是你妹子终身大事要紧, 只恐回去后便抛撇了, 这便如何是好。 贤侄要想个妙策出来, 物要成了亲事, 放免福意呢。 国毕听了, 想了一想到, 如今我却有一计, 明日先将妹子抬到我家去, 预备下洞房。 小侄再请她到家饮酒, 将酒灌醉了, 送她入董房。 过了一宵, 这就乾坤定乙。 不知沈娘意下如何, 温夫人听了大喜道, 此祭甚妙, 一祭而行旧事。 即樊贤侄回家备办, 明日清晨, 送你妹子过来便了。 国毕一允, 及时回家收拾房子, 备办严习不提, 温夫人便对女儿说之, 恭花允诺。 夫人大喜, 便及时预备, 不多赘。 再说, 海瑞本遇见了国毕即便登城, 谁知见国毕情甚殷勤, 故此无奈住了。 此日清晨, 国毕就着家人来至殿中, 见了海瑞, 遂拿出帖子说道, 家爷请相公五间小酌。 海瑞看了帖, 急对来人说道, 承你家老爷宠召, 下午急去尊府。 原帖搅回, 凡为善言, 说不敢领当。 家人应诺回去。 海瑞即便整官数代, 呼催帖又道, 海瑞遂随着张辅来人而去。 到了张辅门守, 只见一座高大门楼, 上有金字匾额, 横中献第三字。 随有家人开门, 只见国毕衣冠而出, 迎接到大厅上座。 海瑞道, 后学成老先生见诏, 老夫人处, 理应请安, 福旺指引, 带后学叩见。 国毕道, 岂敢? 卓经年老多病, 常卧床入, 不敢劳先生跪步。 随有家丁献上乡名, 茶坝赋让到书房里来。 海瑞进内, 果见名创竞机, 四壁秦书是一个优雅所在。 海瑞道, 老先生真是轩昂, 官此幽居, 足见风采矣。 国毕又签了一回, 家人摆上酒窑, 就是国谢, 海瑞对着, 殷勤奉劝。 海瑞本量浅, 三杯之后, 便决鸣鼎。 国毕是个有意的, 在三项劝, 建议大斗奉敬。 此期海瑞, 亦有八分罪意, 欲待不饮, 怎奈国毕在三央肯敬劝? 一则是主人美意, 二来是个长者, 却不过了, 只得强引一斗, 亦有十二分罪意。 须于之间, 竟觉头目韵花, 身不由己, 坐不安息。 一阵酒涌上来, 就按捺不住, 当着眼上殴土狼藉, 人事不小, 浮在意上。 国毕知他醉了, 便进内对温夫人说之此事。 温夫人已将女儿 宫花小姐送在新房内, 国毕大喜。 急患是必扶完海瑞入房, 到床上安歇, 反扣着房门而出。 这才是一阵寒郸干醉梦, 三生时尚强灾脸。 毕竟他二人能否成其亲是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章图携冤枕乎感居丧, 却说重丫鬟将海瑞送进房中, 反扣双飞而去。 那宫花小姐躲入床后, 只闻鼻息呼呼, 心中不胜忐忑。 直至三更, 海瑞方才醒来。 开幕只见灯烛辉煌, 身卧于沙障之内, 紧轻脚枕, 粉溺之箱, 便坐在床上冥想道, 世间是与张太守共饮, 何以得志此地? 看此情形, 乃是幽归身格, 幸喜是我一人在此演戏, 堂有女眷在此, 则我何以自鸣? 正在冥想之际, 呼闻床后轻轻咳嗽。 海瑞听得, 不胜毛骨悚然, 指道有鬼, 乃正色道, 何物鬼魅, 敢在我跟前舞弄? 曾不知收尽妖魅之事业, 只听得娇声婉转达道, 君是猜之, 人也鬼也。 海瑞道, 我已正直居心, 不论是人是鬼, 阴阳总属易礼, 但我今日为张太守赵尹, 偶尔在此, 并非有意入人归内者, 既非鬼物, 可及初见。 公花小姐, 自私终身大事要解, 我已奉母命坠衣为续, 即是名正言顺的夫妇, 怎不可见她? 遂走出床后, 冉冉而来。 到了灯下, 手执屏障而说道, 相公不必惊疑, 妾实非鬼物, 乃是张姓之女, 温夫人及我母也。 息妾身被邪魔, 多猛相公驱逐, 彼妾并退深谙。 加此以相公深恩难报, 顾欲使妾氏君鸡肘, 婉家疏远, 家兄国毕说哈。 盟君见诺, 不弃细流, 悦以怀皇期后定情。 今长期已过, 相公因并未得官场, 此所谓得事有数, 功名不以迟早为数, 君和愿对如是, 其达事所为业。 今希望奉母命, 侍奉君子。 其望原谅, 无以怪物见斥, 则性甚矣。 海瑞听了, 方才醒悟, 方知世间国毕再三抢饮, 皆因为此。 遂政色道, 小姐请坐, 上容扑打。 不才一介如生, 毫无知识, 谬蒙令唐大人, 不以含威渐气, 愿将小姐因配村鱼, 实难当对。 故小生屡屡坚词, 称以一介贫如, 不敢勒小姐也。 带国毕先生寻强直科, 小生施不容辞, 故免应抬命。 今者名落孙山, 见人美为汉颜, 诚不欲见夫人者。 然午夜门心, 岂容施约。 故不必嫌疑, 特为遇到败业张太守, 是御明定后约, 即当归禀命于母亲, 以遂此三生之愿。 不于张公设警, 献锐于此。 小姐且请便, 自古男女瘦瘦不侵, 性无自弃。 小姐听她如此推却, 似有不纳之意, 因说道, 妻妃文君, 红服等辈。 原今西凤辞命于君花竹的, 君和出此言, 使妾无所以靠也。 海瑞笑道, 小姐之言诧异。 我与花蓉素为亲至, 西者偶尔之事, 何须贫贱持家? 虽令唐语有成言, 然终身大事, 若非宗庙告绩, 洞房花竹, 莫能成何。 唯小姐私之, 无岛非礼也。 宫花听了, 知她是一个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的人, 乃道, 君雇君子, 但今夕与君同事, 就如同床一般。 明日如何迟论, 此时其所无以自解也, 唯君私之。 海瑞听了这一句话, 自私比弊, 欲我与他成亲, 以权此事。 我若不肯成亲, 是傅比之心, 与夫人之德也。 邝章是妻属, 明日无不知者。 今夜果然兵御自信, 明日诸眷属其肯信也。 邝章是寄奉母命于归, 今时笔空手洞房, 独对花竹, 与礼于情似甚不合。 虽将身配的一只椰子雕花的墨盒 除了下来, 放在桌上, 只为宫花道, 小姐之心不才早已忍习义, 但小生肃性耿直, 醉脑淫逸。 今夕之事, 非小姐之故, 亦非海瑞之错, 乃令堂之心一也, 与你我何语? 但不才善体人情, 洞悉事态, 今有些微之物, 敬奉庄台, 躺蒙不弃。 其次收下, 宫花道, 盟君不弃, 会赠祭物, 妾当神习宝藏, 以为定聘可也。 于是大声叫门, 十一五更, 丫鬟们听得, 急急到房, 将门开了。 小姐随到温夫人房中, 说之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温夫人笑道, 真君子也。 为己天明, 夫人便吩咐家人, 先背下酒言, 急请国毕进内说道, 海瑞真乃成实君子, 即坐怀不乱至柳下慧, 成名道再生, 亦不过如此, 书令人敬仰。 今请你来, 可与他定定行聘日期可也。 国毕阴诺, 便来到房中。 只见海瑞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看见国毕进来, 便急起身迎接道, 先生显息献我于不义也。 国毕道, 洞房花烛, 人生最乐之事, 何说献君? 于是, 二人携手出了房门, 来至中堂。 温夫人早已坐候。 海瑞见了, 便走上前见礼, 碎口称夫人。 夫人正色道, 君和备义若此。 昨夜小女方是君子, 今早便忘却也。 岳母二字, 起义令知乎。 海瑞听了, 只得陪着笑脸, 改口道, 岳母大人请端坐, 容小婿拜见, 便拜将下去。 夫人急忙亲手挽住道, 不用大礼, 指此救事。 此时海瑞既称了婿, 就要行起子婿之礼来。 国碧一语对拜了几拜, 妹夫, 大酒相衬。 夫人上座, 海瑞居于客位, 国碧主席相陪。 须与, 丫鬟, 家蒲等, 聚上来叩见新姑爷, 并与夫人贺喜。 夫人大喜, 个个有赏。 海瑞道, 小婿因患病未得官场, 致父岳母之望, 殊增惭愧。 今有蒙岳母, 未以不才见弃, 屈以周全, 使小婿感激不尽, 殊不自安。 夫人道, 功名得师, 自有定数, 何须介意。 小女既蒙旧活, 今既是君子, 贤婿归家, 即当禀明令堂, 早来娶去。 我非以聘物为妄也。 海瑞拜谢道, 小婿一介贫如, 养刀岳母大人格外垂青, 今即归礼, 禀明家词。 随传高宴就是, 温夫人便吩咐家人摆酒, 家人们领命, 须之间, 息一百气。 海瑞便要拔斩, 夫人不肯, 就令家人摆下, 如杭家人礼一般。 三人劝仇之间, 倍极欢恰。 习中又说了些亲切的话, 海瑞成绩告约, 小婿离家, 直至余姿, 屈指三月, 家辞不免以虞妄妾, 小婿明日便要拜辞。 温夫人道, 令堂亲念, 贤婿念亲, 两般都是美事。 明日即当送贤婿回府, 海瑞急袭拜谢, 静欢而散。 夫人仍留海瑞素于洞房, 宫花小姐却只闷闷而作, 海瑞秉竹带旦而已。 到了天明, 海瑞即便出房, 见了夫人, 一番言语深陷。 随即令人到小乙殿中, 取出行礼, 望着夫人拜了四拜。 夫人再三叮咛, 自不必说, 并请了国毕前来带送一程。 海瑞那肯当此, 出了张府的大门, 便要分昧。 国毕是必要送, 海瑞无奈, 只得与国毕携手同行了几礼。 海瑞说道, 小弟就此败别, 不老远送了。 国毕道, 我顾知宋君千礼, 终当一别, 但情不能以, 殊殊恋恋。 帝有笔句奉赠, 虽然不成张句, 无奈略斩微尘尔。 因口战一律, 依依不舍。 海瑞亦有留恋之意, 谢道, 刀成尊就厚义并毁家章, 足正其爱。 不才敢不以, 狗尾絮叼咽咽, 一口战一律, 以为仇打之意。 国毕道, 据予清心, 用一身唇, 不施诗人之指。 魅障成冥冥之姿也。 海瑞称谢不已, 相宇珍重道别, 向穷男一路进发。 不几日, 以抵家门。 海瑞见了妙夫人, 倒身下败, 自称, 孩儿不孝, 为着窝脚须鸣, 遂至远离西夏, 有缺甘质。 又因出道省员, 水土不服, 于七月初旬, 忽然燃起病来, 睡卧床上四十余日, 不能步履。 眼看诸有进场, 毫不暗现。 急放往后, 使觉健康, 当觉十分不得已。 无奈, 急欲买粥而回。 却怪二叔歪缠, 直至此即方回, 书却成婚之礼。 性望母亲见缘, 树孩儿不孝之罪于万一。 夫人道, 功名迟早, 自有一定之术, 此却不必介意。 启奉藤娇, 自有时候不得强征。 你且宽心, 奋至精使就是。 海瑞唯唯而退。 回自书房之内, 自私张家之事, 故不敢说, 然亦不敢隐晦, 左难右难, 无计可施, 只得对那书状说之原委, 令其向夫人说之。 夫人听了儿子不费半文, 又得美妇, 遂唤海瑞细究其详。 海瑞不敢隐晦, 即已在旅店布月, 如何得知张家女被鬼魅的事, 悖喜说之。 夫人道, 比女若和, 而曾见过佛。 海瑞又将那夜已酒灌醉, 送入洞房的事, 尽情识说。 夫人撕洗儿子成谱, 便许远了。 吩咐家人, 到街坊上择日及妻, 备携各项礼物, 前往行聘。 只因路途遥远, 迎亲及妻, 约在本年腊月十五迎娶。 温夫人念着女婿清贫, 况且路远, 便如所请, 重赏来人回去。 家人们归到海家, 被言新庆家之德, 毫不欢喜。 便是夫人, 亦喜欢过望。 未免将旧歇, 收拾一间新府房屋, 造几套新郎的衣服。 不觉又是十二月初旬, 急妻逼近。 夫人欲早央晚了进房的祖老, 前往迎亲。 这里温夫人欲先备了妆帘, 极其丰盛, 致妻将女儿打发出阁。 并令妥当的媳妇, 丫鬟, 陪送过海。 恰好十五日晨时, 采于道门。 海瑞此时, 方与公花小姐成亲, 夫妇相敬如宾, 邻里嘖嘖探险。 况且张氏为人性最孝顺, 事姑过于孝母。 妙夫人见她如此孝顺, 心中欢喜, 是张氏圣如亲女, 姑息何恰, 真足称也。 为己, 妙夫人一病不起, 百计千方, 调止不欲。 张氏与海瑞亲室汤药, 医不解代, 备及坚信。 何其天年有限, 大树难逃, 至此年正月底, 妙夫人竟呜呼哀哉了。 海瑞此计, 痛不欲生, 尽挨尽礼, 七七休斋, 剑脚超度, 把那有限的家资, 拾去八九。 过了百日, 把妙夫人的灵舅送上山去, 与父亲合迎, 葬碧, 居家手里。 幸赖张氏勤俭, 凡是经理得已, 所以海瑞得以稍辖, 闭门读书, 终日埋头, 足不履外, 砖后浮雀进去。 正是, 养成羽翼冲天汗, 飞入秋霄道月宫, 毕竟二人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章, 严嵩相树魅君, 却说海瑞丧母, 信赖张氏维持家世, 海瑞守志在家, 奋至京史, 暂且暗下不表。 再说, 那正德皇帝自阶位以来, 天下成平。 地性好色, 丹于安逸, 选民间女子万人, 以充公业。 只是无子, 不以为忧。 其实帝正在昏迷之际, 虽有三五大臣吉剑, 劝其早见楚四, 帝旨不听。 为己, 帝有吉, 皇后大孔, 每对帝延及国楚之事。 帝约, 方金诸王正盛, 虎视丹丹于保卫。 朕若见晋派之子剑楚, 恐起诸王之信, 故未有定义。 今朕并已, 楚四故已早见。 微轻言, 朕竟妄之矣。 于是, 宣文华殿大学士朱琛, 进宫秘义。 这朱琛, 一是宗室亲臣, 原是太祖狄派, 为人终止耿戒, 故抵慎信之。 金宣进龙踏之前, 平退内侍, 问道, 寡人心有隐忧, 轻能知否? 朱琛俯伏奏道, 陛下之隐忧, 臣妾料之。 帝约, 轻事朕醉酒, 必知朕义, 轻事言之。 朱琛道, 臣妾料陛下以皇嗣为律, 不知有当圣义否? 帝道, 真知朕心者也。 赤令平身, 尽他问话。 朱琛谢了圣恩, 立于龙踏之策。 帝约, 朕登久无以来, 曾未见后宫弹玉。 今年老病沉重, 承念皇爷之艰难, 遇见楚四已成大统, 不知宗室中谁最贤德, 可堪入四镇宫, 事举为镇严之。 朱琛道, 陛下御立晋派, 则在诸王之中立其最长者。 若御立贤能人锐者, 则仿查外藩, 若有此等贤能, 宣入朝来, 陛下面训, 已成大统, 则天下幸甚矣。 帝约, 朕见诸王之中子弟辈, 各界安逸惯习, 不知智道。 若以知主, 则天下生灵不胜其苦矣。 且诸王之中, 美怀虎视之心, 若立义人, 与者则各相谋为不轨, 立起争端, 不特不能安天下, 成设计, 是足以滋外患而轻踪妙矣。 故与仿查外藩而入戒, 清历世年久, 访叹必息, 堂有贤能看少大统, 为朕言之。 朱称道, 臣夕奉命御章时, 曾见信阳王之一孙朱某某, 贤能连见, 李贤下世。 今现为吉州别嫁, 所在大拙人生, 百姓已知如父母。 陛下成能诏入, 以少大统, 则天下幸甚矣。 帝便问别嫁朱某某为谁。 朱称奏道, 文皇帝朝建有五夫亲王, 巨猛分封翻阵, 为平国家。 信阳王乃文皇帝之从帝, 分封于广信。 今朱某某乃信阳王之七世孙也。 信阳王传师觉, 故朱某某已因生受吉州别嫁。 信阳在御章, 常与朱某某寄吉大事, 无一不知, 所言是多其中。 性且连见, 不是奢侈, 好交集名流, 是以知其能统天下者。 不知陛下圣意如何? 帝约, 如今所言, 足当入四大统, 即可赵之入朝。 便欲发赵王宣。 朱称奏曰, 陛下要赵朱某某, 若以赵赵之, 世宿其祸。 帝问, 何故? 称曰, 金朱王日恒单单于宝卫, 恨不得陛下历时宾天, 好征大宝。 金恩赵一出, 满朝无不知之。 唐有都记者, 或遣亡命妖杀于路, 此计如何是好? 事欲贵之, 返献之也。 有失陛下大事, 此绝不宜发赵迎入名义。 帝听了陈吟半赏, 乃道, 轻言不错, 然则如何万全? 为朕言之。 陈曰, 以陈于见, 不若以反问之计行之, 可保无余。 帝问, 何计? 陈曰, 陛下令发提起, 将他所拿回京。 众人不解何故, 皆恐波及。 在这一人与他随行, 如此则可保其来京矣。 福望陛下瑞彩。 帝点头称善, 记忆已定, 朱称谢恩。 此日, 帝传指, 这庭位发提起三十名, 兵部拆官持火票一旨, 立即到江西索拿吉州, 别嫁朱某某到京问话。 亲封紫金锁链九条, 然后一并前往。 原来皇家纷繁的, 相有规矩, 凡是皇上宗室亲派, 不问所犯何事, 理应拿问者, 皆从大内发出紫金锁链, 然后提起方敢拿人。 此计兵部拆官奉了金锁, 领着提起, 一路望着江南大陆而来, 暂且不表。 再说, 那吉州别嫁朱某某, 出生时红光满世, 异乡荆树日不散。 吉常, 幼生的面如关玉, 纯若屠珠, 龙眉凤目, 两耳垂间, 两手过膝, 真乃龙凤之姿, 天日之表。 自幼便有大智, 为人智孝, 以赋因得今之。 朱某某自为立志民, 民爱之如父母, 在这吉州一十六载, 随三尺之铜, 无不喜他。 当下正在公堂议事, 呼报朝廷提起岔志。 朱某某听的, 不知何故, 不觉失色, 只得出营。 那拆官到了堂上, 口宣皇帝圣誉, 朱某某急忙俯复在地。 拆官高声道, 亲奉圣旨, 所拿罪官朱某某进京问话, 不得激言。 说必, 就有提起将朱某某衣冠包下, 取出紫金链, 将朱某某锁了, 不容分说, 竟自封拥出了鼠门而去, 望着大路进发。 将印信交于该府, 令人为蜀。 此计朱某某魂不附体, 又不知所犯何事, 只是暗中自存, 满腹精矣。 燃继所拿, 只得由他们所为, 遂一路上望着江南进发。 那些拆官提起知道他本事宗室, 是以格外殉情。 自在公牙上了锁之后, 一路都是拥护而行, 并不把那囚车与他坐, 这个是官官相互留情之处。 锁过地方, 首土之园一来迎送, 皆因个人知他为人好处, 事已由此。 朱某某信赖, 他们留情, 在路上倒不绝十分凄处, 暂且暗下。 却说江西广信府分一线, 由一人姓颜名松, 家住城内, 年纪三十余岁, 父母双亡, 家资有限。 这颜松又喜交由, 挥金如土, 不几载就弄得上无片瓦, 下无力追之地, 流落江湖, 无可滋生, 乃以侧与相面为生, 昔日在江西一带地方混过日子。 此人胸中略有财血, 且口才蛇变大有过忍者, 所以在江湖上很可以混得过去。 这日, 恰好严松正出门做生计, 将不鹏撑起, 摆在路上打尖闹热之处, 好去趁钱。 谁知这日就是兵部的差官, 领着提起押解朱某某起身。 事已将武, 一行人到了打尖之处, 各街下马落殿, 用点心饮酒, 止击解渴。 严松正坐在棚子内, 一眼看见了朱某某, 不觉悚然起敬, 自思, 此是一个大贵人的相格, 何以如此? 遂随入殿内来, 只见朱某某红光满面, 紫气冲销, 暗思此人不是等贤富贵, 乃是九五贵格。 观此气色, 早晚就是一个帝王的, 如何反在雷泻之中? 甚数不解。 心中此时自恨无有可入, 况是个放官, 不敢上前说话。 乃在桌子对面坐下, 换人取酒过来, 饮下三杯, 乃杨坐醉壮, 朗声笑道, 人人说我是个神仙, 怎么并无一人之我, 前来问问修旧? 朱某某听了, 忽然触动隐情, 便对朱问道, 先生会阴阳吗? 言松道, 相面第一, 命理挂理, 了如指掌。 朱某某道, 在下正有一件心事, 带问修旧, 先生肯见教否。 言高笑道, 不用尊驾开口, 便知心事。 朱某某道, 你是说来, 如果灵应, 厚谢先生。 言松道, 亦不用说出, 只我写在纸上, 勿要合着你的心事, 才算呢。 众人听了, 都要是他的灵验, 其声合口道, 好, 好, 好。 如果灵验, 我们大家都要问问修旧。 松道, 没有纸笔, 如何写的? 其实殿小二在旁说道, 有, 有, 随三脚两步, 把纸笔取了来。 言松取纸在手, 占保了笔, 写了几句, 君忽忧中我更乐, 雷谢罪加飞罪过。 十年明目欢太平, 一日冲宵归凤阁。 悠悠悠, 乐乐乐, 一盼金人我不觉, 此会降云龙剑角。 写壁, 又在旁写了几行小字, 其掠云, 若问修旧, 今日却见紫气冲天, 面有红光, 逢凶化吉。 虽有惊恐, 日后大安。 地语朱某某手上, 朱某某接了来看, 不禁大笑道, 是了, 是了。 于是, 众人也要睁看, 朱某某将纸递了出来。 众人看了, 帮道, 灵验。 内中拆官, 看他灵验, 也向严嵩求问前程。 嵩向他面上看了几下, 说道, 好好好, 得观走。 乃执笔写了几句道, 县君高尔有福伦, 即日当朝一品尘。 客下深层与日并, 今宵也要半龙孙。 写必, 地语拆官看了, 不绝惊得呆了。 自私此人如此灵验, 莫非是个神仙前来点画, 我们不成。 遂与朱某某来到楼上, 写了严嵩, 细细问他修旧。 嵩道, 相貌乃是一定之格, 不能强说得的。 若要知其人如何心事, 则以礼机窥知, 无不吻合。 朱某某道, 先生, 你可知我是个什么人? 松道, 只要尊驾写上一个字来, 我便知道。 朱某某便随口说了一个问字。 松想了一想, 说道, 再请尊驾亲手写一个字来, 合策便知。 使朱某某手拿鞭杆, 急向地上一画。 松连忙跪下说, 小巷是有目无珠, 浮望万岁恕罪。 朱某某极旨之约, 我乃犯官, 如今被拿进京的, 怎么说我是万岁? 这就是不厌了。 松道, 你说不厌, 带我劫于你听, 请言问字者, 以手按着左边是这个君, 右以手按着右边仍是个君字。 左看是君, 右看还是君。 土上加一就是一个王字, 岂不是君王吗? 事已知之, 朱某某大笑道, 先生错结已。 岁闻道, 今我被拘至此, 此去京城, 可能生还否? 松江一直写了篇言语, 地语纳朱某某观看。 朱某某接来展开细读一遍, 不觉满面喜色。 那拆官不知其故, 便接过手来仔细看去, 见了不觉吐舌。 正是因此几句话, 欢喜上眉间。 毕竟这言松写的是什么言语,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章, 海瑞正言福道, 却说严松取旨笔写了一篇言语, 地语朱某某看了。 那拆官便上前接来细看, 纸件上写道, 降官跪向, 双眉八彩, 两耳垂间。 书云, 而主家业, 眉全运情。 而伦后朱, 主成大业, 更喜阔高贤朗, 比应设计。 书又云, 摇眉八彩, 此古帝王之贵相, 主运气旺, 而统八方之贵。 官此二者, 足官大贵之有在。 其于龙行虎步, 双手过膝, 一主天日之照。 今即天庭略暗, 故稍有雷泻之精。 更喜紫气, 晖于天堂, 早晚即登九五。 据石祥官, 其味自爱。 那差官看了, 不觉吃了一惊, 道, 先生之言, 无乃太过业。 言松道, 亦非在下荒唐, 实乃一书而说。 在下博观群书, 所有奇门遁甲, 封建诸书, 无不变懒。 为封建之书, 独得其傲。 故感自信, 实非大言欺人。 朱某某听了, 半信半疑地笑道, 此去若能保得生命足矣, 焉感过望。 倘如君言, 他日感不厚仇。 言松曰, 在下悦人多矣, 从未有如君者。 此去若不应大保, 在下当去此双目。 那差官道, 诚如君言, 则某一己光荣矣。 言松道, 大丈夫欲真明主, 而不倾心待之, 交笔失去, 成为可审。 金将军眉间喜气正望, 早晚必为总捆。 如不灵验, 愿以守己相赌如何。 那差官道, 诚如君言, 他日感望贤劫。 赶请问法院。 松道, 在下分一线人士, 姓严明松, 曾读诗书。 只因屡事不受, 遂无意功名。 后因家中多事, 家业飘零, 无奈流落江湖, 与此行当, 言之书为汉颜。 朱某某听了道, 阁下极具此大财, 何不在理就业? 躺他日得志, 正可与国家作用, 岂可自弃也。 言松道, 在下亦非不欲读书进取, 只为家贫, 营火告罚, 不得已戳业的。 朱某某叹道, 贫乏困人, 真是大难为绩。 遂患从人, 在行礼中取了五十两银子相送与他, 并叮咛道, 先生持此, 即可改业。 躺一朝得志, 自有用处。 言松叩谢, 十一日暮, 不能前进, 朱某某就吩咐在这殿中赞助下, 明日再行。 那拆官应莫, 吩咐将牲口为了, 行礼搬到殿内。 事业, 朱某某特留言松作伴, 与其畅论大计, 言语中俏。 朱某某大喜道, 躺不才果如君言, 当曲先生总理政务。 言松听了, 即便叩头谢恩。 再说, 那拆官姓张明智博, 现为兵部武库司之职, 原是个武进士出身。 金凤差, 来提朱某某, 见言松之言, 十分信而无疑。 又见他说是, 早晚当为总捆, 心中大喜, 便加以奉承。 故此, 朱某某说声如何, 他就领尊, 反家屈奉。 当下张志博对朱某某面前说道, 言松之言, 量不荒唐, 但愿别嫁早应其言, 则某一刀容易。 朱某某道, 诚如其言, 将军他日功义不小。 张志博连忙叩谢, 一宵已过, 次日起行, 言松相送十礼于方回, 自此后就业复礼, 昼夜苦读, 自不必说。 再说, 张志博一行望着大路而行, 积餐可饮, 小行夜宿, 不决以底独成。 因是内妻, 不敢停留, 及时道不消岔。 该部立即入奏, 地见朱某某已到, 及时宣进宫来。 朱某某俯复踏前扣安扶罪, 地次平身, 赤令开索, 照之面前未约, 朕年老病重, 事将不起。 念先皇创业艰难, 不敢稍托非人, 故特赵清来京, 托以后世。 清体念朕义, 勿以爱民省脸为首物, 则设计自安, 朕义无憾义。 朱某某叩手奏道, 臣乃外职, 无才无德, 焉感妄居大位。 况陛下现有朱王在藩者, 不下施余人, 岂无一二贤能, 堪以继绍大同者。 臣不敢奉赵, 唯陛下亮智, 臣时不胜兴旺之智。 地月, 凡为君者, 总天下之权, 群离共戴, 须当则有德者既知, 不论亲书。 朕义已决, 轻悟在此。 不必多奏, 震慎厌闻。 朱某某不敢再奏, 只得奉赵。 地令内侍领朱某某到昭阳公调国母, 随令左丞相草禅为及赵, 以朱某某为太子, 祭少大同。 这诏书一出, 朝中文武谁敢议议。 则于本年八月初三日耕武, 帝亲已玉玺受朱某某。 朱某某拜受恩命契, 然后生殿受朱臣朝贺山湖万岁, 却不敢改建年号, 以正德上载故也。 帝文之, 遂亲书家境元年四字, 令人受朱某某。 朱某某接着, 当天祷告, 先谢了恩命, 然后将家境元年四字颁发天下, 遂遂朱某某为家境皇帝, 遂政德为太上皇帝, 遂皇后为国母皇太后。 侧妻为皇后, 掌召杨正苑。 升唐员职为文华殿大学士, 董方员为华盖殿大学士。 其余文武官员, 皆家一级。 所有正德爷行事的律例, 依依尊依, 盖不改一礼好, 所以沉迷岳父。 开张之博为部军总督督指挥, 随即发照, 颁报各省藩王。 为己, 正德病情加重, 照家境至踏前遗嘱后事。 事业三更, 崩于宫中。 家境大哭, 几次晕去复苏, 如丧考彼, 急传左右丞相入宫, 共以丧事, 发哀照, 搬行天下。 帝哀悔过度, 急已染病。 皇太后转以为忧, 施以温旨为之。 白日小祥, 帝奉正德灵就葬于敬灵, 小心侍奉太后。 太后大喜, 特赐恩旨, 令帝追尊父母为皇帝后, 帝宰三慈谢。 太后曰, 父母养子者, 原以子贵而身容, 而人子异界已报父母也。 今你尊为天子, 岂可令先父母, 默默无荣也。 你其领尊, 极举大典, 无父至义可也。 帝岁命六部九卿拟义。 六部义得太后现在, 不宜家尊太子, 已以皇帝皇后尊之。 帝允义, 岁尊父为孝昭皇帝, 尊母为孝昭皇后, 大祥后举行大典。 直省相榜, 家中七名, 中省家五名, 小省三名。 这恩旨一下, 天下各省遵行。 使海瑞一以服雀, 闻得有这个恩典, 即对妻子说之, 打点副省入场。 张氏道, 妾愿君多功名回归告墓, 少报公婆取劳之恩, 则切性甚矣。 海瑞道, 生和娘子维持佳绩, 使我无内顾之忧。 此去躺得侥幸, 即党早回, 以报娘子也。 遂约了几个朋友, 同伙前往。 海瑞此祭已收拾一切, 遂择己启程。 那乡中亲友相助的 成仪资府, 共有一百余两。 海瑞就留下五十两在家, 余者进藏于书乡之内。 次日告继了祖宗, 又到爹娘墓祭壁, 放与诸友启程。 张氏丁宁相送出城, 方才分别。 是叶海瑞与诸友 夙于殿中。 其是有偷王安, 张雄二人, 贯在殿中偷劫客人财物。 因之海瑞有盘费银两, 随随到殿中, 溢宿在这殿内。 是叶三更以后, 二人便来动手。 海瑞此计却不曾合眼, 只听房门响出, 知是有贼来到, 遂起身坐在床上, 以观其事。 烧警, 房门开了, 二人前步而入, 若听床上。 海瑞故意做呼呼鼻息之声, 见一人以手指着帐内做喜状, 宣以手指皮箱。 那人在身上取了一把钥匙, 便来开锁。 须语, 将箱内的衣服并银子拿了一空。 正待要走, 被那海瑞跳下床来, 以身闭着房门。 二人惊慌无措, 便与夺门而走。 原来海瑞虽是一个儒生, 不知身上倒甚有力量。 以手撑着两扇房门, 二人再不能搬扯地动。 二贼惊慌无地, 量难得脱, 只得将衣服银两放下, 跪在地上叩头挨肯道,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智有冒犯, 十元贫困所逼。 金望向公宽幼, 下次再不敢如此。 海瑞大笑道, 天下事尽可谋生, 何以作贼? 触犯忙张, 身名俱丧。 二军今晚幸事遇我, 倘若遇着别人, 只怕军等被拴移。 我看你二人年历上壮, 何事不可作为, 即实力拥功, 亦可滋生。 一旦甘心做贼, 我成为军等齿之。 也罢, 你等既已知悔, 我亦不苛求, 且放你去罢。 遂走到床前, 让二人出去。 二贼自私, 哪里有这等好人? 我们要问他, 一个名姓, 日后亦好报答于他。 随父走回海瑞床前, 扣了几个头谢道, 小人不和, 偷窃相公银两衣服, 被相公拿住, 以为万死不熟。 金蒙相公如此大意, 释放我等, 正所谓恩同再造, 得备二天。 小人等虽戏窃贼, 亦晓得知恩报恩的, 敢肯向公银是尊姓大名, 彼得小人等日后贤姐。 海瑞道, 我姓海明瑞, 乃穷山县人士, 现在目前乡内居住。 亦不忘你等报答, 但愿你们改邪归正, 便似报答我一般。 请问壮士高姓尊名。 那王安道, 小人姓王明安, 他名张雄, 二人都是陆林中朋友, 只因家贫, 无可谋生, 不得已而为此事。 如今蒙海相公这番恩典教训, 我们自愿改邪归正, 再不做贼了。 海瑞喜道, 你等既愿改邪归正, 但是无资可作赢上, 我当稍有相助。 随将银包解开, 每人赏他一定无两重文银, 道, 你们且拿去做个小银上, 觅个虎口之计吧。 二人看见他如此慷慨, 那里肯受, 谢了说道, 蒙海相公释放, 已自感激了, 还敢受刺吗? 银子是绝不敢受的。 如今, 小人们既不做贼, 无处安身, 情愿随海相公做个家人, 直边随邓也是好的。 不知相公肯赐收录否? 海瑞连说, 不敢, 君等皆有为之事, 岂可屈于我下。 还是拿了银子, 去找些生计糊口的事。 王安道, 小人们见了相公如此大意慷慨, 那里舍得, 必要求相公收录。 说吧, 跪在地下, 不住地叩头, 挨挨求恳。 海瑞见他们如此恳切, 乃夫祈祷, 你等际遇相随我, 但我乃是一个穷秀才, 如今要到省城复科, 只恐你们受不得这些苦楚呢。 二人祈祷, 但得相公肯赐收录, 小人等现有米饭, 还可自行预备, 不需相公忧虑。 海瑞道, 这个却不能用你的。 既然如此, 就要听我的话, 方才可以相随, 不然不敢为伴了。 二人道, 相公有甚的吩咐, 小人们无有不一的。 求相公教诲就是。 海瑞道, 一不许你等道劫他人银钱衣物, 二不许贪婪, 三不许饮酒滋事, 四不许管人闲事, 五不许赌博。 简直, 朝夕俱要在我身旁, 凡事俱要公道, 不得一毫训思。 此数者, 稍有一件不从, 我亦不敢奉屈了。 二人齐声应诺道, 相公吩咐, 怎敢妄为? 吴不领尊的。 海瑞即改张雄为海雄, 改王安为海安。 二人此后就改邪归正, 甘心服役。 此日, 海瑞便将二人之事, 对众有说之, 吴不服其大义正气, 能化偷之顽梗。 正是, 只因正气人亲服, 真完道此一生灵。 毕竟海瑞这回复考, 可能得重佛,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章间人忌讳风云, 却说海瑞收了海安, 海雄二人, 会同朱友, 渡过重阳, 望着雷州紧发, 并去探望岳母张夫人, 秉张国毕。 树载重逢, 素不尽气阔的话。 张夫人背了一席丰盛酒言, 一则与女婿接风, 二则与女婿润比, 席中北极亲情。 夫人道, 姑爷, 我看你这回面上光彩, 荆轲必定高中的。 海瑞道, 刀接岳母伏毙, 倘若侥幸博得一榜归来, 一刷仇令爱一番酸厨矣。 夫人道, 小女三从不安, 似得未闻, 性配君子, 正如奸家的以御术, 和性如智。 海瑞道, 不是这等说。 小旭家徒四壁, 另爱自道寒门, 功操警舅, 备偿艰苦, 小旭甚属过意不去。 躺刀伏毙, 此去若得榜上有名, 方不负他呢。 二人席上叙说中常, 是夜静欢而散, 就在张家下榻。 此日, 国毕又来相请过去。 久之半憨, 国毕笑道, 我老已, 恐不复见魅长, 飞腾云霄也。 海瑞未知约, 遵就不必过滤,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又岂人所能溺料。 相语痛也。 此日, 张夫人送了十两成仪, 赴昭网作剑。 国毕亦有盘费相赠。 海瑞告别, 即与朱友起身, 望着高舟进发而去。 舟车并用, 不止一日, 以抵扬城, 蜜玉驻下。 考一彩, 确幸高烈, 在御所静后主考到来。 世年乃是江南胡英为正主考, 江西彭竹梅是副主考, 二人都是两榜出身, 大有名望的。 这胡英现任太长四清, 帝慎众其为人, 故特放肆考察。 彭竹梅园是部署, 亦为帝所诉之。 二人闲了恩命, 即日就到。 八月初二日, 以敌省园, 有私营入公署。 至初六日, 一同监林提调各官入围。 初八日, 海瑞与朱友点名禁院。 三篇文艺, 朱玉琳郎, 二场经论, 三场对策, 无不切忠实弊, 大为房师探上, 古德守剑。 至揭晓日, 海瑞名字列于榜上第二十五名。 此时暴露的纷纷来报, 喜煞了海安, 海雄二人。 那些同来的朋友, 没一个中的。 世年耕五科, 穷鼠就是中了海瑞一人, 朱友接来称赫。 到了会宴之日, 海瑞随同朱年 有意巡抚衙门, 簪花谢盛, 好不闹热。 过了几日, 海瑞就要回家。 或纸之约, 兄不日就要领资入京会试。 今又远返, 岂不是单言十日? 不若莫归, 打发家人回府报喜就是。 海瑞道, 不然, 古人云, 富贵不还乡, 如衣袖夜行。 今我虽不是慎的身容, 然计较性得中, 必要亲自夜幕, 少展笑意。 况捉金在家怯望, 岂可因往返之劳, 置父母之幕不业。 捉金以门, 不能赌丈夫新贵之荣言业, 我绝不忍为此。 闻者无不敬服。 海瑞拜谢过了房师, 并会过诸童年, 给予诸友同伴回穷, 一路上好不欢喜, 所喜的有以报名于岳母, 并张国毕业。 非旨一日, 来到雷州。 海瑞便要到岳家去拜业, 恐诸友因此耽搁, 便令海安持书随诸友回家报之。 赐予海雄来到张府拜业岳母。 夫人看见女婿德中, 喜得手舞足蹈, 自不必说。 疾命家人备酒称贺。 海瑞道, 还有旧凶处, 一咬走走。 夫人听了, 叹口气道, 国毕前月死了, 至今亭丧在家, 有未出病。 海瑞听了, 不觉放声大哭道, 惜灾救凶, 痛灾救凶, 连酒都不吃, 直望着张府而来, 直至临前, 哭倒在地。 原来张公无子, 只有敌直张岁成四。 此即海瑞哭了又哭, 直至张岁来劝, 再三未止。 海瑞道, 时已赴场之日, 与公续化, 司师尊大人急剧会死, 我又以正礼为之, 不与今日果死矣。 回忆昔日之言, 真乃今日之衬也。 不料转瞬之间, 集成隔世之碑, 不见故人, 徒增双泪。 说罢又哭, 乃取笔墨钦蹄, 一律已厌制。 张岁看了, 不禁气下。 少请, 张夫人这人来请回去饮酒, 就请张元来相陪。 海瑞心切国弊, 适日九席之间, 不能尽欢。 次日, 海瑞急欲回穷。 张夫人道, 贤婿路上劳顿, 左右过社职那边, 哀悔泰国, 暂且息两天, 然后回去不迟, 老身还有话说。 海瑞道, 小婿住遍住下, 只是夫人有话, 急请见教。 夫人道, 今喜贤婿高中相魁, 即当富士春围。 但此去经年累月, 小女无人照拂。 老身抑郁接了小女回来住着, 待等贤婿高中, 再做道理。 一则贤婿心无内骨之忧, 二者小女亦有老身照管, 你倒好吗? 海瑞自私, 果是自己去了, 家中无管理之人。 夫人此话, 成为爱我哲也。 遂败谢道, 小婿屡成岳母提妾, 金性侥幸, 怎奈又以妻子带类府上, 小婿与心和安。 夫人道, 自家儿女, 说什么带来二字? 海瑞再三称谢, 住了两天, 便拜辞而去。 不一日, 已到家门。 张氏听得丈夫回来, 习不可言, 及时相迎。 入道中堂, 先与丈夫相贺, 然后对拜了四拜。 海瑞又对着张氏拜了两拜, 道, 仆若不得夫人内住, 何能用心读书, 至有今日? 张氏道, 操持警救, 乃是妾身本分, 老爷何必如此说话, 折杀妾身也。 海雄也上来参见了, 海瑞便将他二人之事, 对张氏说致。 张氏道, 改邪归正, 便是好人, 可家可上。 安, 雄二人谢了。 随有个妻友千阳丹久, 临门称赫。 海瑞足足忙了三四日, 方才清静了些。 随将岳母之意, 对妻子说致。 张氏自无不允的。 夫妻二人, 把家中各项托语亲临看守, 一同来到张家。 母女相逢, 喜不必说。 更可惜者, 张氏昔日之同伴姊妹相别数载, 今一旦归来, 人人都称她做奶奶, 其乐可知。 过了两日, 夫人便将银子一百两, 相助海瑞上京使用, 即便催促启程。 海瑞收拾了行礼, 带领海安。 海雄一路望着省城而来, 一路念着夫人恩惠不至。 到了省城, 已是十一月十号, 海瑞即便及时聚成到藩丝处, 领纳进京水饺。 谁知藩丝衙门自有漏规, 凡是新旧科举子领取进京会释路费, 必要在库科内用些银子, 方才的快。 若是没有漏规, 他们便故意严割。 海瑞那得有银子与他们使用。 所以一直后了十余日, 还不见有排悬出, 不禁焦躁。 若是银子, 倒也罢了。 为氏咨文十分紧要, 若是没有了, 便不能前去会试的。 是已十二月初旬, 海瑞心中好生着急, 又不肯使漏规, 无奈厚着纳藩丝出府, 拦于寒饼。 纳藩丝得知疏力舞弊, 方将银子发给出来, 自文申送到巡抚处, 即将舞弊疏力, 责格不提。 海瑞急急到巡抚处, 领了自文录票, 立即故传。 此时所有会试的都已去了, 欲要自顾已知, 又因盘费有限, 无奈只得搭了江西的茶叶船前去。 暂且不表。 再说那严嵩, 自从得了这五十两银子, 及时改业, 昼夜苦工师书, 已图进去。 为己, 闻得朱某某果然登了大宝, 改元佳境, 不觉惊喜欲狂, 自负道, 嵩自此只忧富贵, 不忧贫义。 世年, 学院暗邻, 即便进了学。 他本来有点小聪明, 这一回连结就中了局。 此时一举成名, 就有许多朋友资助, 竟公然请自上京。 他远吉江西, 进京又是捷径, 不一跃, 已到黄兜。 到了三月初九日投场, 严嵩在场内分外精神, 三亿俱丸, 二三场精策, 越发得意。 谁知家境自登基以来, 心念严嵩不至, 但是无有可照之。 忽悦阁省相榜, 看见严嵩名字在上, 乃喜曰, 此人今已入购。 我在豫章时, 忍惜此人才学, 今已得见, 堂此人若尽是点状元, 朕有赖矣。 十张斌在策, 亲自听闻记之。 此日钦点大总裁, 帝以牧师张斌, 即放张斌为大总裁。 斌乃吏部侍郎, 义是江西人, 已会帝义, 故自一道点名之时, 莫主点名官, 按计字号, 并知会房氏连官, 要守建严嵩的卷子。 即揭晓时, 松高高中在第九明晋市, 电视传炉, 一列高等。 道林轩对策, 帝大喜悦, 亲自状元极地, 即用为汉林修传, 剑掌国子剑, 一时宠幸无比, 暂且暗下不表。 又说海瑞一则误了日期, 二则搭的却是货船, 从长江而走, 笔及道德京城, 已是四月。 眼看不得进场, 住在那张老儿的豆腐殿中, 急欲回嫁。 海安, 海兄其道, 老爷千里万里, 经了多少跋涉, 方才来到京都。 虽则未得入场, 今日空回, 岂不费了一腔心血吗? 不如且在这里老儿殿中住下, 再肃一科, 意义不致抱恨哪。 海瑞道, 虽然住在这里肃科是极好的事, 但家中盼望, 却怎好? 海安道, 不妨。 奶奶如今, 在老夫人府中, 如今有老夫人料理, 即使十载不回, 亦不用挂心的。 况且, 童年里淳阳老爷新点了汉林, 也要在今后的散馆, 方才回去。 在省时, 与老爷最称相知的, 极有什么心水不敷, 亦渴望他资助, 决然不吝的。 海瑞听了, 自私二人之言, 也自有理, 便道, 如此且苏一科, 修书回家报之, 使他们免得挂念才好。 遂历时修了书信, 就晚了传义递回越东, 转迹穷南。 从此, 海瑞便在京宿科, 就在张老儿豆腐店中住下。 再说, 那张老儿本是南京人, 只因少年时到了京都来, 娶了一房妻子仇事。 这仇事自驾到张老儿手上, 并未生男, 数载之间产下一女。 却也古怪, 不知怎的, 当那仇事生产女儿之息, 只闻天上音乐嘹亮。 笔疾分娩之时, 只见异乡满事。 生下地来, 却是带着一个紫色包。 家一剖开时, 却是异女。 因见此意, 张老儿知此女日后避贵, 即也欢喜, 全部以生女为恨。 即至七八岁, 变生得如花似玉。 仇事略知诗书, 恰好这女儿又喜的是文字, 不去游戏, 却要母亲教她识字。 自己取了个名, 换作元春。 正是, 只因生相多奇异, 致有交房宠信恩。 毕竟那元春后来如何大跪之处,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章正是遭逢坎坷。 却说元春自幼好随着母亲学习认字。 却也古怪, 她的母亲不过略十数行而已, 围着元春, 不上两年间, 竟比她母亲多十几辈子。 却这般聪慧引物非常, 所以俨然一个女才子。 每日只管央父亲去买各项书籍, 以及各家书钞回来细看。 不数月, 竟会做起诗来。 这张老儿看她如此聪明, 心花都开了, 爱如长猪, 猪是多不敢熬她, 虽数小小生意, 加到贫穷。 然元春说要那一本书看, 她便十分委屈, 都买了来与她。 再不到这豆腐店的女儿, 竟堆了一案的书籍。 其妻仇事件老儿过爱得很, 常见到, 我们如此清贫, 有了个女儿, 指望她做些针线, 天不佳计。 怎么还顺着她混乱花费钱抄? 东一部西一本的, 买着许多书纸做什么? 我当日一时父母把我跪起, 教我读书十字, 指望我后来不知怎地待窃他。 后来嫁到个胡经历, 不五年, 我便做了广妇。 此时父母又死了, 歌嫂不情, 无奈才嫁了你。 如今只落得做一个当炉另冲的卓文君。 看来女子十字, 十个钟再没一个好命的。 今后再修交纵惯她, 还是叫她做些针线, 帮帮家用才是呢。 张老儿道, 这是她小儿女的情性, 管她责慎。 然做些针线亦是正事。 你的女儿, 你难道说不得她吗? 说过之后, 其母便屡屡指着元春不要读书做诗, 做活帮家才是。 这元春听了母亲的言语, 不敢不遵, 便日里帮着母亲做活, 夜里烧暇, 仍背地执着书卷, 不忍释手地看。 其实, 元春已是十五岁了, 海瑞在她殿中住的时节, 常常见她。 然海瑞是正气的人, 虽见了这般如花似玉的美女, 却也不大留心她。 所以元春见了她也不十分躲避。 张老儿看了海瑞这样致诚, 常道, 我儿, 这位海老爷自从到我们殿中以来, 不曾偷眼看人, 不曾说过一句无礼的话, 况且又待我们这般情义, 只如家人父子一般, 你也不必故意躲避了。 况且, 她常在这里住的, 要躲避时, 那房子又小, 怎么躲避得许多呢? 因有了这句话, 元春也就不用故意躲避了。 暂且不表。 再说, 那元春自从得性, 常在地前供奉。 地为其言侍从, 为其既是听, 一时显赫无比, 此即以为通正思了。 他在京建府地, 买壮储币, 娶了两房夫人, 又终日与张志伯在外面卖官欲绝, 广收贿赂。 他的家人颜二, 自称为颜二先生, 在颜府门下, 很得主子重用, 而颜松义以之为爪牙, 算得心腹家人。 这颜二便以着主子的权势, 在外边重力放债, 抽包小民。 这京都地方, 最新的是放官债并印子钱。 何谓印子钱呢? 譬如民间有赤贫的小户, 要做买卖, 苦无资本, 就向他们放债的借贷。 若借了一千文, 就要每日贪云若干文, 逐日还他, 总收以利加二为律。 每日收钱之时, 就盖上一个思客的小灵迹, 以为平据, 就叫做印子钱, 其利最重。 贫民因为困乏, 无处借贷, 无奈为此, 原是个不得已的事。 这颜二就干了这门生意, 终日里便去放印子债。 人家晓得, 他是颜辅得用的家人, 哪个敢赖他的? 所以愈放愈多, 得利不少。 十年京城大汉, 两米昂贵, 张老生意幼淡, 兼欠下地税, 奉官追乎, 破炉星火, 正在设法借贷。 一日, 张老儿送豆浆到盐府里来。 此刻炎二正在门房上坐着, 看见张老双眉不展, 眉情眉絮的。 阴问道, 老头子, 我见你这几天眉头紧皱, 却到底未甚是来。 张老儿见问, 叹了口气道, 布满尔先生说, 这几日竟开不得交了, 所以愁闷呢。 炎二道, 你家口有限, 靠着这老店很够资介, 怎么说开不得交? 难道观债思债, 被人催逼吗? 张老儿道, 正是为此。 近来米粮昂贵, 店里生意又甚淡薄, 所赚的都不服用。 在往时, 还有十余伙客在我们店里住, 如今竟没有, 只得一位海老爷, 又不在店中吃饭, 主仆三人自开伙的, 不过每月与我一两的房税。 如今地税又过线, 府里公差日日登门追乎, 又没处去借贷, 所以烦闷呢。 炎二笑道, 这些地税, 有甚大事, 要这样烦闷。 张老儿摇手道, 不是这般说, 我们生意人若欠了钱粮, 那府里提将去, 三日一笔, 五日一卯, 只怕这老屁股经不得挤下大毛板呢。 炎二道, 如此厉害吗? 何不像住房的先讨过些房租抵纳, 也免得受苦呢? 张老儿道, 说来好笑, 我在这都城开了二十年的客店, 不知见过了多少客人, 从没有见过这位海老爷如此签订的呢? 炎二道, 他既是个老爷, 想必是个有虔诚的, 要体面的人, 怎么这般签订? 张老儿道, 他不是有职缺的人员, 乃是广东的一个穷举子, 又没运气。 是前次进京会市的, 走得迟了, 来到京中, 已是四月, 过了长期, 又不肯空走一道, 便在我们店中住下宿客。 不独银子有限, 可怜他主仆三人, 衣服也不多得两件。 这位海老爷, 外面一件拦不道袍, 自到店来, 就不曾离了身上一日, 至今还是穿着呢。 他与汉林李老爷是个童年相亲, 每到院里去, 都是这一件衣服, 即此就可以见得。 只是他为人诚实, 再不多一句话的。 却也借连, 自到店来, 谁也不曾白吃过我们一日, 如何便向他开口呢? 言二听了, 便不觉大笑起来, 道, 这样的穷举子, 还想望中吗? 罢了, 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 直这样急迫之时, 我这里介于你几两银子, 开了这个交如何? 张老儿听得言二有银子肯借与他, 恰如坐肩逢射的一般, 满面堆下笑来, 说道, 二先生, 你老人家是个最肯行善的, 若肯相信, 挪借几两银子, 免我吃苦呢。 这是再造之恩, 利钱多少, 子母一并送还就是。 言二道, 我的银子是领了人家来的, 一要那回利息与那主的。 只是每两扣下二钱, 加三行息, 一月清除。 若是一月不能清, 常利就是。 张老儿听了, 子思八扣加三的银子, 如此重力, 是用不得的了。 只是事属然美, 舍此更无别法可以打算。 自损不过吃些亏, 一个月还了他就是, 好过明日吃棒, 终然拖欠不得的。 且顾了这眼前, 宽了一线, 再做道理。 打定了主意, 便向言二道, 这是本应的, 但得二先生肯借, 我们就顶当不起了。 不知二先生肯借我多少呢? 言二道, 你要借吗? 十两罢。 张老儿听得肯借十两, 除了几两交纳, 还剩的几两充充本钱, 一发好的很。 便道, 这就是二先生相信的很呢, 小老不知将何以报大德? 言二道, 周极知事常有, 亦不用你报答, 只要你依期交还就是。 若要银子时, 可挤写个借券来, 我就有银子给你的。 张老儿道, 小老不晓得怎么写法, 求二先生起个稿, 带我罩着写吧。 言二道, 这个使得。 便引了张老儿到房内, 自己磨磨薄笔, 写了一纸借劝稿, 自己读了一遍, 随与张老观看。 张老儿连忙接来一看, 纸件上写着, 历届劝人某, 现在某处。 今夜某生理某店, 只因急需, 无法挪戒, 蒙颜某慷慨, 带挪文思银定十两, 每两每月加息三千。 以一月为限, 一限子母交还。 如有持物过限, 另起利息, 并本计算。 金玉有平, 利券为照。 家境某年月日利借券某的笔。 张老儿看了, 却不解的后面这两句, 只倒是一月不还, 又与一月利息的意思。 随纸笔照着写了, 一字不曾增减, 画了花鸭, 副帝与颜二观看。 这颜二接了借券笑道, 果然一字不差的。 随收了券, 随在床上诊判, 取了一钉来, 交与张老手上道, 这是八两头, 除了扣头, 共算十两。 这是上族橙色的圆丝地儿, 你亲自看过。 此季天然将昏, 张老略看了一看, 便纳于怀中, 说道, 好的, 你老人家是个制成的, 那里还有为假的银子呢。 千声多谢, 万举蒙情, 出门而去, 满心欢喜, 一直望殿中而来。 诗意将晚, 只见妻子怨道, 怎么去了这半天, 可怜那府里两个公差又来呼唤, 不见你, 被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好言语还不肯走, 说是堂上十分严催得紧, 明日扫数了。 若是不纳了这项银子, 恐怕带累他们, 他们是难做情的。 这般说, 静坐着等你同去见官呢。 亏了还老爷, 并两位管家小哥, 费了多少唇舌, 方才劝了他去。 已经约了明日一早清款, 你却不知在外边做些什么, 到这个时候才回, 却不知家里了。 张老儿道, 你不必操心, 我有主意在此。 包管明日有银子, 上那就是。 不住地微笑, 只管叫去晚饭来吃。 琪琪埋怨道, 弱大年纪, 全一些不知忧虑。 四处无门可待, 还在那里说梦呢。 张老儿道, 这不是梦, 是实话。 你不信, 我把贱东西你看看。 碎在怀里拿出银子来, 放在桌上, 道, 这都是梦话吗? 七贱大喜, 也不问银所自来。 夫妻大喜, 用过夜饭, 一销无话。 此日张老起来, 要将银子到银号里交纳, 找回些来充满。 极致到了银号内, 那银号的人看了, 说声, 不好的。 把张老儿吓呆了。 正是, 只因以己中成处, 今日方之中兼谋, 毕竟张老儿怎么了, 且看下回便知。 第九章, 张老儿借财被骗。 却说张老儿听的那银号的掌柜说, 银子不好, 心中大惊, 带了半赏说道, 怎么见得是不好的? 那掌柜的道, 这明明是加签的, 外面用银子包皮, 这就是不好的, 休要抢遍。 难道我们当了这一辈子库号, 还不认得吗? 张老儿此计无以自平, 只叫得苦, 便三脚两步走出了银号, 望着严府而来, 要寻严二的晦气。 笔集道的严府, 问时, 那严二跟随严松入朝去了, 又不知几时才会。 没奈何, 只得在对面一家门手蹲着等候。 自愿不小心, 有了这项银子都不看过, 却上了人家的当。 倘若不认, 这怎么好? 又想着, 严二是个大有作为的人, 料然是被人家骗了的, 却不是故意与我的。 且看他昨日这般好心看成我, 他绝不肯不认的。 只管在那里胡猜乱想, 足足等到五十, 方才回来。 这严二随着主子马后, 早已一眼看见了他, 更阳作不曾见到, 随着主子进去了, 故意不出来。 张老是送贯豆浆的, 所以府中的人也些许相认的, 但逢出来的, 便问严二先生在里面做什么。 或许, 他如今现在上面伺候爷的饭, 饭必还要帮爷牵牙发稿, 几多事情, 哪里的空闲出来? 你要见他, 只可明日来罢。 张老儿道, 小老要将一件东西交还与他呢, 既是差事不得空, 敢凡尊驾代为交予如何。 这人道, 使不得, 他的性情是最古怪的, 我们同辈差不多都不与他交谈。 你有什么东西, 且待明日当面交予他罢。 说必, 各有事去了。 这老儿只得又在门首等了许久, 天色差不多要晚江下来, 肚中又饿, 方才走回殿中。 辅入殿门, 只听得里面几个公差的声音, 在那里大惊小怪地说道, 躲得去得不成吗? 张老儿此极无奈, 走到里面, 对那一重公差道, 不躲得, 我来了。 公差见他回来, 骂道, 真是个玩忽, 怎么走了去躲着, 这是悄悄回来。 料到我们去了, 所以走回来吃饭。 睡到天明, 一个黑枣就走了。 这个方法, 是你拖欠钱粮的伎俩。 如今, 我们却不管你有没有, 我只带你到堂上去面回关去。 便一手揪着张老儿的胸膛, 扯住便走。 张老慌了, 大叫且慢且慢, 有话慢慢商量。 他的妻女都来相劝, 公差哪里肯依, 只顾乱脱。 彼此相嚷, 却惊了海瑞也来劝。 公差道, 海老爷, 你不要管这闲事罢。 海瑞道, 列位且吸雷亭, 容我分说, 不合再认你们, 发落就是。 内中一人道, 如此且略松一松手, 量他也走不上天去。 且听海老爷有什么说。 公差听了, 才放了张老。 海瑞道, 张东家, 这是钱粮, 不是私债, 该早日打算, 亦免得有今日。 你如今且说, 有什么打算呢? 张老叹道, 列位又哪里知道, 我这样委屈。 银梁的欠想, 哪有不上紧的道理。 如昨日, 我去了这一天, 也是为着此相。 不知用了多少唇舌, 才向一家财东, 捡了八两银子。 回家指望今日去号里交纳, 谁知是家签的, 急找原主回换, 又怎晓得, 银主就偏偏有事, 不得空闲, 连面也不曾得见, 只等到这时候才回。 大抵要明日方, 能够回换呢。 樊列位在为宽限一日如何? 公差探道, 亏你几十岁的人, 说出这样孩子的话来。 你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 怎么银子都不看, 一看好歹, 就竟收了去号里上那, 这话哄谁? 张老儿道, 不是我说谎, 列位不信, 待我拿出来, 与你们观看便知。 随向腰间取了那钉甲银出来, 放在桌上。 众人看了, 直冷笑不肯相信, 反说是故意借此甲的推却。 便问道, 这银是哪里借来的? 我们却还要问你一个用假银的罪名呢? 张老儿道, 那不干我事, 现在原主在呢? 公差道, 你说银主是谁? 张老儿道, 不是别人, 就是新通正严甫的家人, 严二先生, 介于我的。 公差听了探道, 这就怪不得你说了, 你好端端的, 却向这人借贷。 这严二本是扬州人士, 做了办事的光棍, 在这北京城里, 做过了多少次数的犯案, 也不知几回的了。 后来打听了严府权势, 他便投在严府冲作家奴, 他并不姓严, 本换礼三件。 严二这两个字, 是主人改的呢? 如今你上了当, 也不用到那里去换了。 若是换时, 他绝不肯认的。 还说是主人赏他的银子, 你白赖他, 历时回了主人, 将个铁, 送你到兵马厮去, 还要吃他二十大板, 一面大家呢。 我们目见过数次的, 你这晦气的, 休想去换, 只得快些打算完那吧。 张老听了这一番言说, 不觉紧皱双眉, 舌头伸出唇外, 半上缩不进去, 叹道, 我真要死也。 说吧, 哭讲起来。 七女闻之, 亦不禁气下。 海瑞在旁叹道, 哪有这样的人, 这便如何是好? 张老儿到了此季, 夫妻两口面面相去, 呆呆地立着, 形如木偶一般, 公差们又要坐位。 海瑞看见如此, 心中也觉可怜, 便相劝道, 列位不必如此, 钱粮一向是不能拖延的。 如今他又着了骗, 又无门可待, 在夏情院赞为待那, 不知要多少银子才够呢。 众人道, 即使海老爷有这番好心, 连我们的茶冬, 共是四两五钱银子就够了。 海瑞道, 如此容易得很的, 随急急回房, 取了四两五钱银子来, 替张老儿带那。 公差借了银子, 反复细看了一回, 收了, 说多成海老爷了, 俺们改日再会。 一起拱手出门而去。 张老儿看见公差去了, 便率七女到海瑞面前叩谢。 海瑞连忙扶起道, 东家不必如此, 些许小事, 何必介怀? 张老儿随, 若非老爷见连, 今日被他们拿了进去, 免不得吃那老棒呢? 但不知将什么, 报答你老人家里。 夫妻两口千恩万谢的, 自不必说。 到底张老儿心中不服, 到了次日清晨, 就到严府来等那严二。 到了早饭后, 方才得见。 严二问张老儿道, 你送豆浆来的, 这时候来此何干? 张老儿便将昨日事情告知, 便把银子交还。 那严二故意作色道, 你金却又来了, 我的银子是上人赏下来的, 怎么说是假的? 修再说了, 被人听见了, 笑个大口呢。 张老儿道, 明明是二先生的银子, 我们做买卖的人怎敢相欺? 现有某银号银匠 及公差人等可以作证。 严二大怒道, 胡说, 好丧良心的人。 你被人催破得紧,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怎么样地哀啃我, 方才借这银子于你, 把关钱还了, 剩下做了资本。 怎么还要赖你, 我是假银, 这还了得。 别个可以入你圈套, 却不想想我是什么人。 快快回去, 打算还了我爸, 否则回了我家老爷, 只怕你受不得这些苦呢。 一顿骂得张老儿哑口无言, 含着一框眼泪, 只得仍旧拿着假银钉出了严斧。 一路上毫不气怒, 走到殿内, 妻女连忙来问是怎么样了。 张老儿顿足垂胸, 指天华地地骂道, 丧心的千家奴, 竟不肯认, 还拿话来吓我呢。 原春道, 父亲过于忠厚, 一时被他骗了。 他这般居心的, 哪里还肯认账? 只算是自家导运就是。 张老儿道, 虽是这般说, 不久就是一月陷期。 倘若他来讨时, 却又作何究竟? 总要设法方好呢。 原春道, 躺比来讨时, 还请那位海老爷对他说说。 或者以理欲知, 数货免长, 意味可定。 父亲年老, 有限精神, 不必过于忧虑, 且由他去。 张老儿虽则口中应允, 心内时时幽焦, 日息烦闷, 竟然燃起病来。 原春对父亲百般宽慰, 言依服药, 只是不应。 原春依不解代, 日息侍奉。 张老儿道, 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症的, 只因忧虑所致, 如今也不用服药了。 只是恐这奸奴来催账呢。 原春道, 纵然他来讨账, 看见父亲这般卧病在床, 料意不至十分催逼。 张老儿听了不言, 心中自私, 到底是我女儿看得透彻, 及我欠她的债, 看我这个光景, 亮一见亮。 于是心中稍稍宽慰, 过了十余日, 已是一月七满。 言二看张老儿久不送豆浆来, 方知是染疾, 也不介意。 急至到七满, 亦不见张老儿来偿债, 等了两天, 就忍耐不住, 遂到店里来。 张老儿听得言二亲道, 便急忙伏病而出。 言二道, 今已满线两日, 怎么不来还银? 反要劳动, 我来侵逃吗? 张老儿道, 岂敢相劳二先生预指, 只是我近日染了病症, 不能步履, 连生意也做不得, 故此豆浆许久不曾送到府上, 二先生亮已知道。 前蒙相借的银子, 只因有事不得打算。 还望二先生宽限, 待夏月并立息子母一其凤还就是。 言二听了怒道, 怎么, 偌大年纪的人, 坐视这般糊混。 当初原说过一月清还的, 怎么又说夏月? 有这样推言? 我是对你说, 我言谋领了主人的银子出来放债, 官府借的, 不是一万, 就是八千, 至少三五千, 都是八口三分, 三月为期。 若是灵星的小意思, 就一月一清, 哪个不是这般的? 偏你这老儿, 就有这多古怪。 拿了银子, 过了两三夜, 又说是假的, 什么家前家童, 想来骗我? 信我不上你的当。 如今却又说患病, 不能做生意, 要推下月, 利息又不予一毫半私。 难道借了人家的银子, 推说有病, 可以不用还的吗? 张老儿茫茫谢道, 不是这样说。 只因小老是个做经济的人, 若是闲住了手, 便歇住了口, 连三餐也不付给, 哪里还有银子来还? 二先生, 你这人缘是个最善心的, 不念别的, 只可怜我老病缠绵, 高抬贵手, 宽限医院, 那时就怎么样, 我一要送还的, 再不敢说推言的话。 言二道, 你当初说什么话来? 张老儿道, 果然, 初识说是医院清楚的, 食不料染病, 还望二先生原谅, 则小老感激不尽了。 言二哪里肯医, 及时乱嚷起来。 元春母女在后面听得知事情不好, 无奈走了出来, 带张老挨肯。 这言二一眼看见了元春, 不觉试了三魂, 散去七魄, 一双邪目盯在元春身上。 正是, 立心还未惜, 邪念又兴来。 毕竟言二看见了元春如此出神, 怎么说话,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章, 家人剑色生剑。 却说言二忽然一眼, 看见元春, 如此美貌, 真是碧月修花, 沉鱼落雁, 不觉神魂飞跃, 呆了半赏, 遂把怒气全消, 反怒为喜, 便道, 贤母女请起, 这不干你们的事, 我自与这老狗算账。 仇事道, 二先生, 且惜雷霆之怒, 容我母女一言。 卓夫为这钱粮摧破, 不得已向二先生告代, 得蒙救援, 以感激不浅。 其出本想如献归还, 熟料天不从人, 偏偏这老者又患起病来, 连豆腐也磨不得, 半月来坐在家, 睡在床的。 百烦须费, 点进衣衫, 这两天连吃的也没了。 心中实在为这项银子, 只是有心无力, 惊悚不安。 故于哀求恩宽一线, 其二先生在宽县一月, 必当家里奉还的。 说吧又要跪江下去。 原家住, 奴才侍主权势, 重力放债, 逼勒凶恶。 越此, 令人书堪发指。 言二用手挥令起来, 说道, 你的言语还带着三分道理。 也罢, 看在你母女面上, 暂且宽缓, 展现一月。 只是此季她又病着, 没银一智, 做不得生意, 哪里赚钱还我呢? 自古道, 为人虚到底也罢, 我这里上有几两散碎银子, 只所兴予了你罢。 可将来一智, 早日做回生意, 免得临时又要累你母女呢。 说必, 贫一目看元春。 元春被她看得慌了, 低着头走进里面去了。 仇事却不感受这项银子, 呼之不应, 又赶不上, 只得全将银子收住, 告诫老儿切勿浪费了, 又要费一番张罗。 老儿看见如此光景, 因念言二出识这般狠恶, 如今却这般好意, 真是令人猜摸不着。 只是身子困乏得很, 也管不得许多, 走到床上睡下不表。 再说仇事对元春道, 这位颜爷, 甚些古怪的气性, 岂先就如狼似虎一般, 令人不敢犯言。 不知怎的, 后来这样好说话, 又把银子相助我们, 真是令人不解。 元春道, 母亲, 我看这颜二舌头鼠眼, 大非善良之辈, 且看她世间言语行为, 可以知其大概意。 故意卖弄她的好处, 特将些银子在你我面前卖好, 却又把个天大的情分卖在我们身上, 这却是歹意。 齐居心时不再使两银子呢。 仇事道, 这也不要管她, 只是欠她的还她就是, 理她做什么。 不说仇事母女猜疑, 再说那颜二见了元春, 就满腔私欲, 恨不得登时把元春抱在怀中, 与她作乐。 只爱着她的母亲, 父亲在旁, 不敢起言, 故将计就计, 竟把一个绝大的情分 卖在她们母女身上, 故意将银买好。 一路上私目不已, 即使回来, 呆呆地在门房里坐, 连饭也不要吃了, 便走上床去。 合眼便见这美人在前, 把她的心缘一马, 拴记不住。 自私, 我于今有了个淡饭之处, 幸而弄得如此大财, 也算得人生一大快事, 只是不曾娶过妻子。 我若得这老儿的女儿为妻, 也不枉了我颜二这番经营了。 只是我的年纪老了, 她的女儿, 我看她不上十六岁, 怎肯嫁我? 我看这也是虚想的了。 一回又想到, 我将重金为聘, 两张老头子这个穷鬼, 绝不会不肯的。 一百两不肯, 我便加几倍, 不怕他不肯。 再复又回思, 我混了大半事, 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受了多少苦楚, 才有今日。 怎么为这一个女子, 便把雪花白的银子, 轻易花去? 到底是银子好? 那千令之心生了, 就把爱美的念头抛下。 谁知不一刻, 那邪念负起, 又想到, 有了银子, 没有月人的妻, 也是枉然的, 我好歹都要弄他到手, 才得我心愿了。 却不舍得银子, 便翻来覆去地, 在床上思量妙策。 忽然想起一条计策, 说道, 是了, 是了, 连忙爬起身来, 将张老的借券取来, 详细审视, 看到那一十两这个一字, 不觉拍掌笑道, 谁想我这个妻子, 却在这一次上头呢? 拿起笔来, 改了一个五字, 便是五十两。 笑道, 五十两加上十两利息, 一个月便是六十两, 若隔得三个月不去催他, 这就可以拦着他了。 主意已定, 把借券收好, 便上床去睡。 从此竟将这一项事情暂时按下, 以致美人的心事也全时收拾, 专待他日用计。 正是, 放下一星火, 能烧万刃山。 暂将颜二之事按下, 又表纳张老儿之病, 心事略宽, 渐渐地便绝育了, 为是恐怕颜二前来逼债。 不想过了一月, 亦不见他来, 自己放心不下, 故意前往严府中来。 见颜二次记却大不相同, 不特不提及银子, 而且加倍相敬, 又请他吃饭饮酒。 这老儿却尚未解其意, 直到他行好发财的人物, 不计较这些零星小债, 千恩万谢地去了。 回来对妻女说之, 仇事喜欢不过, 说道, 这该是我们尚有几分采气, 不知北逼, 看来他也不上心这些银子的。 如今且将铺子开张, 做回生意, 躺得有些利息, 大家省捡了些, 还他就是。 圆春叹道, 母亲可谓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 父亲一时之错误, 借了他的银子, 顾彼得以此挟制于我。 先日汹汹到门, 动辄白眼相加, 父亲虽有千言, 而怒中莫解, 急而与母亲一出, 相比哀肯, 而颜二则双目重, 不曾转睛, 傅又以眼角调情。 而非不知者, 为是既在矮言之下, 非低头莫过。 故不得以立母之后, 以既能为父宽解。 其料奴才心胆, 早早陷于行色, 目身而言。 临行又特以金箔弃至娘策, 自意卖弄, 实怀不善之心也。 故而特早归房, 诚意度见房威之意。 金笔不来所债, 反而后代余父, 其意合为母亲之佛。 仇事道, 你却有这一番议论。 但我未审其时, 你可为我详言之。 元春道, 母亲成长者。 父亲欠他的银子, 两月未与他半丝窒息, 况当日也曾责备言辞。 金河前居后宫, 其意可想。 儿时不欲言, 金不得以为母亲言之。 这言誓之反怨为德者, 实为而言。 元家著, 小儿女一副聪明, 早已窥破奸奴心的。 故元春独能不为严良所邪, 此其欲有名断。 令读者如见一青年垂条女郎活跃纸上, 致令听者如闻其声。 德士妙笔致闻。 仇事道, 你何有知之? 元春道, 娘物多言, 实至极见。 仇事也不细究, 只知终日帮着丈夫做活而已。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又早过了两月。 张老儿此季也积得有些银子, 只律不服十两之术, 自私倘若二先生道来, 我尽将所有父之, 量以原情。 不期再过两月, 亦不闻言二讨债消息。 张老儿只当他忘怀了, 满心欢喜, 只顾竭力迎上。 直过了七个月头, 每见言二不来, 心中安稳, 此季已无一些迎面, 安心乐意, 只顾生意。 呼一日, 有媒婆李三妈来道。 仇事皆入, 问其来意。 李三妈先自作了一番寒温之语, 自言吉儿大当婚, 女大当嫁之事。 仇事道, 我家命中吴, 只有一女, 今年已是一十五岁了, 尚未婚陪人家。 唐奶奶不弃, 俯为直科, 比小女得个吃饭之处, 终身安乐, 亦敢大德无记忆。 李三妈道, 你我也不是富贵人家, 养下女儿, 巴不得她历史长大, 好打发她一条好路, 顾盘爹娘。 只配婚两字, 却说不得的。 仇事道, 男女相提, 理智当然, 怎说这话? 李三妈道, 大嫂, 你有所不知, 带我细说你听。 但凡你我贫家, 养了女儿, 便晦气够的。 无论做女儿, 在家的时节, 一切磕养, 皆关隐痛。 极致稍长, 则恐其食少身寒, 幼妇百般调养。 待吉吉之岁, 一则愁无对头之亲, 二则恐有失和之事, 此为父母者, 养了这一件赔钱货, 吊胆提心, 客无宁息。 破智出嫁后, 使得安然。 可知养女之难, 而出嫁之非亦也。 今见侄女年已吉吉, 却又生得一表财貌, 量不至他日为人下见。 故老申特为侄女终身而来的。 仇事道, 很好, 我正要央挽你, 你却自来, 岂不是天赐其变吗? 小女今年已长成一十五岁了, 正要挽人说和亲事, 今得妈妈至此, 大合彼意。 躺不以小女为可厌, 就凡略以吹嘘, 比他日有所归咎, 皆为妈妈所赐意。 李三妈成事说道, 墓下就有一门最美的亲事, 但只怕另爱福博, 不能消瘦儿。 原家住, 说来真是媒婆生口, 鉴于人情, 今日信然。 仇事道, 小女京差不群, 但得一范足矣, 又何敢过望? 李三妈道, 非也。 女生外相, 又到贫女望高架, 意料不定的。 今有内成通正思严府掌权的原家住, 掌权二字慎心。 严二先生, 他要娶一房妻子, 不拘品金。 我想严府如今正盛, 这位二先生家资俱万, 相与进士官员, 哪一个不与他来往? 原家住, 正所谓相与进富贵, 信然在。 若是恋爱归他家, 就是神仙般快活呢。 今早二先生特唤我去吩咐, 力找一头亲屎, 年纪只要十五六岁的, 才得合适。 我想恋爱人品既称双美, 年纪又富合适, 正合他意, 故此特命老身来说。 倘若大嫂合逸, 写纸年羹交于老身带去, 是必搓得来的。 仇事问道, 你说二先生, 莫非就是通政司属中 颜爷的家人吗? 李三妈道, 正是, 怎么你也晓得。 仇事道, 他曾与我老儿有些交手, 故此认的。 李三妈道, 既是有相遇的, 最容易的了。 到底大嫂之意若何? 仇事道, 女儿虽则是我生的, 然到底是他终身大事, 不得不想他说之。 妈妈请回, 待老身今夜, 试过小女如何生口, 明日回话就是。 李三妈道, 这个自然, 只是那二先生性气破得紧呢。 大嫂今夜问了, 明日我来听信就是。 仇事应诺, 李三妈便作别出门而去。 不说李三妈去了, 再说仇事三脚两步, 走到元春房中, 便将李三妈的言语, 对他背戏说之。 元春听了, 不觉呆了, 大叫一声, 罢了。 遂昏迷过去, 正是, 欲知今日, 悔不当初。 毕竟元春气昏了过去, 不知还能活否。 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张仇事却没致诵, 却说元春听了仇事这一番言语, 不觉气倒在地, 虎得仇事魂不附体, 慌忙来就, 汲取姜汤灌了几口。 良久, 方才醒转来, 叹道, 儿果只有今日也。 仇事道, 终身大事, 愿否皆在我儿心意, 何必自苦如此? 元春叹道, 母亲真是逆而不化者也。 金言二仙使没来说亲, 从则免疫, 却则逼讨钱债, 以窘我眼。 如此将何以解之? 仇事听得, 方才醒悟, 急来对张老说之。 老儿道, 怪不得他几个月头都不到我家来问债, 却预先立下这个主意。 我虽是个贫护人家, 今年偌大年纪都要靠着女儿生养死葬的。 这贼奴如今现在严辅, 若是我女儿嫁到他家, 就如生离死别一般。 正所谓侯门深思海者, 遇见一面是再不能够的了, 怪不得他呢。 仇事道, 女儿亦是为这如此, 故心中不愿呢。 原家住, 张老儿与仇事, 只知一入全门深思海, 遇见无由, 不知嫁与家奴, 辱莫大焰。 原春见是高齐父母千万亿。 张老儿道, 且自由他。 他若到时, 只所回绝了他就是了。 仇事道, 不是这般说, 只因你欠下他的银子, 你若回绝了他, 只怕他反面无情, 却来逼你还债呢。 张老儿道,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自不必说的。 他若逼我们还债, 我就拼了这条老命, 只所偿了他吧。 仇事道, 你休要拼着老命去撞人家, 还是打算还他好。 张老儿道, 你休凡锅, 我有主意。 原家住, 不知他有甚主意, 无过只拼的一条老命而已。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 李三妈次日又到张家殿内来讨回信。 仇事道, 小女尚小, 今年与她推算, 先生说是不宜见喜, 说要过了三载之后, 方可一婚。 顾四有防抬命, 最慎之至。 李三妈听了, 不觉两颊通红, 心中好声焦躁, 正是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李三妈冷笑道, 昨日大嫂说的话, 怎么都改变了, 是什么缘故? 我昨日已将你的言语回名言二先生了, 他叫我今日来讨识信, 并问要多少聘礼。 昨日定义这般说, 你到了此季, 又说这些话头, 却不是弄送我吗? 这却使不得。 仇事道, 昨日妈妈到此, 我原说要求吹嘘为小女一配的。 待后听的妈妈说, 有了这门好亲事, 私食不禁狂喜, 顾及向小女说之。 那小女前月请了一个极有名的先生, 换做缝剑, 十分应验地, 把他八字一算, 说是今年命犯红鸾, 更带阳刃, 不宜见喜。 否则必有血光之灾, 更坚不利附加。 昨夜使之, 故此不敢应允, 非是故雀, 其望原谅。 李三妈冷笑道, 昨日这般说得好, 今日忽然变卦, 还有许多言语之无。 我也不管的许多, 只是回复二先生去, 看他怎声发落就是。 杏杏出门而去, 一竟来到严府门房里面, 寻找了严二, 便将仇视推却之言, 背戏告知。 严二满望成就这件亲事的, 惊呼闻此言, 恰如冷水浇头一般。 正所谓, 我本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沟去。 此计言二不禁大树道, 这老儿好不知好歹, 躺不收拾他, 何以消得我这一口气? 乃对李三妈道, 相反你再走一遭, 说我如今不想娶他女儿, 立即要他把券上银子, 还了我就罢。 如若不然, 只怕他到兵马司处, 吃不起帮呢。 李三妈见他发怒, 不敢怠慢, 及时应允, 急急地来到殿中, 对仇事说道, 我说是你要害我挨骂, 如今你却吃苦了。 仇事道, 怎么累你着了骂雨, 我却怎么吃苦呢? 婚姻大事, 岂是强为德的? 且说来我听, 李三妈便将炎二要他 立即还银子的话, 背戏说了一遍。 仇事道, 我家不过是穷了, 借他十两银子, 他便欲以此挟制于我。 这也不妨, 自古道, 讨得有, 讨不得没有, 如今我们现在这里开店, 又不曾拖他的, 认他怎么厉害, 也要凭个理性, 为什么以此制人? 我只不服, 就凡你去回复他, 说我家欠了他的银子, 自然还他。 若说是婚姻之事, 却不凡饶舌了。 李三妈见仇事说得如此决裂, 也不再劝他, 带怒而去。 见了炎二, 又加了些说话。 炎二听了不胜之怒, 赤退李三妈, 自私, 仇事如此可恶, 我必显个手段叫他看看。 便及时走到兵马斯牙前, 请人写了一纸状词, 并那张老儿亲笔借券沾了在内。 倒数内寻找了兵马斯的家人, 说了原委, 他们当场差的都是一党之人, 便满口应成, 说道, 二哥的事, 就是地的事一般。 待等毕上人回来的时节, 送了上去, 批发过了, 立即聚来追缴。 炎二听了, 不胜称谢而别。 再说, 这兵马斯指挥姓徐明玉邦, 原是广东人, 由近世出身, 献手金指。 管门的名唤徐满, 当下受了成状, 专带徐玉邦回属呈送上去。 少请, 喝道之声来尽, 果是徐公回雅。 徐满急忙相邦下了轿子, 入道内堂。 只见徐满走到面前, 打了一个签, 说道, 奴才有下情, 要求爷恩准。 徐公道, 有什么事情, 只管说来。 徐满道, 是严府的家人炎二, 因被张老赖了他些许银子, 故此有个秉承来道, 要求爷带他追礼。 说吧, 遂将那状词呈上。 徐公一看, 只见状词上写的是, 聚丙人炎二, 献冲通正司属颜家人。 为赖欠不还, 启恩追给氏, 远小的随主到家, 数年以来, 蝶蒙恩赏, 积有银子五十两。 有素食之开豆腐店张老儿借去, 言定一月还清, 每月三分起息, 过期利息加倍。 此事张老儿自愿, 并非小的故意苛求, 自已月五月而不见还。 小的家有老母, 年节八旬, 皆借此养善。 今被张老儿吞骗, 反行骂辱, 情难雅兮。 只得力情扑扣台阶, 啃起刺叉拘追给领, 则感激洪辞迷记忆。 詹恩切父大爷台前, 做主施行。 既詹张老儿亲笔借劝, 一旨成审。 家境年月日禀, 徐公看了问道, 这是你的相好朋友吗? 徐满道, 小的在京, 随着爷日夕巡查, 哪里衙门的人不认得的? 况且, 他在严通正衙门走动。 闻得这言二乃是, 松爷心腹的家人, 秋爷赏他主人一个情面, 奔准了状子, 批准追礼。 将来不读言二爷感恩典, 及严通正义感爷的盛情, 其也相查。 徐公听了道, 我却不管得情面不情面的, 但我今当此职, 礼仪主管此事。 批准公差换来, 谁是谁非, 当堂疑训, 轻着分叛义。 虽提起朱比来在壮尾批道, 聚丙是非, 疑训即名, 者及居负案秩序。 如张老儿媚良赖欠, 即应追还, 病治之罪。 如须作乌, 年倦赴辞, 批发出去。 那京成岭尊批语, 立即善稿送上。 徐公看了票稿, 打了横字, 仍旧发出。 该房即便善政送进。 徐公立时签压器, 发了出去。 差役领了猪票, 及时来到张老店内提人。 恰好张老正在店中打那豆腐皮, 突见两个差人手持猪票走进店来, 不分清白, 只说的一声有人告你, 便一把扯了张老出门而去。 张老不知为了何事, 急忙问道, 二位, 到底我犯了甚事, 你们前来拿我? 要说个明白, 我方才去呢。 差人道, 你休要装龙作哑? 你欠了颜二的银子, 你却不还, 如今他到兵马斯牙门告你赖欠。 我们大老爷准了他的状子, 现有猪票在此, 你还推不知吗? 张老听了, 方才醒悟, 说道, 既有猪票, 凡你取来观看如何。 差人道, 你偌大年纪, 想必晓得衙门中规矩, 快些哪里是来, 好开票你看。 张老儿道, 这个是本应的, 但这次不意而来, 手头未变。 凡你与我看了, 改日向谢如何? 差人道, 也罢, 说过多少才好上账, 谅你是欠不得我的。 张老儿道, 区区威仪, 二钱罢, 二人不肯, 又加上一钱, 差人还不应允。 张老儿道, 关头, 你老人家总要见谅, 只所送你五钱银子就是。 方才应允, 把票子打开, 递与张老观看。 纸件上面写道, 五成兵马司指挥徐, 未差追局迅士, 现据颜二饼称, 小的跟随家主通正思严, 载经数载, 吕蒙家主赏赐, 致机有银子五十两。 由素食之张老儿, 献开豆腐店生理, 称因缺本, 向小的代银五十两充本, 约以一月为期。 四月五月, 吕讨复长, 张某七小的一乡吕家, 以为一事。 值得仆妇台阶, 扣起居追给零等情。 据此, 除批巨饼, 是非疑训自明, 后插居赴案致训。 如果张老儿媚良赖吞, 即应追给, 并置之以罪。 如须作误, 瞻劝赴此在岸外, 何行居训。 为此票插本意, 急速前去豆腐店, 拘出该张老儿代付本司, 以平当堂训追。 去义无地缓言, 借票滋事。 如为责格不贷。 速速虚致票者, 原差仁德, 张成。 嘉靖年月日, 惩罚房城司行县, 一日肖张老儿看了说道, 是了, 这是你们不错的, 我与你们去就是了。 于是, 三人同来到衙门, 仁德及时聚了带到的票城, 里面批了出来, 随唐代训。 仁德, 张成二人便小心伺候, 自不必说。 再说那仇事, 正在里面与女儿闲话, 急急出来, 只不见丈夫。 只有几个邻人在店中说道, 张老儿到底为什么事情, 至北居舍? 仇事听了, 方才知道, 便急急赶来打探。 正是, 无端风浪起, 惹起一天仇, 毕竟仇事感到衙门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许指挥手法言行, 却说仇事听得丈夫被官差拘去, 便没命地走到各处探听丈夫消息, 却原来未知影响, 逢人就问, 恰如疯了的一般。 幸遇着了对门的刘老四, 问起情犹, 方知张老现在兵马私属内。 仇事即便来倒数前, 却又不敢直进, 只得在外面东张西望。 恰好张承出来, 看见贺道, 你这妇人在此东张西望的, 到底未深吗? 仇事道, 我是豆腐店里张老儿的妻子, 文知丈夫被拘在此, 过来看看丈夫的。 张承道, 原来你就是张老儿的妻子, 你丈夫现在颁房内后训, 不便放你进去。 你若要看他, 明日再来。 他不过欠衙门些钱债戏顾, 不必大惊小怪。 说吧, 镜子进去了。 仇事听了, 方才明白, 只得转回家中, 对女儿说之。 原春听得父亲被戏, 放声大哭道, 我想父亲今日之苦, 皆因为我所致。 如今捉去, 不过是要还银子而已。 也罢, 孩儿受双亲身恩, 怎忍贱负吃苦。 母亲何不将而卖了, 得迎还了此相, 免得父亲受苦。 不然, 那颜二暗中行贿, 智主官吏, 那年老多病的人, 怎生受的这般苦楚。 陈孔一旦毙命淋雨, 则而万死, 不能赎其罪业。 仇事道, 而不必如此。 我想钱债戏故, 官府也不能把他老者, 怎么样委屈呢? 待等明日, 做娘的钱去探听如何, 再做道理。 多方劝慰, 原春方才收住眼泪。 这一夜, 母女的忧愁, 笔墨难以尽数。 再说是日午后, 徐公升堂, 吩咐张成, 把张老儿带上堂来, 问道, 你这老儿, 偌大年纪, 怎么媚良吞赖人家的血本, 是何道理? 张老儿叩头道, 小的果是欠了盐某银十两, 并无五十之多。 金言二音说今不遂, 邪恨府里, 以此邪至小的是真。 徐公道, 欠银就是欠银, 怎么又说起婚姻事来? 难道闫二要与你做个亲家, 亦不辱没与你, 其中嫌有别故, 你可将始末从十招来。 张老儿叩头道, 是因本年五月, 小的欠了官租, 无处措置。 严府是小的灌送豆浆的, 闫二所以认的。 小的因提及追乎之事, 闫二一时慷慨, 许借小的银子十两。 十则八寇, 每月加三利息, 一月为期, 期满子母缴还。 此计小的迫于还税, 只得云肯, 及时利券, 闫二收权发银。 是以天黑, 小的邪银归家, 不及细看。 笔集次日到银号里还税, 将银一看, 乃是加迁的。 此计小的即感到严府回换, 耐言二不见。 之后至第三日, 使得一面。 此计言二立心撒赖, 哪肯认错。 还说他的银子是上人赏与他的官宝, 哪有官用加迁银子的道理。 把小的立骂一番, 还说要将小的送来老爷处打腿加号等语。 小的此计无以自明, 只得回家。 笔集到门, 公差喧嚷。 兴得店中, 住狱的那位还老爷看见, 一时慷慨, 借了几两银子, 才得把房睡清除。 至妻颜二就来讨债, 此时小的就为这项银子幽丝成疾, 卧于床上, 连豆腐也磨不得。 哪有银子还得? 颜二在店中大声嚷骂, 立要讨偿。 此计小的妻女都来求侃, 岂料颜二心怀思念, 就实假卖人情, 不但不来讨银, 反将一小订银子放在小的家中, 说乡住小的衣食药费, 如今银子陷在家中。 从此, 颜二一连五个月头都不来讨偿。 于三日前, 呼前李三妈来小的家中说亲, 要娶小的女儿为妻。 想女儿今年才得一十五岁, 那里配的颜二, 所以小的不允。 熟料触怒了颜二, 父令李三妈来说, 若是不允亲事, 便要立即还饮。 故此道老爷台前冒告事实。 虚公道, 你说来虽则如此, 但是你现有戒劝在此, 怎么说是福利? 张老儿道, 小的亲手书卷的时节是十两数目, 如今卷上不知多少写的。 虚公道, 现在是五十两呢。 张老儿道, 天渊帝王, 这是哪里说起? 必然是颜二故意改写, 以此协制小的了。 求老爷详查。 虚公道, 真假皆当秩序明白。 换了颜二道来, 浊青力分矣。 吩咐将张老儿带后, 拆管后制, 遂将一通铭帖, 插了张成到颜府, 提取颜二道案相至, 即便退堂。 再说, 张成拿了徐公的铭帖来到颜府, 恰好颜二正在门房上坐着。 张成便走上前去, 唱了一个大诺道, 颜二先生, 我们是兵马司那里来的, 有话要面见大老爷, 就拜烦相传一声。 颜二不知旧理, 接了铭帖, 便接来到内宅。 石颜松正退朝回来, 在书房内看稿。 只见颜二手持一个铭帖, 走进身边说道, 兵马司徐也, 有铭帖到后, 并差人有画面说。 颜松接过帖来一看, 只见上写道, 年届卷晚生徐玉帮顿首拜。 颜松看过道, 他与我素无来往, 近日差人至此何事? 指管传了进来, 看他有甚话说。 颜二领命, 历史传了张成进内。 张成连忙叩头, 松唤起来说话。 张成道, 小的奉了家老爷命, 有帖子请安。 二者因为尊管颜二爷, 昨日有壮子到本衙门, 控追豆腐店张老儿银两, 本衙夜已将张老儿拘到, 及时审讯。 奈张老儿不服, 称说只欠十两, 并无五十两之多, 非对质, 不足以服其心。 顾本官特差小的道爷府上说明, 要请二爷过去对质。 颜松听了笑道, 原来如此, 这是应该。 便吩咐颜二道, 你既告了人, 如今要去对质, 急随该差钱去救世。 原帖带回, 带我请安。 颜二不敢不遵, 便与张成叩谢了, 随即出府而来。 暂且不表, 再说仇事探听丈夫审过, 压在差馆, 听后质讯。 自私颜二事大, 倘若徐公训情, 如何是好? 便与原春女儿商拙。 原春道, 母亲所虑极是。 如今两道打官司, 一则要有钱, 二来要情面。 他那边是才势俱全的, 我们只怕吃亏呢。 想那海老爷, 十分为伙我们, 如今何不向他求个计策? 躺性而超脱, 也未可知。 仇事道, 为你言, 我饥妄之矣。 于是, 母产一起来到客房, 见了海瑞, 贝戏将丈夫的情友, 对他说之, 并要求他拔旧。 说吧, 母女跪在地上, 叩头不起。 海瑞连忙把仇事扶起说道, 尊嫂不必过礼, 此事上荣卓矣。 如今尊夫不过是后制而已, 总之缴足十两银子, 还了他就是。 仇事道, 欠债还钱, 故事本该的。 只是墓下没有银子, 如何是好? 况且, 严府上的人, 才是具有。 倘若徐公受了人情, 却不把卓妇难为吗? 海瑞道, 不妨, 这位徐爷本是我的相亲, 我常与他来往的。 也罢, 带我到他属中, 把你丈夫的真情对他说之, 求他格外施恩于他罢。 只是银子是要缴的, 你家却又没有, 我尚有二十余两银子在此, 只所借十两罢。 当日, 这定假银子并严二放下的银子, 都要一并拿去缴了, 如此情政具有, 自然言而无能为的。 仇事听了说道, 前日关税又累了, 还老爷带店, 尚未偿还, 如今又怎好再取老爷的客囊呢? 海瑞道, 这个不妨, 你可拿了那日前的南向东西来, 立即与你前往就是。 仇事母女再三称谢, 便将一定假银, 及两岁银, 一并交于海瑞。 海瑞就在乡内取了十两银子, 一同包好, 别了仇事母女, 命海安拿了明帖, 一静望着兵马私塑而来。 时徐公上衙门方回, 门上的传进海瑞的帖子来, 说是亲拜。 徐公即令开门沿入, 彼此相见, 略许寒温。 海瑞道, 小弟今日之来, 特有一事相求相抬做情者。 徐公孝道, 海兄, 你我相亲, 怎么说了客套的话出来? 岂不令人孝煞呢? 海瑞道, 不是小弟之事, 乃为他人之事理应如此。 徐公道, 到底为何人之事? 只管说来, 弟无不代为尽力。 海瑞岁将张老告代炎二之银史末, 对徐公说之。 徐公道, 我昨日腾讯张老之时, 也一一道炎二改写劝述, 故此特令人到通政司, 要了纳斯钱来对质。 帖子已去, 量不久便道, 想奸奴如此四海, 这还了得。 小弟是个不必权势的, 需要办他。 海瑞道, 现在甲银碎定在此。 如今, 小弟带张老海角十两, 一并带来了。 急换海安拿上来, 与徐公观看。 徐公叹道, 再不料奸奴如此, 研制令人发之。 岁吩咐家人, 将三项银子立实交与张老, 叫他到对质时, 拿来成交。 海瑞道, 仰蒙香台照福, 如帝身受也。 徐公道, 不是这般说, 小弟生性最好除奸去报的。 海瑞谢别而去, 少请张成来报, 严二夜已换道, 请爷氏期待训。 徐公听得严二换道, 急吩咐各意在大堂伺候。 少课升堂, 徐公坐在工作上, 吩咐先带严二上堂。 严二来到大堂, 见徐公打迁请安。 徐公大怒道, 怎么见了本司不贵? 那里来的偌大的家奴。 吩咐左右扎下去, 先打五下脚拐。 两旁答应一声, 把严二扎下, 重重地打了五下。 严二叫痛连声, 只得跪下。 徐公道, 你控告张老儿欠你五十两银子, 可是真的吗? 严二道, 怎么不是真的? 现有张老儿亲手书券为具, 求爷详查。 徐公笑道, 张老儿欠你十两银子是真的, 这是圆券上的银子数, 那实在的银子, 却是加迁的, 难道本司不支吗? 严二道, 银子真假, 张老儿难道不认的? 况且是隔三日, 方才来换, 便可盖建议。 徐公道, 可又来, 既说是五十两, 怎么又只赖你一定? 这还有什么变处? 严二不服, 徐公即换左右, 带张老儿上来。 须于张老儿到堂, 徐公问道, 你的话有无捏片? 今日对着本司制正, 张老儿便将颜二 如何起义借银, 如何逼债, 如何浅眉来说亲事, 背戏说之, 并将三项银子乘上堂去。 徐公道, 颜二, 你的假银子现在此处, 至于放下买好的银子 亦在此处, 你还有何说? 颜二道, 假银不在今日言之, 这几两银子, 是我一时可怜, 故此帮他的, 难道有什么不是吗? 徐公大怒道, 你在本司面前, 如此较强, 其横暴可知。 本司要先办你一个假银片线, 事事协制的罪名。 吩咐娶大家过来, 先将这司家事通取, 然后再行申办。 颜二听得要加他示众, 急忙叩头说道, 求爷恩典, 荣小的剖宿, 正是, 人心似铁飞为铁, 官法如鲁铁助容。 毕章颜二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章, 三不堂同心会审, 却说颜二听得堂上吆喝, 要娶大家来, 将他加号。 那时颜二慌了手脚, 无奈叩头哀起道, 小的戒淫于老儿, 本非歹义。 金蒙老爷加号, 则主人之面目何存? 恐于礼不顺。 徐公鹤道, 该死的奴才, 自知有罪, 却不自毁, 动辄以主人全是下人。 别个可以被你吓的, 我徐某寄奉圣旨来守旨, 为之执法如山, 再不肯半分逊私的。 你试着主事重力放债, 绿力俊严, 自应安逸。 何况又以假银坑陷平民, 加写劝约, 种种不法, 言之令人发指。 本私只知赵公办事, 分毫不苟。 吩咐左右, 快将大家来。 各差役答应一声, 急急将顶大, 急中一面大家, 抬到唐街, 看时约有一百斤重。 徐公鹤道, 来给我快些上了。 续于之间, 把言二上架。 徐公亲职朱笔, 标判加油。 写着, 五成兵马司指挥加号 适事片县犯人一名, 言二示众, 加号三月, 献满号办。 发养正南门示众, 家子上景伯, 言二此时无可奈何。 虚公吩咐, 将言二发出去。 这张老儿, 只许缴银八两, 另有假碎个银, 均交库吏收住, 判笔退堂。 书里领了脏银进内禀道, 老爷, 世间加号言二, 故属请礼均有。 但医主严嵩现任通政, 威权正胜。 今老爷将他家人暗律严办, 不无忌恨之念。 老爷既以秉公办理, 即当身奏朝廷方式政理, 恕有智政, 望老爷详查。 徐公听了点头道, 非你言, 我饥望之矣。 需要通祥方可激腰带奏, 如此你可急速善详文颂语, 以一定行止。 书里应诺, 即到外乡连夜书善详文, 立即送入。 徐公借来一看, 只见写的是, 五成兵马司指挥徐黄邦为, 奸奴适适欺压赤品, 业宜审时, 特想以欺负茶室, 窃召南城张老儿, 开张豆腐小店, 一向首分。 夫妻无子, 只有一女, 年将及鸡, 父母三口, 相依为命。 戴因本年张老儿店中生意淡薄, 拖欠地税, 屡奉严催。 张老儿无以为继, 幽交莫解。 侍送窦江前往严府, 而严二宿日刃的张老, 见其面带愁容, 偶尔寻寂。 张老儿被江使莫庆宿。 严二吉扬为慷慨, 许借银子十两, 约以八口加三, 一月清还。 张老儿迫于交税, 名授重力, 稀图应手, 即日书写借券, 交严二收纸。 十一日暮, 严二故以假银相授, 张老儿不暇戏宴, 即将银绣回家。 次日, 即至银号对纳。 熟料该银家签, 戏严二有新坑线。 此计, 张老儿既不能上那国堂, 附有受骗, 随即父父寻觅严二回患。 而严二欲知隐秘, 使张老儿欲见无忧, 直至第三日, 使得见面。 严二吉则已不早来知词, 张老儿病恕, 不得见面之忧。 严二正在行迹之秋, 哪里便甘一患, 说银是通正赏赐, 焉有假家之礼。 原以张老儿贫劳无依, 使肥混赖为此, 将要面饼, 严通正送丝纠办。 张老儿本乃适庸, 忽闻此言, 如质子乍闻轰雷, 心胆剧烈, 只得抱憾而归。 辅及殿门, 而公义追破之声, 喧甜一事。 正在无可如何之处, 恰直住居客人, 见其情景难堪, 不忍见笔狼狈, 特捐囊带纳睡下。 带志欺满, 严二急到逼逃。 使张老儿一因欠债无常, 忧思成病, 卧床必扑, 自治不暇, 妻女消腹, 莫能及偿。 故严二得四立骂, 百般所诈。 张老儿欺仇事, 女元春, 见严二破逼, 遂面肯稍宽期限。 严二欲见圆春美貌, 便欲共赴桃腰。 仙字包藏祸心, 立宽期限, 父以碎银相助, 杨为慷慨而去, 时盖欲借此, 已埋好于仇室母女也。 待去后五月不来, 时有预算。 宣前李三妈唯眉说亲, 而张老儿夫妻, 以为其女与严二年纪不当, 兼职不允。 严二怒, 父前李三妈致辞, 称说如不允婚, 即要还淫。 妾将借劝加改一十两为五十两, 欲及多久已为协制之术, 前来控追。 经之换张老儿道案, 再三言训, 所公不惠, 名无顿辞。 随即换严二父至, 经张老儿面正其非, 所有假银并遂银等相, 当堂成脚。 而言二事事不服, 违抗唐叛, 实属目无法计。 存思经都会质大, 岂容此等奸奴作恶, 将来避之效尤。 右查律载家主做官, 施约家奴, 至作奸放科, 罪止君徒者, 主照施简律革职。 金通正严松, 身为通正大员, 不能觉察一家奴, 遂至坑县良民, 抗秒地方官员, 实属不能防范, 有窥之手, 礼和查兆国律暗议。 齐家奴言二和问一事事波民重力, 仗一百, 发口外宁古塔充军。 齐家主兆滥知识约律, 照理隔则。 礼和先行巨饼县台查夺, 初一将延二家号后半, 和兴祥后县台查夺施行。 特此深祥, 右上武成都查兼查玉使王嘉靖年月日兵马司徐玉帮书立, 把善稿承进, 徐玉帮看了, 历时输了行字。 书立即刻擅政送进用印, 历时深祥道, 监察道处。 这监察道玉使姓王明院, 原是山东临城人, 由近使出身, 历任部署, 特受金职, 最是一个中职之臣。 见了祥文, 及时收了进内, 批道, 如果延二步伐, 重力波民, 并用假银陷害贫护, 大敢攻令, 养籍研究历来所犯次数, 路贡祥报, 后聚奏请旨定夺。 先将张老儿保释, 如致讯, 再行传唤, 无得滥行积押。 詹钞并发, 这祥文一批, 发了兵马司, 敢不领尊。 急命张老儿取宝, 回家后训,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 那王树吉日, 俱本奏制。 家经队看了本章, 私存道, 严卿为何失察家人, 智备有私参奏? 这是国家定力, 爱难辗转, 随朱批道, 通政司严松, 有无纵容家人滋事, 这三部大臣秉公确训俱奏。 如须作乌, 先将该指挥承审原由录报, 后指定夺。 执意一下, 三部大臣领旨, 即来请严松复制。 看官, 你到三部大臣是谁? 小子说来, 兵部尚书唐英, 刑部尚书寒稿, 太常四清余光组, 这就是三部大臣。 明朝定力, 凡有在京大小官员作奸犯科者, 揭传三部会训。 当下严松听的邮旨, 发到法司衙门后刊, 不禁惊恐, 埋怨道, 这奴才好没来由。 有限银子, 怎么闹出这般大事来, 连累于我。 寄今奉旨, 不得不去。 遂换了轻衣便服, 来到三法司衙门。 恰好三位大臣升堂, 严松只得低声下气地报门而进。 正所谓, 记在矮言下, 怎敢不低头。 严松寄进了大堂, 只见三位大人端然坐于座上, 严松只得上前行餐。 韩稿道, 通政司少礼, 请厢房少坐, 有话再来相请。 松一退, 少请韩稿吩咐左右, 将人犯带上堂来。 须与, 张老, 严二据已带到, 跪于堂下。 韩稿吩咐把家松了, 然后问话。 左右立即把家脱松, 仍带严二上堂跪下。 韩稿道, 你就是严二吗? 严二叩头道, 奴才便是严二。 韩稿道, 你身冲通正司家人, 自有吃着。 何故重力放债, 假银片县, 改写戒券, 戒之贫护。 富敢乐娶人家闺女, 这就罪不容诛了。 你可知死吗? 严二叩头, 奴才并不敢所赖良民。 借银涂利, 这是有的, 求大人参详就是。 韩稿道, 既是奴才, 哪有许多银子介于人家? 敢是在外乐诈人家的吗? 严二叩道, 这个奴才怎敢? 此项银子, 乃是家主平日赏赐的。 韩稿道, 哪有赏赐的许多? 我也明白了, 必是你家主交与放债的是真, 你却于衷亲衣, 故意骗人, 可是的吗? 严二道, 家主身为大臣, 焉敢放债徒利。 还望大人详查, 韩稿看见严二口宫太监, 不肯成招, 便令带了下去, 遂唤张老儿上堂, 戏文一遍。 张老儿就照着前贡之饼。 唐英听了, 想一想, 便向韩稿耳边称说,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韩稿点头, 便令把张老儿搅的假银并遂银两项成了上唐幻左右, 请严嵩说话。 须于嵩至, 唐英道, 通正不合与银子这奴才放债, 故有今日。 如今这定假银, 严二监公是通正原对银子, 说这般如此, 只恐有泪足下矣。 严嵩指道, 真是严两所供, 乃作一道, 在下园, 有些虚银子, 交与言二生息, 比其借此养善, 并非土利肥囊, 哪有假银之礼? 只是奴才自行换一是真。 列位大人, 休听此人谎供。 韩稿道, 银子现在这里, 足下可看一看是原物佛。 虽将假银帝与严嵩观看, 严嵩接着看了笑道, 哪里是在下的? 即在下的银子交于此奴手上, 具有字印。 列位大人不信, 可即令此奴来面证可也。 韩稿便令取过颜二上堂。 严嵩一见大怒, 骂道, 该死的奴才, 私用假银, 还敢赖我? 我平日交于你的银子, 皆有字印的。 为什么在各位大人面前污主? 颜二听了不知所以, 含糊应道, 爷平日交于小的银子, 果有字印的。 此定无印, 乃是张老换转了的。 唐英听道, 是了, 是了, 你主是个高官, 哪有这项假银来? 都是你换了的。 随请颜嵩方便, 随即令左右将颜二仍附上了长家, 把张老释放回家, 吩咐退堂。 三位大人商着, 要将颜嵩荣纵家人出本放债字样, 具本身奏。 唐英点头道, 如此甚善, 三人遂连弦上本入奏。 家境看了, 心中偏袒着颜嵩, 乃亲疲本尾云, 颜二借主放债逝时, 甘连家主, 叔叔有因。 此所谓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者也。 朕已洞悉其情, 资者将颜二家号三个月, 弃满仗事, 以警将来。 颜嵩这隔之留任, 以示失察之救。 张老儿免疫, 亲辞, 指一下了, 三部大臣只得遵旨发落, 正是, 世上无财不违约, 朝内有人好做官,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章, 大总裁思议乌文, 却说圣旨一下, 三部大臣只得遵旨办理, 颜嵩奉调隔之留任, 颜二家号不提, 光阴荏染, 日月如梭, 不绝诱果三个月余, 其实颜二夜以松家, 赴回颜府, 颜松义开赴原职。 为颜二邪恨张老, 时刻要寻视陷害, 所恨无系可寻, 暂且隐忍。 又说, 圆春见海瑞, 屡次有恩于父, 心中十分感激。 时对父母说道, 海老爷在我们殿中, 将近住了两年。 父亲屡屡受他大恩, 自愧我们毫无一些好处报效, 心中甚是过意不去, 如何是好。 张老儿道, 海老爷是一个慷慨的人, 量意不在于此。 只是我们须寄在心上, 好歹报一报他的大恩就是。 一日圆春我见海瑞族上的鞋子破了, 便对父亲说道, 你看海恩人的鞋子也穿破了, 我意欲亲坐一双送他, 辽表我们的心, 以为报恩之意。 不知可否。 张老儿道, 如此甚好, 亦使他知我妇女的心, 便及时到街上去, 买了鞋面上等难断, 似容不离等下。 买鞋回家, 教育圆春。 圆春道, 父亲可到海老爷房中, 寻他一只旧鞋来, 做个样子, 大小不知湿度呢。 张老听了, 急急走到海瑞房中, 见了海瑞道, 海老爷, 我意欲与你老人家借件东西, 不知恳否。 海瑞道, 你老人家要什么去用, 只管说来。 张老儿道, 小老看见老爷云履十分好样, 意欲借义之趣, 一样造双穿穿, 不知恳否。 海瑞道, 这有什么要解? 便亲自取了一只旧鞋, 交与张老。 张老儿接过鞋来, 就一道, 改日送还。 碎香脸, 只拿到里面交与圆春, 圆春便收下。 次日照着饰养, 把段子裁了四叶鞋面, 亲自用心描绣。 不数日已经绣起, 果然绣得如生的一般。 又将四线滚锁好了, 随又拿白布裁器成底, 不数日夜已告郡了, 事日将心病就 一齐地与父亲送去。 张老儿接歇一看到, 我儿果然做得华丽。 即便欣然手舞足蹈, 急急地到街上买了一盘馒头, 回家将一个盒子盛了, 送进客房, 见了海瑞, 那头便败。 海瑞不知其故, 忙完起说道, 老人家, 此理何来? 张老儿道, 小老吕吕蒙老爷恩婢, 无可违报。 左小女亲袖珠缕一双, 送与老爷穿着, 撩表寸心而已。 海瑞道, 不过略为方便, 合足为念。 又老姑娘费心, 断不敢领会。 张老儿道, 小女区区薄义, 企足为敬。 老爷如不肯赏脸, 使小老和家不安。 海瑞道, 既蒙你妇女一番心意, 在下只领一只足矣, 愚者绝不敢领。 张老儿笑道, 鞋是一对的, 哪有受一只之理? 海瑞道, 我本不敢收的, 只是你老人家一番厚意, 故此不得已收下一只, 以为他日纪念。 张老儿道, 收下一只也就罢了。 只是这几个点心, 还要望老爷在意赏脸如何。 海瑞道, 收了鞋, 这就够了, 点心是绝不敢领的。 张老儿再三要求, 海瑞绝不肯领, 张老儿无奈收回。 海瑞收了这一只鞋子, 看见果然刺绣得好, 玩事良久, 收纸相中。 暂且暗下不提, 又说颜二依心邪恨着张老儿, 恨不得一时巡视陷害于他。 是指家境有止, 要选公妃, 凡有人间美女, 拒着有私送经候选。 这旨意一下, 各省亲尊, 纷纷挑选, 陆续进京, 自不必说。 颜二听了这个消息, 满心欢喜, 自私此恨可消逸。 虽将元春名字面貌令画公会了, 就假传言松之意, 送到大兴县来。 那大兴县姓忠明法三, 见了画图, 赤了一惊, 说道,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女子, 真天资国色也。 虽及时来到张老儿殿中, 把张老换了出来, 倒把张老吓了一跳, 战战兢兢地出来跪着。 知县道, 闻得你的女儿生得美艳, 当今皇上, 一已知道。 现有画图发下, 这本省前来相艳, 可急换出来, 待本县艳过, 好去复制。 张老儿道, 小女乃是村于下贱, 蒲柳之姿, 怎能配的天子。 知县道, 这是皇上旨意, 好好叫她出来一看就是。 张老儿不敢有为, 只得进里面把元春换了出来。 元春大惊失色, 只得随父亲出来, 见了知县, 深深下败。 知县定睛一看, 果然勾人魂魄, 说道, 国语画图上不差。 今可随了本县回属, 令人叫喜礼仪, 带等香车宝马送进宫去, 管教你想不尽富贵。 旧级吩咐左右, 立幻一城小轿上来, 将张事先送进宿去。 张老儿哪肯荣去, 急急换了仇事出来, 一起跪在地下挨肯。 知县哪里肯, 吩咐速速上轿, 如为以抗为圣旨定罪。 张老儿不敢再抗, 眼巴巴望着女儿上轿而去, 知县压后而行。 仇事哭倒在地, 反噬张老儿再三劝慰。 诗海瑞一来相慰道, 二位不必悲弃, 另爱俱此财貌, 此去必半君王的。 二位就是贵妻, 富贵不绝的。 况他是奉旨来照, 纵是哭流, 也是无用。 张老听了, 方才渐渐止了哭泣, 只得安心静听消息。 正所谓, 眼望洁惊奇而听好消息。 再说, 元春被知县贺令左右强扶上轿, 来到内属, 姓有知县夫人为他宽慰。 元春自私薄命红颜, 今已至此, 一步悲弃了。 知县大喜, 历时令人制造香车宝马, 以及锦绣衣服。 忙了半月, 诸事停荡, 此时元春一袭熟了建军的大礼。 中知县便来见内奸王凯, 将元春来立备戏告之, 肯托王凯带奏。 王凯应允, 成辩奏之。 嘉静大喜, 急命王凯以公车载入内庭。 果见元春生的如花赛雨, 虽惜子, 太真无以过之, 龙心大悦。 另被宴在西华院, 与元春欢宴。 事业, 帝与元春共寝, 十分欢喜, 次日急策为贵妃。 令内坚持千金赐雨之县, 将张老儿亲赐一品, 仇视为承恩一品夫人, 另有彩段、黄金、玉碧等项, 此即甚厚。 此即张老儿乍应显觉, 又得亲赐许多东西, 竟不知所措, 唯有望缺挤扣而已。 又来扣谢之县。 中法三看他是个国妻, 急急开门迎接, 背即谦后。 张老儿道, 小女若非大老爷, 焉有今日, 此恩此德, 何时可报。 知县道, 岂敢, 此事娘娘洪福, 与蒲和干。 但是国妻, 相有定制。 宫金既为贵妻, 自当珍重, 就业何行气却矣。 张老儿道, 大老爷吩咐, 本当从命。 但是小店上有一位 海老爷在店中, 住了二载有余。 金一旦改业, 岂不撇下了他? 知县道, 这是客人, 哪里住不得? 何必介意? 张老儿道, 不是这般说。 这位海老爷, 虽是个客人, 然有大恩于我家者也。 金得富贵, 其忍弃之。 知县道, 既是恩人, 不忍相弃, 就留下这店与他居住旧事。 大人与夫人可到碧崖来住, 待等造了府地, 然后迁去遍了。 张老儿应诺, 告别回店, 将此事对海瑞说之。 瑞瑞, 这是本该如此。 但宝店物件太多, 只恐在下意识不能照服, 若有一失, 心中过意不去。 况且长期在即, 会事后即便严选。 久欲迁住别店, 恰好相职, 就此交还老大人便了。 张老儿道, 如此起飞是老桌故意推出恩人吗? 这却反为不美。 如今恩人且在屈些时, 待会事后再去不迟。 若今日迁去, 人皆说我父心人也。 再三强流, 海瑞只得住下。 为己便是长期, 海瑞打点会事, 自不必说。 再说是遂会事大典, 家境地钦点几贤大臣为大总裁。 你到哪几位? 大总裁通正寺严松, 大总裁礼部尚书郭明, 副总裁兵布施郎唐国茂, 副总裁詹世福左春芳胡若公, 提调官兵部侍郎王郎, 监事官太仆四卿审卫侠, 巡风官光禄四卿英元, 监事官内阁学士刘斌。 内联同口官, 汉林院士读学士朱卓云, 汉林院检讨武乡, 刑部主侍刘锦, 公布郎中礼仪静, 户布郎中果长, 给士园外郎白亮祖, 太子喜马邹生, 汉林院士读学士吕之鸡, 士读学士胡团, 太常寺少卿路和解。 外总巡察官, 部军统领义等, 承恩齐国公张志伯, 左卫都指挥开国承义伯刘春。 其余在世人员, 不必多赘。 到了三月初六日, 各官入围时, 盐松是个大总裁, 自然另聚一番模样。 各官聚不心服, 盐松与众人大不相能, 所以各怀异象之心, 暂且不表。 到初八日, 各省举子纷纷认为, 海瑞一道共愿, 点名以弊, 葛归号舍。 初九日武庚就出题目, 首题, 大学之道一章。 次题, 君子物本一节。 三题, 足食足兵一章。 试题, 负得春雨如高的素字五颜八韵。 题目一下, 各举子前思莫想。 海瑞更不思索, 一挥而就。 头一个交卷, 就是姓海的。 到了两场, 五经文论, 海瑞做得十分流利。 三场测问, 意义中实弊。 海瑞自存, 荆科姓或获寿, 意味可定, 遂在殿中静候放榜。 再说海瑞的卷子, 是朱卓云首件上去, 三位总裁据称叹不已, 以为会原非此卷, 却在没有第二卷可得的千位一致第一。 为言松怀恨妒忌, 自存他们, 看我不上眼, 我是个正总裁, 主正在我, 我却偏偏不中他, 遂在卷上面, 故意弄了油脂在上面。 到揭晓日, 四位总裁都在制宫堂上, 共议五魁, 三位都说此卷可以中原。 为言松摇手道, 不得, 不得。 众问何过? 言松道, 列位还不曾看见吗? 你看上面沾有油脂, 这却不得阅历的了。 郭明道, 这是我们里面沾了的, 却不与橘子相干。 若是自行打污的, 收卷官就有证明, 房尸也不见上来了, 岂可因此趋了此人之才。 言松道, 但看其文理由甚平常, 竟不忠之, 故意将卷子撒开, 另取别卷抵换。 正是功名皆命定, 偏欲丧良人。 毕竟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章贵妃卖旅访恩, 却说言松心怀妒忌, 要显自己厉害, 故意把贡献的会员卷子撤了开去, 另换一卷上去递补, 把绑放了。 故此, 海瑞名落孙山, 无情无序地, 不禁常叹。 海安道, 老爷不必如此, 荆轲不得高中, 明科再来就是。 海瑞道, 功名得失, 故不必愿。 但此刻盘费都没有, 如何归家? 海安道, 昔日张老儿贫困时, 老爷吕娟客囊相继。 如今他已富贵了, 何不向他略借百余两, 以作路费? 下科复考, 带来还他就是。 海瑞道, 你们哪里知道, 张老儿到底不是读书的人。 金哲偶因女儿乍夫乍贵, 我却向他借贷, 则平日护卫他的心事, 也尽负至流水。 况我曾有言说过, 会事后便迁居的。 如今名落孙山, 父有何言再去依人相见? 迁居之后, 再图规计。 你二人可到外边寻觅旅店, 牵了出去, 再做道理。 海安不敢多言, 便去寻觅旅店不提。 再说, 张老儿因女儿乍得富贵, 此季就有许多官员与他来往。 这一日是哪一位大人相请, 那一日是哪一位尚书不堂妖隐, 所以无一时空闲师姐。 这仇事一不识到宫里半世女儿, 那店中并无一人往来。 海安寻找了旅店, 便来说致。 海瑞看见张老儿不来店中, 遂作一书闸, 以为留别之意。 其书云, 萍水相逢, 竟成莫逆。 三载娇气, 自卫情音。 诸诚关注, 赶赫梁山。 更喜天宠诈家, 焦房亚后, 贵勋之庆, 欣慰故人。 锐命图多简, 事路蹭蹬。 两颗不瘦, 图有名落孙山之探。 今一图归迹, 故以暂别东道主人。 尽因老丈贵武分云, 不获面词。 所有店中食物, 聚以照点, 如树风至顽固, 并请邻人眼瞳点旗, 封锁店门, 以后翁归检点。 所有厚恩, 统厚将来贤劫可也。 定期归日, 令当公亲拜祠。 专此不达, 并后生气不一。 晚上海瑞顿手海瑞, 把书信写了封雇, 并将房内食物, 逐渐开注明白面海雄, 请了左右邻人来到, 告知背戏, 并请他们眼瞳检点一次。 食物各见, 交付清楚, 随与邻人告别, 宜静搬到东四牌楼旅店住下, 徐途归继。 笔集张老儿回时, 海瑞已经搬去两日。 邻人被将言语告知, 张老儿不胜赞叹其忠厚。 寂静里面, 看见了遗渣, 自毁不该前日到某人家去饮酒, 以致不能与海瑞恩人一见, 甚以为恨。 暂且不表。 再说, 元春既蒙恩宠, 贵掌交房, 然时刻念着海瑞之恩, 未尝蓄于忘报。 这一日, 看了新科进士录, 却不见海瑞的名字, 叹道, 何思人之不偶也。 他的才学以及心术, 慢说一名进士, 即使状元亦不为过, 怎么偏偏名落孙山, 这是何故? 想起当日我父母被掩耳强迫之时, 若非海恩人相救, 焰有今日之荣, 受恩岂可不报。 但恐他看见榜上无名, 急易规计, 我纵在皇上面前提窃他, 也是枉然的。 左思右想, 忽见仇士进攻而来。 元春便问道, 母亲, 近日海恩人在殿中坐何景况? 仇士道, 他见榜上无名, 竟迁去了。 临别之际, 你父亲不在殿中, 他便邀了左右临人到殿内, 将他房内所有的物件, 逐一共同查点明白交付了, 然后迁去, 又不说是迁到哪里。 急你父亲回殿, 使之背信, 又得见留别书渣, 只言不日就要启程, 再来面词等语。 我想, 此人真是个诚实君子, 来去分明, 真是令人起敬也。 元春道, 不读诚实, 而且一霞, 我家若不得他为乎, 只恐此时, 你我不知怎生样子了。 只可惜, 他终不得一鸣尽视, 我如今却有心要弄顶纱帽于他, 只是不知他还在京城否。 仇视道, 以我料之, 此人必不曾去。 元春道, 母亲何以知之? 仇视道, 海恩人说话, 是一句只说一句的。 他书中曾言有了定妻, 亲到此行。 若是回去, 必来我家辞别的。 今不见他来, 是以知其必不曾去。 但是京城地方如此宽阔, 东西南北, 不知他住在哪间店里面。 况且, 他是个最沉浅的, 在我们店中住的师姐, 你也见得, 无事不肯出门, 少利回。 就是他两个家人, 亦不许出外走走, 如此实难寻觅的了。 此事你有此心, 而比无此机会也。 元春道, 只要用心访寻, 哪有个寻访不着知理? 我想起当日在店中, 曾做了一双绣鞋, 相送与他。 他只受了一只, 以为日后纪念。 此时我一将这一只收拾好了, 如今现在实习之中, 明日我只换一个内奸, 拿了这一只绣鞋, 在个门内忽买鞋子。 只是一只, 再没有别人肯买的。 若是有人忽买, 就是海恩人了。 此却最妙的。 见了海恩人之时, 我另有话说, 叫他在此候着。 我却在皇上面前, 带他弄顶纱帽, 一捎进你我报恩心事。 仇事道, 岂不闻古人云, 有恩不报非君子, 有仇不报非丈夫, 这两句说话, 你我正当去做呢。 元春点头称赞。 到了次日, 元春换了个内奸明换逢宝, 吩咐道, 我昔年在归中, 绣有一双鞋子。 即后失了一只, 再没心神在做了, 如今这一只上在这里。 我抑郁命你绣了此鞋, 悄悄地出了宫门, 到街坊上去, 只将这鞋叫卖。 若有人叫买, 你便卖了它, 但只要问那人姓甚名谁, 急来回我, 不得张扬, 自有重赏。 遂将一只鞋子交于冯宝手中。 冯宝接鞋扣蟹, 悄悄地出宫而来, 一路上逢人便叫, 卖鞋。 人人看见是一只鞋, 只管叫卖, 各个言口而笑, 都说他是呆的。 冯宝一连走了两日, 却不曾遇着一人叫买。 直至第三日, 在宫中吃了早饭, 却从东四牌楼这边走出来, 亦是一般样叫唤, 暂起暗下。 又说海瑞自搬出了张老儿殿来, 终日思想归继, 只是没有银子, 如何回得越东? 异象同乡亲朋告代, 自念交由极少, 只有潮州李纯阳在汉林院内。 就是徐玉邦在兵马司任内, 其缺亦是倾苦。 愚者都没甚来往, 怎生开口求人? 又念妻子在家必要玄望, 量此时一得见心刻露了。 知我落榜, 不知怎生愁闷呢? 自思自想, 好生难过, 无奈只得往李纯阳处走走。 刚出门来, 恰好遇着冯宝, 手拿一只绣鞋叫道, 卖鞋, 连声不断。 海瑞看见就愣了眼, 蒙醒道, 这一只鞋, 我好像见过的一般。 是了, 是了, 不错的, 就是张老儿的另爱相送于我的。 此季只收了一只, 现在箱子内, 如今这一只, 怎么落在这人手上? 量必有个什么缘故? 带我换转它来, 再做道理。 便即赶上前去, 叫道, 买鞋, 买鞋。 换了几声, 那冯宝方才听见, 回转头来, 问道, 相公你要买鞋吗? 海瑞道, 正是, 请到小店溢价如何? 冯宝暗中欢喜不迭, 随随了海瑞, 来到店房坐下。 冯宝问道, 相公, 果是要买吗? 海瑞道, 果然要买, 不知此鞋一只, 还是一对的。 冯宝剑问, 心中疑惑, 阴待之约, 一对, 哪有一只卖的钱的道理? 海瑞道, 如此不合适了。 冯宝急问, 何故不合适? 海瑞道, 在下也有一只, 与尊驾这只相同, 故此要买。 若说是一对, 只恐胜了你的一只, 岂不屈了你的吗? 冯宝问道, 原来相公也有一只吗? 岂这一关, 可相像佛。 相公意下如何? 海瑞道, 这又何妨? 便令海安开箱, 取了出来。 冯宝接过手来, 将自己的遗病, 就是一对所出的, 丝毫不错, 因暗暗撑起, 习意浓浓地说道, 相公, 这一只果然与在下的合适, 相佑都是一手所出的了。 怎么只有一只, 倒要请教呢? 海瑞道, 这一只鞋儿, 却有个大大的缘故呢? 带我说来你听, 便将使墨背戏说了一遍。 冯宝听了, 使之原委, 应问道, 相公高兴尊名。 海瑞说了姓名, 冯宝听了道, 原来就是海老爷, 失敬了。 如今在此久居的呢, 还是赞誉的呢? 海瑞道, 本你即归, 只因缺乏路费, 难以走动, 故而迟言至今。 左思右想, 郁郁无聊, 只得散步, 往李汉林处走走。 刚出门来, 偶见此鞋, 因而触起旧日之情。 请问架上, 这鞋儿却从哪里得来的? 启道奇想。 冯宝道, 说来话长了, 我有几句话, 你是猜一猜看。 海瑞道, 凡说来, 待在下市猜中否。 冯宝朗吟道, 家住京城第一家, 有人看你赏公花。 三千粉袋归我约, 六院鹅没任我查。 日午娇蓝香偶梦, 夜深筋骨破窗沙。 东军喜得娇花枣, 顾服甘铃夜长崖。 隐蔽。 海瑞道, 猜着了, 莫非架上是宫内来的吗? 冯宝道, 怪不得你们读书的这般厉害, 一猜便猜中了。 我只对你说, 咱家不是别人, 乃是内宫西院的私礼监。 左奉张贵妃娘娘之命, 这咱家拿这鞋子出来叫卖, 说是有人要买, 就要问了姓名, 历时复制。 却原来皇家娘娘受过老爷大恩的, 故此这咱家前来秘访, 想是要报老爷的恩了。 老爷可住在这里, 听候咱家的信自然不错的。 遂及告别起身, 回宫而来。 见了张飞, 跪下说道, 娘娘, 奴才为主子访着了。 张飞便问, 访着什么? 冯宝道, 容奴才细奏, 便将如何遇海瑞, 叫唤买鞋, 逐一说之。 张飞听了道, 是了, 是了, 不错的。 你可认定了他的住址吗? 冯宝道, 奴才已经认得了, 故此回来复旨。 张贵妃道, 你明日可将他那只鞋拿来我看, 我自有话说。 冯宝应诺, 此日天明急急起来, 连早善也不用, 已经来到东寺牌楼, 到海瑞房内, 彼此相见了。 冯宝贝将张贵妃要看, 秀协一劫, 对海瑞说之。 海瑞道, 谨遵抬命, 乃起身取出来, 叫与冯宝手带回宫去。 冯宝大喜, 作别而去。 正是山穷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知冯宝将鞋拿进宫去, 张贵妃怎么发落。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章海刚锋穷途受斥, 却说冯宝取了鞋, 急忙来到宫中, 见了张贵妃将鞋呈上。 张贵妃看过, 果是原物。 乃吩咐冯宝道, 你可去传我的话, 称他做海恩人, 请他暂且安心住下。 寻日之间, 必有好音报他就是。 冯宝领命, 赴到海瑞殿中, 口称, 海恩人老爷, 娘娘见了邪儿, 认得是自己原物。 叫我来对恩人说, 暂且安居。 寻日之间, 自有佳音相报等语。 海瑞谢道, 下世相遇, 有何德能, 敢望娘娘费心。 相反公公带奏, 说我海瑞多成娘娘紧念, 已是顶当不起, 焉感在紧清淮。 善为我辞, 则感激不尽意。 冯宝道, 咱家娘娘是个知恩报恩的人, 老爷只管宽心住着, 咱家告辞了。 海瑞送出殿门, 冯宝又叮咛了一番, 方才回宫负命不表。 元春此时既知海瑞下落, 便欲对家境皇帝说之, 求此一官半职, 以报厚安。 只是海瑞与己无亲, 如何赶奏? 左思右想, 忽然叫道, 有了, 有了, 就是这个主意。 少请, 驾临席院, 元春接驾。 珊瑚碧, 地次平身, 另旁坐下。 内侍把三峡水泡上龙团乡鸣。 地隐碧, 对元春说道, 今天天气炎热, 灰汗不止。 宇清道荷花相亭避暑, 看宫女彩莲霸。 元春道, 臣妾领旨, 紧随龙驾。 内侍们一对对的摆队, 一派古乐之音, 在前引导。 地语元春携手, 来到荷花香亭上坐着。 那亭子是白石雕弃成的高厂, 四面尽是玲珑窗格, 对着河池。 那池里的荷花, 红白相间, 下面有数十队鸳鸯往来游戏。 又有画坊树队, 是预备宫额彩莲的。 此时帝与张飞坐于亭上, 只见清风徐来, 遍体皆爽。 吉令宫女娶瓜骨学偶之类, 即煤酒摆在亭中, 与飞共饮, 帝在居中坐。 张飞再败拔斩, 帝饮树碑, 令官鹅谈唱一曲。 只见张飞眉头不斩, 帝笑问道, 清往日见阵, 欢容笑语, 未甚今日愁眉不斩, 却是为何? 莫非有甚不足之意吗? 元春连忙俯伏, 口称, 妾该万死。 臣妾侍井下见, 蒲柳之姿, 蒙陛下不弃, 列以嫔妃之旨, 则恩十二天, 妾时除望外。 受恩济身, 长恐不足以报告后, 臣妾时有下情, 敢冒走天言, 扶起恕罪。 帝笑令官鹅晚起, 道, 轻且坐下, 有事告朕, 朕当为轻任之。 元春在拜奏道, 臣妾本乃下见之辈, 稀在父母豆腐殿中, 饥寒莫慎。 上年一家聚病, 父母将危。 幸有广东穹山举人海瑞, 在妾殿中作语, 见妾一家无医, 亏他慷慨, 吕娟克囊, 为妾一家医药, 遂得生权。 今妾得势至尊, 父母俱贵, 为海瑞落魄京城, 不得归家。 妾闻此情, 心中识不忍。 自恨弱智, 不能少报其德, 故此闷闷不乐。 不予为陛下察觉, 妾万死不容此矣。 弟听爸大笑道, 朕指道卿为这什么, 却原来为此。 这乃小事, 何须介意? 他既是举子, 怎不复事, 甘于落魄呢? 元春复奏道, 彼增入围, 怎奈名落孙山? 被将海瑞出辞入京, 误过长期, 逐细奏之。 弟道, 此人功名不偶, 命运坎坷, 朕当与清代为, 报得救世。 元春连忙谢恩, 欢呼万岁。 弟即另取了执笔, 亲书道, 海瑞怀才不受, 功名不偶, 此你命述使然。 朕特起之, 折刺尽是吉利。 利不支兆, 即以儒学提举全用。 亲此, 写避, 帝与元春看到, 轻易云合。 元春复山呼败谢, 帝令内侍即将上誉, 发与吏不之道。 随与元春共饮数杯, 方才散息回宫。 再说, 海瑞在殿中, 思想逢宝取邪去了, 不知作何景况。 正在沉思之际, 呼闻外面一片声轩, 瑞吉令海安出看。 海安走出殿来, 只见几个暴露的, 那中一个手捧暴条一张道, 哪位是新晋士海老爷? 快请出来, 带我们叩贺。 满殿人督道他是疯癫的, 这个时节连电视都过了, 五位又没有嫩早, 报什么晋士? 大家都笑起来。 海安道, 我家老爷姓海, 既是中了晋士, 可拿暴条来看。 那人便将手中的暴条展开, 指剑写道, 捷报贵豫大老爷海印瑞, 蒙指特赐额外进士吉地。 海安看了, 心中暗暗称奇, 便把暴条拿进里面, 对海瑞说之。 海瑞大喜, 急望缺谢安。 打发豹子去了, 郑玉回身, 又见有人来报说, 是力不差来的。 海瑞接了展看, 原来是牵授浙江淳安县如学。 海瑞心中不胜大喜, 急打发了暴人。 次日官代福雀谢恩, 随道力不败谢。 那力不看见海瑞是格外恩赐的人, 料为天子所知的, 便加以相待, 自不必说。 次日即令人送其文凭道遇。 海瑞此计既得了文凭, 只是苦无盘废, 不得赴任。 想起李淳阳与他最后, 便连夜来见淳阳, 遇见银子赴任。 李淳阳笑道, 似此小弟实属不情了。 弟子到京以来, 今已六载, 家中付过两次银来京。 现在拮据之状, 莫可名言。 但弟与兄相交最后, 义不容辞, 十两之姿可以免为应命。 性故人勿以不情见怪也。 海瑞道, 低义之兄拮据, 但是在燃眉, 不得已而泛夜行之见。 淳阳道, 兄莫言此, 令人惭愧。 虽令人取十两银子出来, 亲手递于海瑞道, 威尽误审。 海瑞在拜称谢道, 蒙兄分用, 此得当名武中。 闲话一回, 放才别去。 回至狱中, 只见冯保守捧一个黄锦包袱, 坐在殿里。 一见了海瑞, 喜笑相迎, 说道, 恭喜老爷容认, 娘娘特着咱来道喜, 并有成尽相赐呢。 说吧, 把包袱双手送于海瑞。 海瑞接来, 觉得沉重, 说道, 海瑞何德何能, 吕费娘娘厚意, 便望却谢恩, 然后收下。 冯保道, 娘娘说, 恩人老爷路上需要保重, 令人放心做官, 有甚事情, 自有娘娘担当。 说吧, 起身告辞。 海瑞主道, 樊公公带奏, 说海瑞不能面谢娘娘恩典, 唯有朝夕焚香顶住, 愿娘娘早生太子。 冯保应诺而归, 少请, 人报张大人道。 海瑞急急出营, 却原来是张老儿前来道喜, 并送成尹。 彼此闲谈了一番, 放财别去。 海瑞将张飞锦符打开看时, 却是三百余两文银, 又将张老儿的拆看, 是一百两元丝。 此时, 海瑞有了四百两银子, 寄集到这盘费之外, 上升三百余两。 满心欢喜, 即将世间所借李翰林十两银子, 原封包好, 并将一百两银子, 包在一处。 作书一闸, 其一略云, 一箱拮据, 行被欺染。 地以冷曹累凶, 时不得已而为之也。 幸而添甲我便, 承兮愿张贵妃会我三百斤。 又到张贵妃赴张公会我百两。 指此何辙之计, 虎西江之水, 直苏旧何余。 除应用费用外, 尚于三百两期。 故人亦在和节之后, 我敢不识一息江水, 而苏和富户。 除将原银归赵外, 另据百数, 少表故人之情, 兴武渐阙。 专后生其不备。 海瑞功败血臂, 将原银并百两一包的, 连书着海安送去。 随又修下家信, 亦是一百两银子, 令海雄交予千里马, 赴回越东省城, 转及穷州。 打点明白, 立即收拾行李启城, 主仆三人出京去了。 再说, 严嵩自从开赴以来, 百计银元, 每在地前献媚, 今日暗奏这一部大臣贪赃, 明日冒奏那一般武将带完。 第五不准, 不知处阁了多少官员。 第十份宠他, 不数月就生了刑部侍郎。 严嵩威权欲大, 誓焰欲赤, 心恨张老不死, 反得大官, 身为内妻, 每每私欲重伤至。 其知天不从人, 海瑞去后, 张老儿一病不起, 数日便死了。 地念其国妻之贵, 赐银开丧, 赠太师, 世真侯, 严嵩欲加恼恨。 此时, 严嵩威权日盛, 文武多有依附其侍者。 部军统领张志伯, 殷嵩的封国公。 嵩生子明事番, 魏周岁, 张志伯即以幼女攀亲, 其女掌氏番一岁。 二人即定了亲, 彼此勾结作奸, 欲绝脉官, 种种步伐。 地颇有所闻, 而不疑问。 松佑建造府地, 阔实寝, 其中花园亭械, 与宫中相等。 正是天上神仙府, 人间宰相家。 松佑以美女实名, 交以歌舞, 各穿五彩云衣, 每当眼前舞蹈, 望之如五色云锦, 灿烂夺目, 名为泥长舞。 畅眼寄精, 宋家静地作乐。 低欲宠贵, 吉家太保贤, 生力不上书, 兼携办大学士。 张志伯在经济久, 抑郁讨个外差, 出去快活快活, 就来央求严松。 宋道, 外差不过指挥, 寻案, 公乃一瓶五职, 两缺巨不合力。 除非钦差方好。 张志伯道, 近闻各省多有钦销躺向, 库中多有窥空者。 大人何不奏请圣旨, 差某前往清查, 借此刻意少身心智。 唐有所入, 敢不与大人南北吗? 严松点头称善, 即日拒输入奏, 以各省亏空太多, 非钻差大臣清查不可。 躺用闻臣, 未免官官相位。 武之出巡, 则有功无私。 查部军统领, 为人忠厚联名, 可冲此职, 帝极允奏。 正是, 一封朝奏入, 百害日滋生。 毕竟张志伯可得外插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所会网诸县令。 不提严嵩专权, 再说那张志伯奉了圣旨, 即日收拾启程, 由直立山东巡查而来。 一路上毫不威严, 投其写的是奉天巡查四字, 带领兵不消弃百余人, 请了上方宝剑, 锁过周县地方, 有私无不悚然。 额外的供应, 眼如半礼皇差般。 张志伯满望席卷天下财物, 故以先生夺人。 方出经来, 便擅作威权, 首先挂出一张告示, 钦差总巡天下, 纠查御国公章, 为小御氏, 赵的本决供应解命, 总巡天下各省钱粮, 以及贪官污吏。 受恩济重, 图报尤奸。 本决唯有一柄至功, 饮水如枣, 以欺养付圣意。 所有各省仓库钱粮, 均应彻底清查。 如有亏空, 急行俱奏, 并各省命道监拐重情, 如有贪官污吏稀徒贿赂, 故意出入者, 已经察觉, 或被告发者, 一兆时具体, 绝不稍微宽待。 各宜自爱, 无智是其。 预告。 这告示已出, 沿途周县, 无不心惊胆战。 传递前途, 以做准备。 谁知这张智博立法虽严, 而刑法失宽, 只管打发家人育同关节, 锁过周县, 乐要补折夫嫁淫一万, 照办责免盘结, 否则故意寻席陷害。 所以地方有私, 莫不送财, 以图苟免了事。 一日, 寻至山东立成县地方。 这立成县之县性虚名李秦, 乃是山西匠州人士, 由近市出身, 急用之县。 为人耿之连界, 自从道任以来, 只有两袖清风, 并未受过人间丝毫才会。 和县百姓, 无不知其贤能, 素有连历之声。 这日接的前途地道公文, 报称张国公奉旨巡查各省前两, 官吏, 并有私书, 担到其中漏规之意。 这薛之县乃是一个穷官, 哪有许多财宝奉承于他。 况且, 自私道任以来, 并无一毫过犯, 暗读清理, 量亦无妨, 只被下公管饭食驸马等项而已。 先一日, 就有张辅家人来打头战, 带领二十余人来到县中, 高声大叫知县姓名。 这薛之县, 已在唐厅地明白, 心中大怒, 只得走江出来相见。 那家人端坐唐上不动, 问道, 你细枝县吗? 薛公应道, 织某便是。 那家人笑道, 好大的县业。 纪智国公爷奉旨到此纠察, 你为什么一些都不预备? 直至我来, 仍是这般大模大样的。 你可知我家公爷 上方宝剑的厉害吗? 薛公听了道, 碧县荒凉, 没有什么应酬的。 只是驸马饭时, 早已被吓了, 专等公爷经过就是。 那家人便道, 怎么这般的胡混, 难道前途的有私, 都没有一毫知会于你吗? 薛公故意道, 前途虽有公文先道, 亦不过知会预备快马迎送而已。 那家人大怒, 骂道, 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故意装聋作哑。 少请国公道来, 好好叫你知道。 说罢静字去了。 知县颇之不妙, 只是不肯奉承, 任他的主意变了。 少请, 张志伯领着一行从人来道, 薛公只得出郭迎接。 张志伯吩咐进城歇马, 知县便在前引导。 迎道公谢, 张志伯坐定, 薛公入见, 请了安, 视力于策。 张志伯问道, 贵县仓库可充足佛。 知县打拱回道, 仓库充足, 并无亏空。 志伯又问道, 县中暗毒可有冤一久之不身折否。 知县道, 卑职自历任以来, 暗无大小, 西街随空随问, 并无九玄不节之暗。 志伯所问言语, 不过是故意恐虎的好待知县打点。 谁知这薛公毫不奉承, 对答如流。 志伯心中有些不悦, 便作色道, 即使贵县暗毒无治, 钱粮充足, 本决侵奉圣旨, 是专为稽查纠查来的。 贵县虽则可以自信, 然本决亦须过目, 方可复之。 就凡贵县力被清单, 好待本决查文。 知县不敢有违, 打拱道, 谨遵抬命, 带卑职回属, 立着书立开裂呈上就是。 志伯道, 不需回去商卓, 就在这里开注, 便令人取过纸笔, 放在面前, 勒令书写, 不容迟缓。 薛公无奈, 只得当堂写明。 先把仓库前梁开裂, 后把各方案件开住城上。 志伯观看, 只见写着是, 历程县知县薛李琴, 紧将县署管下苍米股市开裂。 记开, 天字第一凹, 注米1569淡, 零三升六合七少。 地字第二凹, 注米1232时, 二升七合八少。 玄字第三凹, 注米1725时, 六斗一合一勺。 黄字第四凹, 注米1070时三十零二合。 语字第五凹, 注米925时, 一升七合三少。 咒字第六凹, 注米1010时二十零三合。 红字第七凹, 注米800淡零七升二合三少。 荒字第八凹, 注米912时, 三升三合七少。 长丰仓谷失列后, 冬字凹, 注米2825时, 三升八合三少。 南字凹, 注米1000淡无零。 西字凹, 注米1052升九合一勺。 北字凹, 注米915时, 七升一合。 上下中末四凹, 每凹注尘谷310三十五零。 库存钱粮, 地丁银, 除报销外, 十存银38753两六千三分七里。 各方案件开列, 刑房命案, 未结共一十三件, 以结共一十八件。 兵房盗案, 未获共二十八件, 以获共一十三件。 离房拐间两案, 未结案共五件, 以结案共一十一件。 右护房昏案, 未结共一十六件, 以结共一十六件。 护房填图案, 以结共一十七件, 未结案共二十一件。 两屯两房未结案共一十七件, 以结案共八件。 立宫两房, 并无未结案件。 志伯看币, 把清单收了, 对薛公道, 贵献今夜且在宫谢歇宿一销, 待本爵明日一起跟同茶宴可也。 薛公应诺, 晚上令人取了酒饭上席, 志伯一概不识仍旧发还出来。 那些家人们要这样要那样。 稍有不道, 百般辱骂。 薛公明知他们有意寻信, 只是诈作不闻, 任由他们叙叙叨叨, 只是不理。 到了二更时候, 忽有一自称张志伯的心腹家人进来, 与支县攀谈。 自言姓汤明星查, 因与支县言及钱粮仓库之事。 支县道, 本县原意有亏空, 乃是前任相言下来的。 在下接转之时, 叶以秉明列位上县, 方才出节的, 现在收准一定之后, 并无一毫亏空。 汤星查笑道, 太爷故事不曾亏空一毫, 其如上手中卿, 何以混接? 只恐国公不准。 向来钦差出巡, 借有定力, 锁过周县, 均有被捕一价银两, 以免苛求茅次。 金太爷何不仍寻旧利, 可免明日多事, 不知遵义如何? 倘若有意, 某情愿先为少界。 支县笑道, 管家有所不知, 想在下一届贫如, 十载寒窗, 轻瞻作破, 铁验磨串。 一朝侥幸, 两榜成名, 世事远方, 两袖清风, 一禽一鹤之外, 别无常物。 家有老妻幼子, 尚且不能接来共享此五斗折腰之素, 其种苦矿, 木带续盐, 而管家量能动息也。 哪有银子来做副驾? 倘若国公不肯做情, 明日吹毛求疵, 亦为父之命述而已。 汤星察见他兼之不从, 遂长叹而出。 回见智伯, 背将言语说之。 智伯笑道, 你且退, 我自有已处之。 次日黎明, 智伯吩咐从人, 摆了队伍, 一对对地来到县衙, 知县随后一致。 智伯升堂坐下, 先点过了书利差异名册, 随换户苍梁三房书利上堂, 吩咐导引到苍敖, 点试苍住米谷。 书利领着米义看敖报数, 抖一当面量报, 果然与清单所开相符。 一连查阅八敖, 并无差错。 又来扎氏谷时, 一阶诏数, 并无少欠。 智伯道, 米谷诏一开列现在数目, 故无少欠, 但不知从前还有亏空的缝。 知县盲打公道, 立有亏空, 共计一万八干石有机。 只是上手之事, 卑职接任之际, 夜以柄上县报名在案的。 智伯汉之, 附道库房查点银数, 亦合现在清单。 智伯道, 一县的库, 只有这些虚知数, 当时前任, 亦有亏空缝。 智伯道, 自正德三年王献龄手上起, 智前令旨, 共亏空三万八千余两, 亦有通报卷宗可惧。 卑职接准移交的时节, 只有这些数目, 并未亲事半死。 智伯不达, 复兴生作, 令个书吏将所有未结案卷报上堂来查阅。 须于, 各书吏抱着案卷上堂, 逐渐报了案由。 智伯点过了数目, 总奈不多一件, 无可如何, 心中转怒, 指着支县道, 你说自道任以来无亏空, 怎么仓库两项均有亏空? 且多过注的, 不是你侵吞, 更赖那里去, 却如此贪末, 要你何用? 渡国肥家, 法难宽纵, 若不正法, 何以诉官方而紧将来也? 吩咐, 左右与我绑了。 左右提其答应一声, 不由分说, 抢上前来, 把薛公的乌纱除下, 五花大绑起来。 智伯请出上方宝剑, 令中军官斩气报来。 左右已将支县促下, 此季似有同城文武在策, 只得自顾自己, 谁赶上前说个宝字? 只听得薛公大骂奸贼, 挟死假公, 网杀民社, 引颈受禄。 百姓观者无不下泪, 而暗恨智伯, 急欲生胆其肉。 此时, 智伯既杀了薛之县, 即令县城陆亨泰, 暂赎县市, 又令人绑之县之最于通渠, 已为打草惊蛇之计。 此日智伯旗马望着江南进发, 前途地方官文之此信, 各个心怀畏惧, 唯恐贿赂不足, 竭尽民之, 以田贪贺。 正是, 坚权善作祸, 百姓尽遭殃。 毕竟后来张智伯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章, 抗拳如打棋牌, 却说张智伯擅作威服, 往杀的薛之县,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 那海瑞领了文平, 带着海安, 海雄一路上水路寂静, 不一日来到省原。 先到藩丝处秉剑, 宴看过了, 然后道任望着淳安县内来。 那学里的生员, 同吟, 都来迎接。 海瑞一一相见过了, 上任逝世, 在学里也没甚的事情, 只好邀了那些生员道来殉尊精益。 所以, 生员们都喜爱他, 说他认真私夺。 一日, 海瑞偶然想起, 我今以德一直在此为官, 却把妻子抛弃在岳母处, 心中有所不忍。 乃修书一闸, 取了五十两银子, 交与海雄回月, 迎接家眷。 海雄领了银闸, 拜辞海瑞, 搭了海船, 望远东南而来。 又说那张氏夫人, 自从丈夫入京之后, 就在娘家过活。 谁知身中以怀六甲, 到了十个月足, 生下一女。 张太夫人好不欢喜, 诸事亲为料理。 满月之后, 取名金姑。 此季, 张氏一面福育女儿, 专判丈夫的捷报。 到了此年五月以后, 还不见一些生息。 吉月南宫适路, 方知海瑞名落孙山。 未及有书记回, 称说流经宿客。 张氏又只得安心手带。 至本年的七月内, 接得京中加信, 使之丈夫不曾得中正榜, 不知为何刀蒙朝廷特赐进士, 改授纯安如雪, 又有百两银子赴来安家。 此时张氏母女喜得眉开眼笑。 张氏夫人说道, 女婿事终不在人下者, 今日果然。 但她如今道任上去了, 量不日会来接你。 过了数月, 忽然海瑞拆了海雄持书而回, 称说奉命来接家属, 并有书信与太夫人请安。 张氏大喜急拆书闸来看, 其掠云别清数载, 求格四更。 性戒福音博得一关。 现在分发浙江淳安县如雪, 虽属冷嘲, 亦敢朝廷格外支点。 自以抵任, 身子性或粗安。 古人云, 富贵不忘贫贱有, 身容感气遭康期。 特前海雄来家迎接, 性急随同道任, 比得一筹处就之劳, 亦少为夫妻之意。 书道之日, 即便树桩。 岳母大人处, 另有丙帖请安, 无庸多极。 此字, 张氏贤夫人装刺, 刚封首书太夫人, 亦将书信看了。 海雄道, 小的来时, 老爷有五十两银子交付小的, 一座太夫人路费, 此项却不用过滤了。 但不知太夫人何日起身, 带小的好去顾备船只。 张夫人道, 择己启程就是。 海雄应诺, 便先行顾备了船只, 专带即日截揽不提。 再说, 海锐自到学任以来, 用心训敌, 又秉之上司, 除了学中几处漏规。 上见家其连能, 大家探赏说, 海提学才干卓义, 可思瞑目。 为他具体, 请改授周县以资为用。 本下, 帝批准了, 发回本省。 该府即便拆开来看。 只见诸批事, 奉旨, 该府所提纯安, 如学海锐, 才干卓义, 堪卫民目, 其改授周县, 以资为用。 所奏如果属时, 卓及出具考语具体, 欲有周县缺出, 即行为属。 如堪至礼, 另提石授, 钦此。 该府看了诸批, 及时发下翻丝, 卓将海锐改住后尾县策内, 听后尾用。 为己, 春安县之县, 以探墨被百姓上控免职, 该府就以海锐为属春安县之县事。 海锐此济身英民舍, 一礼精尘。 凡有心力除害之事, 无有不为。 不必愿闲, 只顾为民为国, 一清如水, 那些百姓爱之有如父母。 上任不一月, 盗贼顿兮, 民歌乐业, 竟然有路不时宜之风。 海锐不但劳苦, 每夜带领二仆改装访茶, 不知拿了多少匪人, 审判如神。 输差为其明察, 不敢欺眼。 百姓好之为海爹, 如婴儿知乎父也, 其一致如此。 为己, 海雄皆家眷之认所, 夫妻相会, 又见了四岁的女儿, 海锐之欢喜, 自不必说。 过了两月, 人传朝廷拆张国公积查, 各省钱粮暗读, 纠查官吏莲莫, 投其大叔奉天纠查四字。 现在朝廷赐他上方宝剑, 十分威俗, 一路盘查将来。 闻得山东历城县之县薛李琴, 一言不合, 为他所杀。 锁过地方供应快马, 十分繁据。 唐有怠慢, 历史有试。 海锐听了探道, 天子为何差这样的人来此, 士族已扰民意? 且自有他, 我这里是没有许多供应的。 过了几日, 临县就有文书遗之, 并有私说, 说是国公之义, 如此如此, 否则必遭参阁。 海锐笑道, 岂有此理? 我一毫也不备办, 看他奈何。 遂命人于前途少叹。 果然不三日, 张府的家人投船来道, 只见淳安县城中十分冷落, 并没有半个人在外招呼。 怎怪那张府的家人气恼, 盛怒而来, 走到县里, 仍是这般冷悄悄的, 那家人就是汤星茶。 当下汤星茶怒气不怯, 来到二堂, 坐在一把椅子上, 大声道, 怎么国公的差事都不备办? 支县到底往哪里去了? 海安, 海雄忍耐不住, 便齐声问道, 架上是哪里来的? 请道齐祥。 星茶冷笑道, 你们在此做什么的? 海安道, 是跟随海太爷办事的。 星茶笑道, 却原来你们既是充当县里的长, 就该晓得官场中里套的。 我们国公是奉旨来积查纠查的钦差, 林献亮有文一致。 你等怎么这般冷落, 莫非欺瞄我们吗? 海安道, 我们这里乃是一个极贫极苦的羡愤, 现在牙中米芯都不服用, 哪里还有鱼巷来供应差物? 只请驾上方便歇虚就是。 汤星茶听了大怒, 愤然而去。 林行恨恨地说道, 你们且看仔细少请便是了。 遂兴兴而去。 再说海瑞在内听, 听得外面喧嚷, 心中大怒, 虽悄悄地走在屏风后窃听。 正听的海安与星茶问答, 不觉得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倾听的星茶寒恨而去, 随即换了海安, 海雄入内, 吩咐道, 世间来的就是张寻暗的家丁, 方才你们与他口角, 比必然迎上前途, 搬弄是非, 要来我先糟蹋了。 你等且到外边私行打探, 国公船只车辆共有多少, 即来回复, 不得有误。 海安, 海雄二人领命飞奔而去, 小心打探。 去了二十余里, 正好迎着张志伯的坐船, 逼一天而来。 海安等故意坐在一只渔船之内, 只顾跟着观船而走。 原来张志伯的船只, 除观船之外, 大小共三十余号, 每一船都是沉重满载的。 海安, 海雄二人看在眼里, 急急走来回报。 海瑞听了, 自损他是从京中出来的钦差, 又没家卷, 虽然不过一两只船就够了, 为什么有许多船只? 想必是装在赃物的了, 且自由他, 看他来意如何, 再作屈处。 郑说之间, 任报张国公差旗牌官胡英来道, 称, 奉令舰到此, 请爷出去迎接。 海瑞道, 国公奉旨而来稽查地方, 本县里应迎接, 亦不过护送出境而已。 怎么拆来的建议, 也要本县去迎, 这款是何人设的? 牙医禀道, 历经周线, 都是这般迎后, 老爷不可抗尾, 国公是不好惹的呢。 如今棋牌现在牙前, 专等老爷迎后, 海瑞不觉勃然大怒, 就吩咐三班牙医, 排班升堂。 这话一传出去, 那三班的差役, 各房疏离, 聚个纷纷上堂站立, 分裂两边。 三班一爸, 海瑞升堂于暖阁之内, 书差们陆续参扣臂, 海瑞道, 今日本县特为本衙们与万民争一口气的, 你等修要畏缩, 需要照一本县眼色行事, 如为, 责格不待。 两旁书差唯唯听命, 海瑞吩咐开门, 传其排入箭, 左右答应一声, 把头以两都大门开了, 大声唤叫, 本县太爷, 这来差报名进箭。 那差官是灌受人家奉承的, 所过周县, 无不产于知, 满以为支县出来迎接, 得意洋洋地站在蜀门。 初听此言, 又以为换别处的差官。 未半刻, 只见两个牙医走上前来说道, 差官, 你怎么耳聋了吗? 如此呼唤, 你却不听见。 如今老爷现在堂上, 立唤你进去说话呢。 那棋牌听了此言, 不觉三师神暴跳, 蹊跷那声烟, 勃然大怒, 道, 狗奴才, 你在这里叙叙叨叨地叫哪一个? 牙医道, 是特唤你进去, 俺家太爷坐了堂, 等你呢。 那棋牌冷笑道, 好大的支县, 带我进去看他怎变, 随大踏步胜怒而入, 海瑞见他手持令箭, 乃起身离坐, 对着令箭拜了两拜, 请过一边供着, 然后复行升坐。 棋牌看见支县复行从容的升坐, 心中大怒, 道, 请问贵县高姓大名。 海瑞笑道, 你既为差役, 不向本县报名扣件, 倒也罢了, 怎么反来问起本县的姓名? 本县的姓名, 已有在那万岁爷前转炉策上, 量不用说你已知道。 你今至此何事, 可对本县说之。 那棋牌笑道, 按奉了国公令旨, 特来着你等预备驸马, 供应船只, 欠夫, 水手等下。 吴德克言, 如为听餐。 海瑞道, 这话是国公说的, 还是你说的? 棋牌笑道, 令在手上, 就是我说的。 海瑞道, 原来如此, 我们县中大荒之后, 百姓死亡者伴, 现在力填之际, 那有闲丁当义, 且请国公自辩罢。 七牌道, 怎么说自辩两字? 你这思想必作厌了这支县吗? 只顾弥天的大胆, 胡言乱语冒毒。 我亦管不得许多, 只要立刻取其一百名欠夫, 又要五十号大船, 前去缴令就是。 海瑞道, 国公的座船不过一支, 那用的百名欠夫, 又要五十号大船何用? 七牌道, 你只管预备就是, 哪里管的许多闲事? 海瑞笑道, 本县自蒙圣恩寿此县以来, 所用一文, 皆动之库下。 金尼勒要如许传之, 将来的开销, 却在哪一项上? 这却不能从命, 若是国公的座船虚人牵揽, 本县就立刻都帅众以当差变了。 七牌哪里肯依, 骂道, 放屁, 哪里来的偌大温官, 谁敢抗围国公令旨? 你赶下座来, 与我去见国公, 算你是个好哈的。 说吧哈哈大笑, 海瑞听了大怒, 说道, 哪有如此大胆描法的差叶, 胆敢在本县公堂之上大模大样, 左右与我拿将下去, 重打四十。 两旁差叶答应一声, 起来扯其牌下去, 正是浮游人自作, 一旦失威严, 毕竟海瑞可能打的那期牌佛,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章, 赃国公为贤其境, 却说棋牌出言不逊, 挠了海公, 吩咐牙役, 托翻在地, 重则四十大毛板, 然后说话, 左右答应一声, 立即上前, 不由分说, 将棋牌摔到阶下, 按着头脚, 一声吆喝, 大叫行仗, 打了尸板。 棋牌咬着牙根, 只是不肯求饶。 海瑞看了如此, 大骂牙役畏惧, 不敢用力, 便亲离座位, 夺过板子, 尽力打去, 竟不计数, 约有五十余板, 打得棋牌叫喊连天, 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教导, 好打, 好打。 海瑞怒怒气未消, 令人取过链子来, 自己与其排队锁着, 吩咐退堂, 一同来见智博。 却说智博的船只业已傍岸, 所有县署成手补牙, 聚来迎接。 智博既登了岸, 却不见智县, 便问个官道, 智县何处去了? 却叫本决道哪里去住? 补牙贵禀道, 本县因要办公室来迟, 量级来也。 画上未必, 只见棋牌与哪支县对锁着, 一路迎上前来。 智博见了, 不知什么意思, 便吩咐县官, 快上前问话。 智县即便上前禀键, 智博道, 贵县为甚于本决的棋牌共锁。 请道齐祥, 海瑞道, 只因贵差来县, 乐要备办公应, 并要欠夫、 传之将卑职的公堂闹了。 所以, 卑职将贵差打了, 对锁着来见国公请罪。 智博听了, 心中大怒, 道, 原来如此, 且到县里说话。 吩咐先将两人的锁开了, 随即来到县衙, 升堂坐下, 传之县问话。 海瑞昂然而入, 打工臂, 视力于策。 张之伯道, 本决并非私行, 乃是侵奉圣旨, 击查天下仓库暗毒。 所到地方, 离应侵奉些驾马。 所以, 本决遇到之处, 欲将另见船之前途, 以便你等备伴。 贵县何故, 竟将该差痛则, 岂非辱苗本决吗? 海瑞道, 上司往来, 地方官迎送出境, 此事自然治理。 但贵差倒数, 乐要欠夫百名, 大传五十号。 想此计正在农夫丽田之时, 本县百姓皆是耕作实力的。 请客之间, 哪有百名人来? 况且小县地方, 一时焉有许多船只, 故此, 卑职略为推延, 以为敢办。 而贵差则擅作为事, 公堂谩骂, 七秒观掌。 故此, 卑职将他责打, 以警将来万起恕罪。 智博道, 本厥乘船而来, 每县只当送出本镜, 便要换船, 难道不该密船的吗? 那船只又大, 尽因东汉水浅, 必须用人牵揽, 使得过去, 难道欠夫也用不着的吗? 至于船只五十号, 自有本厥的东西装载, 故此开明树木, 以免滋事。 金归县一些不曾预备, 又将我的拆棺则打, 明明是七秒本厥, 本厥难道没有斩支县的利刃吗? 海瑞从容禁约, 国公刚到虽利, 不诸无罪之人。 卑职自利刃以来, 一向奉公守法, 并不曾虐民媚上。 金国公既侵奉圣旨纠插奸邪, 盘查仓库, 皇上之义, 本是卫民, 金国公至此, 士族已扰民也。 卑职不自揣夺, 有言奉告, 扶起荣肃一言, 即死亦明目。 智博道, 你有什么言语, 只管说来。 海瑞说, 且说朝廷拆工抚恤天下, 问民疾苦, 纠查官吏, 一盖之两眼。 功身为大臣, 养和众爵, 自当养体胜以才是。 怎么动以由其先行, 百般烂乐? 所过周县, 勒令补哲夫嫁淫若干粮, 饭食前若干粮, 又仍负乐要酒食, 传之, 夫马, 否则以天子之命而携制之。 周县既劫营资财, 民意备及劳苦。 然从无不取民之官, 一旦营半不齐, 必至多方搜阔。 万民之高, 饱其贪贺, 此起身为大臣者之事也。 切为功不取矣。 智伯听了, 满面羞残, 不觉怒发冲冠的大声作色道, 何物知献, 感接我短处。 吩咐左右推出。 海瑞极止之道, 死故不可辞, 然亦有说。 智伯问道, 还有何说? 海瑞道, 卑职开罪民工, 罪故应死。 而民工受贿百万, 又当如何? 智伯道, 你却哪里见来? 海瑞道, 三十余号沉重满载之船, 内是何物? 智伯道, 三十余船, 乃是凤皇上特遇, 沿途采买下的瓷器、 花盆等物, 怎么说是脏物? 海瑞道, 皇上大内所需各项器皿, 立有各省尽奉, 和劳胜率, 特意寻边大臣采买, 而起天下之一心业。 智伯被海瑞这一句说话道住了口, 却无言可答, 怒道, 这是本决之事, 不要你管。 海瑞道, 明公说是不要备之来管, 备之亦要与皇上算以算账。 明公自出京以来, 所过周县, 多者二三万, 至少者一万余两, 统计所过周县一千有其, 记葬百万不止。 此事只恐明公他日归朝, 未免招人物议。 今海瑞既已问罪, 量亦难逃亦死。 但死亦要聚奏天子, 彼之海瑞曾一语国家出力, 死且不休矣。 即从秀里取出一个算盘来, 对众人算计道, 明公一路而来, 大约共有赃私三百余万。 智伯满腔惨怒, 只恐海瑞认真, 纵然杀了他, 也不得干净, 遂笑道, 你这丝, 我看来乃是疯癫的。 吩咐从人赶了出去。 海瑞大笑道, 这是卑职的公堂, 明公要赶卑职到哪里去呢? 且请息怒, 海瑞不过与明公戏言也。 智伯就成绩道, 虚属戏言, 下次却不可如此, 免人看见, 只当是真的一般。 本觉且助你的雅鼠罢。 海瑞道, 当得如命, 但避暑爱窄, 恐不足以稀从者, 奈何。 智伯道, 不妨, 只本觉与三五亲随在内, 其余稀在外边, 不搅扰贵县。 海瑞应诺, 便请智伯入内, 致花厅住下。 海瑞并不相陪, 一面提犯审讯。 少请, 家人搬了四味荤菜, 两盆素菜, 一碗清汤, 一壶水酒, 说道, 家爷现在公堂审案, 不得奉陪, 忘记公爷恶罪。 智伯看了, 不觉哑然而笑道, 你家太爷, 既有公事, 只管自便罢。 虽将饭略用半碗, 连酒也不吃。 那亲随的人, 亦是这些饭菜, 个人肚里好生不悦, 然见主人都不言语, 也只得忍耐。 智伯背着海瑞, 当着众人抢白一场, 心中大怒, 便唤亲随来吩咐道, 你且到外面, 看着海瑞坐肾够当, 急速回来报我。 亲随领命, 悄悄地来到外边, 只见海瑞正坐在大堂, 提了一干人犯, 在那里审问。 亲随见了, 急急回来报知, 智伯便思到堂后窃看。 只见海瑞口问首批, 请客之间, 把己案的事一一了结, 无不心服。 智伯回到花厅, 自思此人果有浊然之才, 只是可惜了, 不得斩其祭祖。 又转念他今日如此行径, 倘若认真与我作对, 这便如何是好? 看来他在此地觉得民心, 如此能连耿介, 必定一些破绽都没有的。 我却拿什么来参阁他? 一味地胡思乱想, 自不必说。 再说, 海瑞把公事办完, 退了私牙, 换了海安吩咐道, 你明日可领着三班牙役, 共二十名, 在码头听候。 明日他启程之时, 本县却与你等牵缆就是。 海安道, 小的们当差牵缆, 固然本该的。 但老爷身为民目, 怎么反去做此下见之事? 极此牙役, 亦当无当差之理。 老爷何不换那各处的地堡前来, 吩咐叫他, 立传数十名民夫就是。 海瑞道, 这是什么话? 现今秋收之期, 何道将此登场, 若是抽取他, 如何防守相望? 倘有侍妾, 岂不枉了他们数月劳苦? 这却使不得。 你只管依我去做, 不必多言。 海安应诺, 急到外乡唤起差役, 将海瑞的言语对他们说之。 众义听了笑道, 我们在本县也当了十数年的差, 并未曾见待民当过夫役的。 不特不会, 一切施了衙门威风。 樊大叔带回一声, 只说病无力, 求太爷令换民夫就是。 海安道, 便是我意这般说, 怎奈老爷不依, 说是恐失浓物。 你等只管伺候, 明日老爷也来相帮我们呢。 众义听说是太爷都帮着牵缆, 不敢择生, 只得应允。 次日, 智伯天尚未明即便起身, 海瑞便来参业, 并请盘查仓库。 智伯道, 贵县的仓库定然是够足的, 不必查验了。 本爵就要骑马了。 海瑞道, 粗利知犯, 一往民工一保。 智伯道, 昨夜打搅不安, 及时吩咐骑马。 海瑞也不强流, 相送出了县衙, 来到码头。 智伯下了座船, 张辅家人正在那里乱嚷, 说是没有欠夫。 海瑞急于海安并拆一等, 一同下了水, 把绳头牵着。 那些百姓看见, 齐声道, 岂有此理。 本县太爷是我们的父母, 怎么都来当仁夫, 要我们何用? 大家都跳在水里, 说道, 父母大人请上岸去, 带小人们来牵揽就是。 海瑞道, 你们且去修房了大众的农物。 百姓祈祷, 父母大老爷说哪里的话来, 我们当夫是应该的, 怎么要连累太爷受苦? 随其将揽头牵住。 智伯看见, 吉令人传海瑞上船, 谢道, 贵献如此爱民, 真乃社稷之福。 本决回京, 自当奏圣上, 圣官夹集。 说吧, 吩咐开船而去, 连百姓也不用牵揽了。 满城之人, 无不赞叹。 不说海瑞回牙, 再说张志伯一路寻查过了, 即日回京复命, 先将赃物陆续搅到严府。 事实, 严嵩已为城乡家大师, 权倾人主。 当下严嵩换了来人讯问志伯行径。 志伯家人道, 家爷一路都以照中堂的言语行事, 有清单斗上。 严嵩急令取来观看, 只见河南省供得白银53万, 涂丸气共112箱。 山东省供得白银42万, 涂丸气共39箱。 浙江省供得白银36万, 涂丸气共7箱。 江西省供得金条58条巡抚送, 白银40万, 涂丸气共76箱。 江苏省供得白银60万粮太昌送, 涂丸绸缎共100箱。 广东省供得黄金120条观叉邓丙春送, 杨中表共180箱, 翡翠西石念珠两副, 杨获匹头500箱, 白银共70万。 其余各省巨市六十万, 土物不等。 严嵩看了大喜, 立即吩咐言二, 诏述收住, 待等至伯父子后, 再为瓜分。 正是夏命名合力, 宝田贪贺中。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夏回分解。 第二十章, 圣天子闻奏灼欠。 却说严嵩看了清丹, 满心欢喜, 吩咐家人, 严二照单查收, 且赞助库, 待等张志伯见过了皇上, 再做道理。 按下不表。 再说, 张志伯次日早朝, 珊瑚陛下五岛壁, 帝此平身, 为劳备至, 问曰, 清道各省, 目所及者, 风土如何? 志伯道, 各省良道, 君属平平, 人民一身安妥。 帝幼问道, 天下官吏最官紧要者, 即是周县。 周县有私民之责, 县令贤否, 即百姓优乐所系。 清丽各省, 曾见有一二罪称连戒者, 罪称滥抹者否。 可谓朕言之, 志伯自存道, 海瑞如此雕强, 我却引他人精, 徐徐徒之, 以绝后患, 有何不可? 乃成剑奏道, 陈奉陛下圣命, 寻查各省, 所过周县, 无不悉心访查。 山东历城县薛李勤, 贪莫民怨, 臣府入山东之境, 即风闻其事。 吉底历城, 系家祥训, 该县供认不讳。 臣于审得十句后, 吉恭请上方宝剑斩之, 民皆称快。 吉至浙江, 由蜀淳安县之县海瑞, 广东穷州人, 由儒学改任之县, 在任连届, 且爱民若子。 臣到淳安时, 正至汉浅之际, 来往传之, 皆须牵览。 臣到县时, 又执农忙之后。 海瑞则免民之意, 公帅差以家丁, 并自己待民牵揽。 臣亲自谓谢志。 臣见如此天下之大, 若能连届职者, 推海瑞一人而已。 若以之居策近近, 必有可观。 帝文奏大喜, 及其吏部缺策官月, 只有刑部云南司主是圆缺, 帝即将海瑞名字注之策上, 斥力不支兆。 张志伯即谢恩而出, 来到严府与严嵩相见, 彼此未老。 三巡查罢, 严嵩笑道, 庆家出此一差, 不知费了多少心力, 才得如此可谓能事已。 志伯道, 在下自从出京以后, 一路上巡查而去, 莫不心胆皆味。 为之浙江淳安, 那县令十分较强, 与在下抗拒了一番。 不知他怎生的厉害, 所有沿途收受的礼物, 比亦得知, 要与在下算账, 显现被他弄个不好看。 后来只得勉强吞下气去, 将多少言语才得开交呢。 严嵩道, 这样可恶的支县, 庆家就该力请上方宝剑诸之。 志伯道, 在下意识这样想, 只因海瑞再献爱民如子, 该地百姓竟知有如父母, 若聚杀之, 唯恐激变。 故不得以隐忍之, 令寻妙策除之。 是才朝见皇上之计, 曾以海瑞俱奏。 天子爱及财连, 及时提了云南司主事。 业已斥力不支兆了, 不日海瑞来京。 那时却似其短, 因而杀之, 方为权戒。 严嵩听了大喜, 急吩咐家人备酒。 一则与志伯接封, 二则庆功未劳。 二人在习, 又说了许多各省漏臂, 彼此一问一答, 指引之午后才散。 严嵩邀了志伯, 到后花园来坐定, 把所得的赃物分为两份。 志伯道, 此物就暂计在大库, 待在下陆续来取, 不然只恐招人惬意。 严嵩点头, 志伯珍重而别。 再说, 海瑞自从送了张志伯之后回衙, 从此更加恩惠于民, 民月为之死。 不两月, 朝廷有恩指道, 生酌不曹。 海瑞望缺泄气, 即便打点入京妇人, 此时百姓闻之, 借来挽留。 海瑞道, 非是本县舍的你等, 只是朝廷之命, 不敢推言。 自古君命照, 不似嫁而行, 此之谓也。 但愿你等守法奉公, 父训其子, 兄缅其弟, 稀为良善, 共乐此生平之福, 则本县大有厚望者也。 说吧, 不觉掉下泪来, 百姓亦随着哭泣。 海瑞将印信送予新任, 随即启程, 带着妻子, 一路往北京而来, 水速风餐, 小行夜住, 废止一日。 到了黄兜, 暂且瞧玉。 此日即到吏部禀道, 吏部收了首本, 急令妇任。 此季, 海瑞领着妻女, 竟无处可住。 那部里向有主事攻陷, 只因年元久轻, 满地荆棘, 却要修整收拾, 才能助人。 海瑞换囊色至, 哪有银子? 此时张老儿已死一久。 那里汉林散馆后, 生了边修, 海瑞只得又到他那里告代。 李边修正在拮据之时, 勉强带位打算了几两银子, 海瑞才得掠盖茅房三船, 安顿妻女。 记上了人, 便要上衙门夜见。 第一紧要就是丞相, 海瑞去了一连五朝, 只不得见。 你倒为何? 却因严二把持宅门, 凡有官员出自并见者, 必要三百两门包, 否则任你十天半月, 也不能见他。 丞相怪将下来, 又不是当耍的, 所以内外的官员, 每每都要受着严二挟制。 海瑞次日又来伺候, 严二危坐, 门房之内, 只得忍气吞声走上前去, 把自己的手本地上, 裴笑脸说道, 二先生相反通传一声, 说着刑部主侍海瑞求见丞相 已经数日万往方便。 严二将那手本置在地上, 说道, 好大的主侍, 二先生是你家养出来的吗? 怎么要与你奔走? 好没分晓, 一些事也不懂得, 还不快走。 一顿言语, 说得海瑞红了脸, 觉得没趣, 走了出来, 坐在大门外板凳上, 一肚子的气。 海安看见主人这般光景, 问道, 老爷因甚如此气恼, 莫非见了严相, 有甚的糟蹋吗? 海瑞叹道, 见了严相, 受些气也罢了, 只是白白受了那严二的鸟气, 实属不值得呢。 他说我不知分晓, 你倒有这等可恶的吗? 海安道, 老爷有所不知, 世间小的打听的一件事来, 正要对老爷说之, 那严二是丞相的心腹家人, 把持宅门, 凡有内外的官员, 出自禀见丞相者, 三百两见面门包, 另需送与丞相的餐业礼, 那就说不定一万八千, 至少都要上签, 没有就不能得见丞相。 怪将下来, 说是七秒了他, 及时对力不说之, 除名挂合, 这等厉害。 老爷不知其中漏弊, 故此连来几朝, 都不得见。 且恶气恼, 回去再做道理。 海瑞听了探道, 年古之下, 木无法记如此, 地之任用小人, 书不觉察。 岁与海安同回, 张氏夫人问道, 老爷见了丞相有什么话说? 海瑞只是摇头不答, 不禁叹息。 张夫人看见丈夫如此, 心中疑惑, 直到他为了什么不适之处, 便思问海安。 海安被将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逐一告诉, 张氏方才晓得。 烧请用饭之际, 海瑞只拾了几口, 就放下了。 张氏道, 老爷且莫烦恼, 此事上压下的事了, 烦恼已无意的。 还需打算到里面 并肩了才好, 不然这个官就有些不妥呢。 海瑞恶然道, 你却从何而知? 夫人道, 问海安故得其情。 海瑞道, 想我一介穷官, 那得这些银子与他。 前日收拾这三间茅房的银子, 还是在里边修处借的。 事情如此艰难, 京中又没甚相好, 可以挪借得的。 我一拼这顶纱帽不带, 索性与他做个见识。 夫人道, 老爷, 你休将卵状时, 自取破王。 想你实在寒窗, 磨穿铁验, 才得这关。 今日为什么是, 就拼了这个前程? 若是知者, 便道老爷不阿权贵, 有等不知者, 还思向议论, 说是老爷在任滥墨, 至此免官而归。 还是忍气待时的为事。 海瑞道, 夫人之言故属爱我, 但幕下如何错办呢? 夫人道, 妾子归中既有数年, 现有白爷二百, 业已随贷在身, 已被老爷不识之需。 今愿奉君前去坐至, 不知可能够如数否。 海瑞道, 还差一百, 另有餐业里不在其数。 夫人说, 若得尽见就是了, 那言相干父万有, 那里争你这一份薄礼。 况他看见你这样狼狈, 量以原有的。 金缺一百, 且有金首饰, 料可抵数。 老爷一总拿了去, 暂应此即如何。 海瑞道, 去了这些首饰, 夫人却那里得来士兵呢。 夫人道, 我向来不带的, 你只管拿去。 随唤金姑去取来。 金姑此时年已八岁, 破识人士, 说道, 母亲好好的东西, 怎么拿去与人。 夫人道, 你那里晓得, 没了这些东西, 你的爹爹就保得住这顶纱帽, 不然没了官, 只怕连饭都没得吃呢。 快去拿来。 金姑道, 做官才有饭吃, 难道爹爹当日未做官时, 就不吃饭的吗? 夫人怒道, 小孩子嘴巴巴的, 就要逃打呢。 海瑞叹道, 可知此物如此可爱, 这难怪他。 因对金姑道, 我儿你且去拿来, 为父的自有一个主意, 报馆就带回来, 与你就是。 金姑道, 爹爹说过的, 休要失险。 海瑞道, 说过就是。 金姑随即进去, 少请捧着一个小河出来道, 在这里, 拿去罢。 海瑞接来, 觉得沉重, 揭开盖一看, 只见盒内放着一对珠花, 一对金串, 一对金尔圈, 一只扁簪, 另有一对冬珠, 结成蝴蝶样的边花。 海瑞道, 这些东西量可抵的, 夫人可将那二百两拿得出来, 及时救去。 夫人进内, 把两袋银子拿得出来, 交于海瑞。 海瑞换了海鞍上来捧着, 别了夫人, 望着丞相府而来。 施言二正在门手坐着, 海瑞看见, 便上前笑脸相问道, 二先生用犯否? 言二只是不理, 海瑞又道, 二先生, 丞相可曾退朝回府否? 言二道, 退了朝又怎么? 海瑞道, 在下有个小茶冬, 竟送上二先生买杯茶吃, 相反通传一声。 随在海鞍手上拿了两袋银子, 上前笑嘻嘻地送予言二。 言二皆在手内问道, 多少? 海瑞道, 足二百两。 言二听了, 忙把银子置在地下, 笑道, 你真是顽皮, 哪一个不晓得这里的规矩, 三百两, 少一毫也休想见呢? 说罢便欲转身。 海瑞急上前说道, 二先生不必动怒, 另有商量。 言二道, 你商量了再来。 海瑞道, 即此就与二先生商量。 随向海鞍手中拿那个小盒子, 递语言二道, 在下意识能错办, 尚缺一数, 尽有些虚之物, 量可底数, 忘记二先生一观看量如何。 言二岁揭开来看, 见是些精气首饰, 他本来不稀罕的。 只见那有一对珠花, 那珠子却也圆营得好, 言二心中大喜, 便道, 既然如此, 我只喝酱就罢。 遂收了。 随道, 太师的餐业礼呢? 海瑞道, 见了太师, 自然面诵。 言二道, 只是太师少气在万花楼上, 你且在此候着, 带太师起来, 我去个遍, 替你通传就是。 但太师的礼, 是少不是的。 海瑞道, 这个自然, 不需费心。 正是, 任他兼巧技, 自有主持人。 毕竟海瑞见了言松, 有甚说话,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章, 海瑞节换囊乳像。 却说, 言松退朝回府, 用了早膳, 自觉身子困倦, 到万花楼上睡膝半食, 谁知一觉直到魏克方才起来。 言二势力于策, 言松洗了脸, 家人随将八宝鲜汤浸上。 言松一面吃着, 问道, 今日有甚事情。 言二乘机进道, 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侍海瑞丙剑, 随将手本呈上。 言松忽然触起张志伯之言, 虽勃然怒道, 他是几时上任的, 怎么这时候才来秉贱? 言二道, 是本月初五日到京, 初六日上任的, 即到今日已是半月。 但该园在外一连后了十余日, 只因太师有公务, 小得不敢通传。 言松道, 这海瑞前在淳安时, 颇有巡礼之声, 你们修授他的门礼。 言二道, 领命。 言松吩咐传见, 言二即来门房, 见了海瑞说道, 海老爷, 你今日好造化, 恰好太事起来了, 今传你觐见。 若见了时, 只说三日后即来秉安, 只因他有公事, 门上的不敢通传就是。 海瑞应诺, 随着言二来到后堂, 转弯抹角, 不知过了多少座园亭, 方才得见。 言松在那三饮亭上, 平以微坐, 旁边立着失于美貌的鸾桶。 海瑞即便屈前参业, 行了亭餐之礼。 言松问道, 久门贵司连戒, 颇有人声, 故天子特迁不曹, 以资左智, 辱其免之。 海瑞打参道, 卑职一介贫如, 吕氏不定。 牛蒙皇上格外书恩, 特赐额外禁食, 急受淳安如雪。 受命之日, 梯等未安, 唯恐无才, 有田觉知。 父蒙当道, 以瑞财勘致献, 即以淳安献改寿。 卑职道任, 唯有饮水如孽, 使情使慎, 以欺养父圣意而已。 何其疏欲评价, 申和太师格外提窃, 得受私职, 实处意外之性, 深感云田之恩。 自愧浅薄莫财, 辜负勘于, 扶起太师附加训惠, 则卑职使敢再造致恩义。 言嵩道, 此事天子之义, 与我何干? 你且退去罢。 海瑞复达义公道, 卑职有个为取下情, 不揣冒昧, 敢禀太师丞相, 不知可容诉否。 言嵩道, 有甚事情, 只管说来。 海瑞先谢过了罪, 虽说道, 太师大魁天下, 四海闻名。 金父左君, 总理数武, 谢礼阴阳, 调和鼎鼎, 天下无不仰望, 以为酒并榨得良衣, 苍生皆有起色。 卑职左岛经来, 妇人后, 及到太师府秉剑。 谁知太师家人颜二, 自称颜二先生者, 每逾内外官员初次秉剑, 必要勒令三百两银子已坐门礼, 否则不肯通传, 还称太师设有归席, 每逢参业者, 必要千金为寿, 否则必捏以他事, 名挂合章。 以此协制, 莫不结囊公治。 似此, 则声名扫地。 大抵太师丞相, 皆为察觉所致, 如此小人弄弊, 太师岂可孤容。 还望丞相详查。 严嵩听了海瑞面揭其短, 心中大怒, 本欲发作, 直恐认真, 遂故作欢容道, 威先生言, 击被这小人捂弄。 但不知先生来时, 严某可有勒索。 海瑞道, 若是没有见证, 卑职焉敢混说。 严嵩道, 他却娶你的多少? 海瑞道, 需要不多, 不过卑职倾家相送, 上前一百两。 尊管还不满意, 不肯带传, 又以威严恐炸。 卑职自念一顶无杀, 虽然不是十分紧要, 但是实在寒窗, 妻女万里从苦, 故意有所不忍。 卑职妻子苦父师官, 不得已尽将归中金释交与卑职, 持送尊管作底, 尚费多少屈服之气, 使得相通。 今日得亲颜色, 亦非小可。 然卑职从此衣食俱进, 丞相却将何以训会。 严嵩听了, 不觉满脸红一块轻一块地说道, 岂有此理, 这奴贞欲轻献我也。 先生且赞少作, 荣某训之, 如果属实, 则当正法, 绝不稍事孤容也。 海瑞道, 习性成贯, 太师当以好言劝之。 严嵩越发大怒, 即便换了严二进来, 骂道, 你充当本牙家丁, 有的你食, 有的你穿, 这就是了。 怎么在外瞒着我, 如此滋事? 你知最佛。 严二见海瑞在旁, 又见严嵩发怒, 量是为着此事发作, 只得跪下说道, 小的自盟爷收录以来, 无不遵法首分, 并无过失。 启爷明示, 亦死亦甘心。 海瑞在旁, 却忍不住插嘴道, 你休要瞒太师, 你世间受的是什么东西? 严二立声道, 你看见什么东西? 无端在我主人面前缠赞。 严嵩鹤道, 休得多言, 我且问你, 海主是现在告你私收门包, 可有吗? 严二道, 没有。 海瑞作色道, 明明二百两, 另外一盒金器, 竟我亲交于你手上的, 难道白送了吗? 严二被海瑞支对着, 量不能抵赖, 乃道, 我们当家人的, 上则靠着主人赏赐, 下则仗着你们老爷们赏风。 是才蒙老爷赏得, 如今献放在门房里, 还未曾娶起, 怎么就在主人面前残害? 既然老爷舍不得, 就请拿了回去就是, 又何必捏造这言语? 海瑞道, 可是有的, 如今当太师面前还我便罢, 不然恐太师执法如山, 不能稍宽你以。 严嵩在上, 听得真脏正贼, 只得斥骂道, 不孝的奴才, 怎么大胆厮授人家赏赐? 还不拿来, 当面搅环主是老爷吗? 严二不敢再说, 只得急急走到门房, 将那二百两银子, 并小匣一起捧将出来, 跪着道, 这就是海老爷赏于小的之物, 今当面海海老爷, 算是小得多谢海老爷赏了。 严嵩笑道, 你是一个家奴, 怎么销售得起? 这却是海老爷故意与你做耍, 你怎么却认真了? 快些送还海老爷吧。 严二急忙将银子拆事, 交还于海瑞。 海瑞接转, 便向严嵩拜谢道, 多蒙丞相破例相赠, 使卑之贤结无记忆。 严嵩明知其言刺己, 故作欢容道, 先生勿怪, 玄当整治此奴役, 立即吩咐家人备酒, 与海瑞叙话。 海瑞告辞道, 卑之乃是部署威员, 民工乃朝廷集品, 焉能忘本。 至此告辞, 严嵩道, 偶尔变饭, 吃一碗去。 海瑞只是告辞, 坚持不从。 严嵩道, 诸事不合, 齐先生包含, 赶望后报。 海瑞唯唯, 慈谢而归。 暂且不表。 再说, 严嵩打发海瑞去了, 急唤颜二则骂道, 你怎么这般糊涂? 我原说过的, 叫你不要收他的礼物, 怎么净收了? 如今却被他当场出丑, 好生没趣。 想我自立刃以来, 只有是鸭鱼人, 并不曾烧出训言。 因为你却受了一肚子的鸟气, 真是岂有此理的。 严二刀, 老爷且吸雷霆之怒, 暂宽抚跃之威。 想小的自从跟随老爷以来, 鱼自巴人。 所行之事, 无不与老爷商拙。 自爷登侍以来, 向舍利归, 无不领尊, 唯未见这个海瑞如此混账。 他世间胆敢毁谤老爷, 何不立即参奏了他, 以景将来。 严嵩道, 海瑞为人刚之忠正, 且不畏死。 唐比愤然叩昏, 臣理你我是非, 则朔载之劳苦心力, 一旦为之尽负东流矣, 你不见前者张国公之事也。 此极可为前车之建议。 严二道, 张国公奉旨纠察天下周县官吏贤否, 仓库虚实, 又何闻海瑞之事? 小的时所不知, 启爷鸣训。 严嵩笑道, 亏你还是一个宰相的家人。 前者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周县, 是奉旨公带皇上巡姓, 还有谁人敢烧抗逆? 所以美国周县, 派令府县供应银两, 一路拒接遵办。 围到浙江时, 海瑞初属淳安之县, 不特不为公映, 且骄傲, 国公道县, 亦不为礼。 即张国公发怒, 则弃不公之谦, 彼则昂然不肯少屈, 竟与国公抗衡, 并面斥国公之妃, 还要与张公爷算账。 后来张公爷看见世事不好, 恐怕当场出丑, 只得忍气吞声。 后来还说了多少好话, 才得开交。 张公爷尚且如此, 何况我府尽在禁援, 他虽直奋卑微, 然乃是一个不曹, 若是央求一个尚书, 侍郎亦可以上奏的, 所以世间我也让他。 今后你等再羞惹他, 我自有主意, 徐徐徒之。 言二应诺而出。 从此, 言松心中邪恨海瑞, 千仇百计寻世陷害, 此事后话。 再说, 海瑞回衙中, 妻子蒙上前问道, 尸体如何? 海瑞道, 信喜不致失信, 遂患海安, 仍将小盒子交还小姐。 金箍接着, 喜不自上。 张夫人道, 且喜见了言相, 这顶纱帽方保得稳呢? 暂且暗下不表。 又说那张娘娘, 自蒙皇上宠爱, 在公三载, 产下太子, 皇上十分欢喜, 遂有立他为后之意。 尚未发言, 而皇后已死。 此计天下臣名挂孝, 自不必说。 到了小祥, 皇上升殿, 聚众文武商议, 欲立张氏为后。 石言松在旁奏道, 陛下立后, 乃天下之大事, 何无一女可当圣义者? 贵妃张氏, 乃出身微贱, 依附士快之流。 既蒙陛下立为贵妃, 则张氏之姓有过于望外者。 金陛下若预测为正宫, 不特该妃微贱, 不足以配至尊, 且恐臣民窃矣。 扶为陛下司制, 如陛下再续鸾交, 当于葛臣仔之家, 临选其四字拒权者侧之, 名正言顺, 谁曰不然。 弟听奏不悦, 道, 镇子别嫁微远入居久五, 亦犹微而显。 今日之事, 虽乃士快之女, 然功荣言得, 弥所不邪。 市镇以来, 端庄严谨, 旷以生太子, 镇策改为正宫, 清和建祖。 遂及日策张氏为皇后, 立其子朱某某为太子, 即迁于昭阳正院居住, 封妃母仇氏为荣国夫人, 班兆不告天下。 严嵩心中不悦, 看官要知道, 他为什么不悦之意。 原来嵩有生女, 姓郝明清廉, 年方一十七岁, 生得清诚之色, 修花之貌, 诗赐歌赋, 无所不晓。 居至贤雅, 寻世神仙中人。 其父好秀, 取松之子。 好秀曾为不伴, 携妻在京。 即严嵩的官之计, 亲戚来往。 未及好秀病死, 其子亦相继而没。 好青莲十年十四, 无所依靠, 松岁皆归府地, 养为己女。 三年间, 妻女长大, 更自超凡的美媚。 松日西府玉, 爱如长珠。 诗言大内乐不女, 教以歌舞, 满望尽于皇上, 以顾己之宠。 怎奈皇后尚在, 张妃之宠未衰, 无戏可成。 今皇后己轰, 正欲尽献, 胡帝要策张贵妃为后, 故此严嵩从中见祖。 岂知天子不听, 决意策略。 松心中不悦, 恨恨回府, 自私有此机会, 又被他人占去。 如何不恨? 正是, 不如一世纪偏巧, 有心之人恨贬多。 要知将来严嵩果能把生女进入功否, 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章, 严嵩献生女霍君。 却说, 严嵩久欲将生女清廉禁于天子, 今见其至不遂, 便恨恨而归。 回之府中, 不胜忧闷, 自私, 我着意许久, 用了多少心血, 才得清廉戏安歌舞。 今一旦大师所望, 如何是好? 千丝万缕的, 再不能算的一个好办法出来。 忽然想起, 兵部给是赵文华素有学问, 为人多谋足智, 心与我相弃, 何不请他到来商议或有计策, 意味可知。 遂吩咐家人, 拿了一个年届卷地的明帖, 到兵部中来请赵文华过府闲话。 家人领了明帖, 便一进来到兵部攻卸, 见了赵文华, 将帖子地上, 置主人之意。 赵文华看了帖子, 急忙衣冠, 随着来人急驱向府。 石严松早已令人预备下酒言在那万花楼上, 松却在花亭相后。 文华来到花亭, 见了严松, 急急上前打工请安。 松一手挽起, 相邪到万花楼上, 分宾主坐下, 家同献上龙团相名。 赵文华公身道, 寻日是忙, 不曾到府上问安, 最甚, 最甚。 不知老太师相照, 有何训誉。 严松道, 闲暇无聊, 特邀先生与我一谈。 文华道, 屡扰尊厨, 醉酒保得, 不知何日贤劫。 松道, 先生何必客套? 自古相识者, 天下之心无几人。 今我与先生同朝, 慎妾肃怀, 故无事之际, 竟邀先生闲谈。 文华就要拔斩。 松道, 先生真是常坐客套也。 遂对卓于楼上, 彼此劝仇, 背极欢畅。 松道, 昨日皇上遇在侧后, 朴玉以小女奉敬, 不亦今日以立张贵妃矣。 此却先后只差一刻而, 成为恨事。 文华道, 昨文太师曾见来, 怎么皇上如此固执? 松道, 皇上以张贵妃有子, 故立之。 文华道, 张贵妃出身微贱, 帝氏不察, 将来何以母仪天下? 成不可结也。 松道, 我预送小女进宫, 但此刻张贵妃以正招扬, 且帝爱其子, 顾重其母, 躺不肯纳, 如之奈何。 文华道, 金官帝亦丹于酒色者, 当以继而知, 自无不纳之礼。 松阴问其戒, 文华道, 金皇上与太师乃是忘形之君臣, 来日早朝, 成见奏请帝国相浮赏花, 帝逼不推。 若是驾临, 太师则盛世女乐, 静庄小姐而出, 使之拔斩尽传, 择抵必乐。 酒至半憨奏之, 必然允纳的。 松大喜, 盲谢道, 先生真妙计也, 急与痛也而别。 此日早朝, 帝问严松道, 近日市中米嫁如何? 松奏道, 金春雨水充足, 气候适合, 正是丰调与顺。 各处河道丰足, 真所谓一和九岁, 十足为丰年之庆也。 帝喜道, 若此, 则朕无忧矣。 松乎万岁, 道, 陛下幽民若此, 故上天特将丰年, 此苍生有幸, 臣等不胜欣喜之志。 继此生平之时, 臣敢公亚六龙过臣帝赏花, 小显君臣之乐, 不知有当圣一否。 帝大喜道, 久闻相国园内加雅, 朕美玉一丸。 金相国有心相邀, 明日必至, 唯恐有泪青儿。 松茫谢道, 陛下圣驾一临, 草木生辉。 臣不过水酒一杯相敬儿。 帝应允, 松慈谢而去, 回到了府中, 急请文华道府, 请他布置。 文华应命, 便急换了严嵩的家人, 要纳一见这一项, 顷客之间, 摆设得如花团锦簇一般, 水露并沉。 玉江生女青莲修士, 又令个女乐玉仙打点。 至此早, 松聚朝福伺候。 至五刻, 只见黄门官飞奔而来, 称说圣驾起行, 已离正阳门, 将刺到了。 松吉令人鱼路焚香功颖。 少请, 只见黄伞飘映, 远远望见鸾架。 松吉手捧玉龟, 跪于地下。 那侍卫一从, 一对对的不知过了多少, 随即有女乐十六人, 一派声歌嘹亮, 一对香炉过去, 就是鸾鱼。 松吉山呼万岁, 弟子平身, 松伏地而行, 一直来到内堂, 方才下雨。 弟坐鱼当中, 松复山呼五岛。 弟子坐稳道, 轻居此地几年。 松道, 蒙皇上天恩, 陈炳均衡鱼资三载, 居此不绝三年矣。 弟孝道, 光阴四箭, 日月如梭, 轻与阵相处, 屈指不绝将近十载矣。 松谢道, 臣已一介拥鱼, 虞蒙陛下知欲书恩, 不辞超拙, 唯有赤心一眉, 以报陛下也。 须与, 炎炎其辈。 松以小臂金车坐地, 另两个美人千拽已行, 来到万花楼, 果见优雅不凡, 囧书人士, 俨然摇倒穷台, 及大内义无如此不止。 地心甚喜, 赞道, 此事神仙之府, 朕焉得长处此也。 松谢不迭, 赏完了一番, 随即登楼, 那楼高树刃, 更且四面窗扇, 皆以剥离为之。 其中诸动凋梁, 字不必说。 松景帝坐于当中玉龙蹲上, 帝仰望无际, 青山远迭, 绿水盈回。 正是, 欲穷千里井, 更上一层楼。 当下帝官跳良久, 不觉心旷深矣, 松吉亲自拔斩。 虽有女乐衣食于人, 皆衣秀起, 由头粉面, 真如锦簇花团一般。 为首一女子, 更觉美艳飞长, 立于诸女之中, 如鸡群之鹤, 以春葱捧饿, 跪险席前。 帝注释良久, 不觉神为之当, 孝道, 清真乃神仙中人也。 贫以目视之, 松城见晋曰, 此女有福, 得见天言, 亦亦实之大幸也。 帝孝道, 此女不见太真, 朕欲为三郎, 为沈成相肯见会否。 松曰, 此臣女清连也, 今年十七岁已, 尚未有问明者。 然蒲柳之姿, 恐不足尽谢圣宫。 帝孝曰, 司空见惯, 故已如此, 使苏州刺史断肠几回矣。 丞相勿裂, 松吉与清连齐乎万岁, 当喜谢恩。 帝大喜, 吉次清连平身, 命人以小车先载入宫。 与松畅饮一番, 然后回宫。 松直护驾至宫门方回, 毫不欢喜。 赋予赵文华, 引之月上东墙, 方才各散。 至此日, 文帝急于是西在翠花苑流姓严女。 松得了这个喜信, 以千金谢文华之妙计。 从此与文华更加相后, 格外另眼相看。 不一月, 将文华改捉行不郎中, 暂且不表。 又说严氏清连, 自从一日得地宠幸, 便坐进百般艳媚迷惑人主, 地宠之日身, 遂被严氏所获, 藏在严氏院内。 为几月策严氏为上阳院贵妃, 宫中称为严妃, 十分宠爱, 严无不从。 严妃便预谋为皇后。 誓章后失宠, 地听信严妃朝夕禅赠, 遂决意废章后而立严氏。 群臣闻之, 多有上本祖建者, 地址留中不发。 八年五月, 地域温德殿, 以皇后本是草女, 不得母仪天下, 废为庶人, 立言妃为皇后。 群臣不敢赴见, 张后遂被废矣。 严氏吉利, 因见张后有子, 恐他日字不能立, 乃父禁约, 皇后愿陛下身矣, 不如仍父立之, 恕无后患。 地问, 何出此言? 严氏道, 张后愿陛下之费, 比为庶人, 心身欠怨, 口出不公之言, 待其子稍长, 即当复仇, 故宜避之。 地怒慎, 及时求张氏母子于冷宫, 永不许朝见。 可怜张后并无失德, 一旦为奸妃所害, 求于冷宫, 不见天日。 时太子年已三岁, 日夜啼哭, 后甚幽之。 宫中之人, 无不怯叹。 海瑞文之, 即上本身奏, 劝帝复礼章后, 其内有云, 太子久以处为清宫, 天下所供之也。 今一旦被废, 怯恐无以, 取信于天下。 为陛下司之等语。 帝文奏不悦, 只念海瑞向日连借, 况又是正言, 乃批其本尾云, 揽奏背息。 清中心未震, 然是已更, 岂可覆乎。 孤隐图之, 不负清一也。 如其隐之, 海瑞见了批语, 探道, 谗言获主, 虽有忠言, 皆因意而已。 海瑞不觉已再不三年, 应该报声千拙的, 只因严嵩记其曾上过奏本一世, 心中狠恨之, 故特不谦瑞之官。 瑞不以为义, 唯愿天子早日醒悟而已。 帝既获于严氏, 自然重信严嵩。 此时嵩未及人臣, 帝宠信无比, 乃尊嵩为国诈。 嵩便四行无忌, 朝廷大小事务, 西归嵩首。 凡有声千降调一切, 皆秉自于嵩, 然后入奏。 嵩又令之群党, 以赵文华为通政司。 石张智伯已为陕甘提督, 嵩欲以智伯为护卫, 遂奏请撤回智伯为京城兵马都督。 这却是京城总管, 掌理九门军马。 智伯既得了恩命, 即日启程赴京都。 仙道严府请安, 随将礼丹城上。 内开的是, 锦州大瞻毯一张, 黄州杆子一百楼, 宝石如意一枝, 珍珠如意一枝, 碧玉宝带一围, 金弓弃五剑, 西洋十中一对, 锦段千端, 水晶莲一挂, 玻璃罩身镜, 二面高九尺厚五寸许, 紫岭香, 换火不一丈, 玉马一匹高五尺, 有轮子能行走, 转动如生。 严嵩看了礼丹, 唯喜的是那张大瞻毯。 笑道, 扑音万花楼高大, 冬月遇得一方瞻毯铺于地上, 以便暖坐, 止苦无此大材料, 常以为汉。 金剑此毯, 量与风之宽窄, 不差什么。 智伯道, 丞相是扑在楼上, 看是如何。 松吉令人斩, 开扑在楼上, 果然一些不宽, 一些不窄, 眼如定制的一般, 遂大喜道, 莫非亲家凉过了的, 然后命人知的吗? 智伯道, 然也。 松笑而谢之道, 亲家真知我心也。 遂令人备咽, 相语畅饮, 敬花而散。 正是, 只因心爱处, 即便遂怀来。 后来张志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章, 张志伯举见庸才, 却说张志伯赐早入朝, 朝见以帝, 帝令平身, 宣上殿来, 为劳必问曰, 陕甘一带近日如何。 志伯奏道, 陕西一省兴赖宁安, 为梁州一度陷于善善之谊, 彼时有窥视之心。 甘北界临胡帝, 胡义图入角。 臣到任后, 及时加巡警, 言斥数事, 所以守欲言而信, 无从其耳。 此乃陛下弘福, 国家之姓也。 帝喜约, 清可为能理而善智者也。 今清来经, 不知守者可如清万依否。 智伯奏道, 臣奉恩命之日, 即在各营镇少内悉心临选。 插有中营中镇胡方, 年历精壮, 善得俯首之法。 且待君士有恩, 人乐为之死, 陈将军误令其赞署, 后陛下检放才干兼优者赴任, 以资谈压。 帝道, 此任慎重, 非速安抚至之缘, 不可胜任。 清亦何人可当此之? 智伯道, 陈关才干兼优者固不乏人, 然非在外重镇, 及家府都城, 恐不能一役。 陈福建相国足地言员, 年父立强, 安小智道, 具有王左之才, 孙吴之略。 现为驾不郎, 这人可当此任。 陛下誓诏之, 面寻其治理之道, 必有可观。 否则, 陈干受欺君之罪。 帝约, 轻为设计之计, 举贤财, 见忠良, 乃大臣之礼, 振慎加上, 何罪之有。 遂令黄门关, 持节道相辅, 勋赵延远, 明日早朝见驾。 黄门关领旨去弃, 帝及对张志伯道, 明日及臣, 及当皆应认是可也。 随此欲如意义之, 飞于带一个。 志伯山忽谢恩出巢, 急忙来到乡府, 恰好严松正在书房用膳。 张志伯进见, 松吉请同吃。 志伯道, 饭且自吃, 特为君报喜而来。 松问, 有何喜事? 志伯便将帝问彼答, 现在检方令帝远老兄, 以拆皇门关持节来宣, 明日早朝必见, 即为大将军的话说明。 松文言反决不悦, 道, 蒙亲翁美意, 特为涉帝吹嘘。 但涉帝自江西来, 诸事未安, 仆无奈以一职而激起身。 仅忽然因此大任, 直恐福圣, 成不免画蛇天族, 似此如之奈何。 志伯尚未击达, 仁报皇门关凤杰智, 请爷快出阶旨。 松吉川朝福出至中堂, 跪接圣旨。 皇门关口宋圣旨道, 献据张志伯奏宝丞相足弟严远, 有王左之财孙吾之略, 震慎佳月。 特着皇门关持简道宣, 轻宜携帝明日早朝必见, 朕令有违请, 无言。 亲此, 严嵩谢恩已毙, 向皇门关谢过了老。 皇门关道, 恭喜相国, 令地金城特照, 必有大缺简放, 可喜可贺。 松谢道, 乃尊使福必所致。 皇门关作别回朝, 父弟不提。 再说, 严嵩打发天使回宫, 即来与智伯商议道, 明日设帝入朝, 知恐皇上面寻其束手方略, 设帝如何能答对得来。 怎么是好? 智伯道, 太师不须忧虑, 可令人请令地来此, 徒自由已较之, 必不知物事的。 随幼这人到府中取地于徒来, 二人领命, 分头去弃。 少请, 严嵩来道。 二人相见弼, 智伯便向他道喜。 原道, 何事可喜? 岂及是之。 智伯道, 二爷玄作大将军以, 岂由未知业。 遂将如何使墨, 背戏说之。 严嵩听了, 惊呆半赏, 使道, 谬成亲翁大人吹嘘, 恐仆有父所见, 如之奈何。 智伯道, 不妨, 且作片时, 自有分享。 言未必, 家人取头来道。 智伯展开悬壁上, 乃是一幅地理图, 上载着陕甘两省的山川关爱形式, 以及路径显耀, 一一均有助角。 哪里为最重要之地, 何处是充帆之区, 只摘清楚, 历历如见。 智伯道, 二爷明日到了那里, 必要先整是哪里, 又此即哪里。 细细为之解说, 再三指示, 言缘莫记于心。 智伯又将如何答应束手之道, 赴为开说。 言缘亦细心计之。 松喜道, 非清翁之大叫, 真弄巧反卓也。 故为言缘曰, 你莫记之, 无致临时遗忘可也。 原当面称谢, 松吉命人取酒共酌, 智伯辞道, 献奉圣旨, 扑明日上任。 扑上有事, 指恐明日, 不能相从二军入朝, 兴武见怪。 遂辞去, 言松孔元不能记忆, 是西境不放言原规, 将图形屡屡指点, 夫令其诵读注脚之语, 直至四更, 实习片刻。 刚转五更, 兄弟双双抖走朝一, 令家人提了将龙, 一静入朝。 金鸡三唱, 天色渐暑, 呼闻景阳中三响, 各内市民边境殿, 各文武分班立着。 松语元二人跪于阶下。 少请, 玉香音韵, 一派音乐, 两行宫女及许多太监, 拥促着地声殿, 坐于九龙秀墩之上。 文武山乎已毕, 地令卷连, 宣言松, 言原。 二人山乎万岁, 屈上玉前, 脑浮金界。 地次平身, 二人谢恩起立于龙书暗策。 地故言松曰, 此及你足地也。 松奏, 乃臣帝言原也。 地随问原道, 清县居何值? 严原福奏道, 臣献冲驾不狼之之。 地孝道, 智薄渐轻之采高, 朕今日当斩你祭足。 朕欲以轻为闪甘提督诸君, 轻料能守此佛。 可谓朕言之。 圆顿首道, 臣乃一介庸余, 毫无知识, 谬蒙章兜督过语。 臣不才, 唯有竭尽忠诚, 以报陛下高厚于万亿儿。 至于首辅事宜, 非可以预定者, 见机而行, 欲时而尽, 辅则不失为讨, 讨则仍赴为辅。 辅讨两道, 即至礼之道, 成非臣所能逆料者也。 帝文元宇, 大喜道, 真将才也。 大将在谋, 今清德之矣。 朕欲以权粮为清, 清其误负朕义。 严元顿首道, 臣无才无实, 臣孔福克圣任, 有负陛下委托之重。 帝道, 清之才, 朕已知智。 即以严元为干粮总督诸君士, 赐上方箭, 即日起行。 袁九顿谢恩出巢, 二人好生欢喜, 少请就有许多官员前来道喜, 此计言言恰如山音道上, 竟然应接不暇。 此日, 赵文华即以千金为寿, 另有明马玉带之类, 相送袁家住, 文华可谓善于屈炎富士者。 世家竹臭, 何不知耻若此? 我甚为之昔矣。 或曰, 不然, 公太于府, 故有此说。 今日之做官而享富贵, 非昔日之赵文华也。 指之为彼夕, 我亦以公不及文华矣。 可发一笑, 严缘既受恩命, 即日打点赴任。 吏部那边, 急着差人送了文杂, 并上御训旨过府。 严缘则即启程, 一路上的供应迎送, 所过周县官吏, 无不攒眉吞气, 俨然先日之清算张国公也。 暂且不表,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海瑞在部, 不觉四年有余, 备及取劳。 二次报公, 皆被严嵩驳回, 不许填报卓役, 且美誉寻戏献之。 只因海瑞办事小心, 又并无一些破绽, 松顾无从下手。 时章之驳在京城, 恐怕海瑞见地, 即败露其故恶, 故美劝严嵩隐忍, 总不牵其官爵, 势必不得见地。 因为如此, 瑞又再不眠于。 一日, 人传严嵩与帝干粮总督言员, 常有私书来往。 松子是藩, 年方十五岁, 终日在外嫖荡, 适事凌人。 昨日在于翠沟兰院饮酒, 一语不合, 酒后使性, 竟将怨娘击死。 知县前去相宴, 拘问临人, 方知是事番所为。 知县竟不敢跟踪凶手, 反把师母扣押, 令其尊一领埋。 如此似横, 种种步伐。 海瑞听了叹道, 似此则, 小民受害者, 恐无宁日矣。 但自己观之卑微, 直尺天言, 无由地见, 心中烦闷。 直步稍暇, 乃过李淳阳边, 修处闲话。 李汉林言至内唐, 彼此谈论。 说起朝中之事, 海瑞凯然曰, 皇上信任严嵩, 则设计将见轻微矣。 项羽未必, 忽然传李士读倒拜。 李淳阳道, 海兄且少做片刻, 带小弟陪了课来, 再来续谈。 海瑞笑道, 既有贵客制, 请自便罢。 李淳阳拱一拱手, 往外陪课去了。 且说海瑞独作无聊, 虽将淳阳的书籍翻阅。 看了几本, 不觉一本书内, 有一小时而加在其中。 海瑞展开来看, 却不是别的, 乃是严嵩的列记十二款。 纸件上写道, 第一款, 二年春三月, 松在通证任内, 窥见顺程门章 《遗境之女美媚》已是取之。 其父母不允, 松逢献令已横视线遗境于遇。 松因取其女为测事, 阻隔其父母往来。 遗境忧死于遇, 竟其悬翼屈恨而死。 松孔女为父母复仇, 业意死其女已灭口。 第二款, 松改卓刑部尚书, 凡有天下府院所资命道个案, 必取押资银若干粮, 否则驳斥。 第三款, 松在刑部尚书任内, 逊江南一家三命之案, 凶手有才, 令人贿赂严嵩, 以白银三千为寿。 松受之而反其案, 是死者暴汉九泉。 五年九月是也第四款, 松迁丞相, 家太师, 日益四横, 目无君父, 把持善砖, 所放之官, 布满天下。 六年五月, 松以太保留然不为己用, 遂脚趾收之, 杀于狱中。 第五款, 福建闽王某, 因无公务于地, 亦无松会, 松即赠于地前, 称闽王不共, 便有不臣之意。 民省帝皆翻译, 孔王为患, 劝帝早除之, 免自后患。 帝乃次敏王死。 松副使该地方官, 抄及王家谢经, 以肥己囊。 第六款, 松善亏上义, 每遇帝喜, 必按奏之, 比当于某人好, 他人歹。 帝为松颜世信, 升降不明, 朝廷解体。 第七款, 松有心故宠, 欲为交房之妻, 以生女欲为己女, 特请帝至府中献弄, 古独君上, 陷害张后以及轻弓, 皆废为庶人, 现今优于长门宫。 第八款, 松与部军统领张志伯, 结为党羽, 又为儿女之亲, 屡屡宝剑, 直至风绝, 出镇大洲。 金妇奏地调毁, 总长九门之药, 其居心更有不可问者。 第九款, 松与主侍赵文华友善, 朝夕筹谋, 欲为己用, 超卓文华通正之职, 千卓游心, 目无君上。 第十款, 四家官官客税, 以宝贪贺。 第十一款, 放纵家人炎二, 刻薄重力放债。 第十二款, 府地款式, 仿昭大内, 而更极其心巧, 渐月有罪。 海瑞看了, 随大喜道, 有对张了, 即极极地收于袖中。 正是, 看明十二款, 拼得一身亡。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张, 海主事奏臣列记。 却说, 海瑞见了严松列记十二款, 便急急笼入袖中, 竟不辞而去。 回到管狱, 展开再看, 欲加恼怒, 拍案探导, 如此国贼, 若不参奏, 淑妃为君为臣, 忠君爱国之心意。 遂及作稿剧奏, 将这十二款劣迹书载于内。 其奏稿云, 刑部云南司主事陈海瑞, 称皇称孔, 其手遁守, 谨奏为国贼专权, 官民被害, 急请颜旨, 立出横报, 以安臣敏, 以敬天下事, 窃见丞相严松, 身应重禄, 身负国恩。 自蒙陛下书卧以来, 不辞千拙, 以郎官建生通正, 玄酌尚书, 赴蒙格外书典, 亲家太师直贤, 义禀均衡。 既松自及帝氏事以来, 屈指未及十载, 以县美功禅, 遂至未及人臣, 从古未有之幸。 礼当节中报国, 以达高后。 然松自得宠以来, 日四暴虐贪力, 性成残忍。 甚至门庭如是, 大开脉官欲绝之权, 公用贿赂, 罔顾王章, 直党数微, 其心莫测。 小人人为心腹, 君子示弱叩仇, 善杀大臣, 私访官职。 如其足地言员, 从御来经, 白丁得止。 傅令其儿女庆家, 现在九门总督之章至伯, 谬家混剑, 乍应重镇, 因托以代志伯回京, 以便结成一体。 文武之权, 西规松之掌握。 成欲为国家, 而为不赎谋矣。 陈寿国恩深重, 虽胆恼徒弟, 亦难养达高后于万一。 独此国贼专善四横, 情难哑忍。 不揣冒昧, 仅列松例行列迹, 条列于左, 以计陛下殿查。 岂将严松革之拿问, 交三法司拟议。 则国家姓慎, 臣民姓慎矣。 仅据确实已闻, 臣不胜待命之志。 激烈国贼严松列迹, 共是二款。 功成御览。 次日武庚, 海瑞穿了巢服, 竟驱朝禁地。 那友同僚见之, 问曰, 先生从来不曾驱朝, 今日何故驱朝? 有何大事? 海瑞道, 朝廷乃臣子臣说厉害之地, 但有事急得驱奏。 功何必多问, 自便罢了。 那同僚见他如此强白, 自觉没趣, 遂不再问。 烧请, 金钟响亮, 地声殿, 文武随班朝贺, 山湖舞倒闭。 海瑞月班而出, 府府金街, 奏道, 陈行部主侍海瑞, 由本冒奏陛下, 扶起刺揽, 臣不胜, 兴神之志。 地图见海瑞在街前, 手捧奏章而跪, 乃令内侍取来观看。 地揽月良久, 自作陈吟之色, 乃传指道, 轻且退, 振自有处。 竟将奏稿纳于龙袖之内回宫。 文武看了如此光景, 皆不知何故退出朝房。 有来问讯的, 海瑞笑道, 此乃机密, 少请辩见。 众阶疑惑不定, 只得个别回去。 海瑞一别重而回, 鱼路大喜道, 躺蒙天子准了此本, 则与臣民除害, 纵锐一死, 也是值得。 回到嘶牙, 又抚欢笑。 张夫人便问其何以慎喜, 想必要千声观之吗? 海瑞道, 千知道是小事, 所可喜者, 业意参奏了严嵩矣。 张夫人听了, 不觉大惊失色, 老爷为什么疯了? 海瑞道, 好端端地办着正事, 为什么说我疯了? 张夫人道, 若不是疯了, 难道死活都不晓得吗? 金言松视清人主, 严权着手, 你竟敢参奏他, 岂不是以卵击石, 自取其死也? 海瑞道, 言松虽然势大, 但比自犯法, 理当成创, 怕他责慎。 夫人道, 虽则犯科作奸, 律有名条, 然比女县为皇后, 我料老爷不能与比抗横也, 孤待之罢了。 海瑞道, 夫人且自宽心, 我以一介贫儒, 受恩深重。 金剑国贼不奏, 何以仰达圣主弘此? 纵为奏松而死, 亦所明目。 夫人悟言, 不说海瑞夫妻之话, 再说家境地秀了海瑞奏稿, 回至宫中, 与皇后严氏官看到, 你父为官不轨, 至被庭臣参奏, 轻易如何? 严后便俯伏在地哭奏道, 臣妾之父, 代下过言, 是以不得重心, 故而由此一端。 夫妻陛下查知, 妾与父不胜兴慎。 地约, 虽云不得于重, 而本类十二款, 款款有据, 朕若故为弊位, 未免过于偏袒。 今当批行庭臣, 秉公确训, 却适宜于承审之缘, 彼此开解了事就是。 遂提玉笔, 批七本尾云, 海瑞所奏, 如果属实, 即应研究。 这三法司会同秉公确训, 如有稍须, 即加倍反作, 以警将来。 严嵩, 海瑞, 急并押发收审, 三日拒付, 承审官吴的稍存袒护。 钦此, 这个旨意一出, 随差了两名内侍, 分头到两处压交, 延后再败谢恩不表。 再说, 那三法司是太常四卿, 刑部尚书, 光鲁四卿, 见兵部侍郎。 你道, 那三位是谁? 太常四卿刘本茂, 刑部尚书郭秀之, 兵部侍郎陈廷玉。 当下三法司接了旨意, 急命庭位提人, 谁知猪票未出, 内侍早已将两人送到。 郭秀之急命权进刑部私欲看守, 悬牌明日听审。 二人交到刑部私欲处, 依此分开看守, 自不必说。 在讲言后打听三法司乃是某人某人, 急案令小内侍将三份礼物, 悄悄地送予三人, 至主方便。 三人却不敢收下, 违对使者道谨遵一指而已。 郭秀之平日是与言松相好的, 心中自然要坦毙, 又有娘娘之旨之主, 月要回户, 即来见陈廷玉道, 蒲官此案, 乃海瑞愿恨言太师不牵其官, 故而有此一端。 金凤一指, 还当羊体圣意为事。 陈廷玉道, 只是海瑞所奏十二款, 似有雀具, 如何偏袒得来。 只是皇后既有一指, 等待临时见机而行, 就是秀之称善。 二人一同来见本茂, 被以此意告知。 本茂含糊应允, 然心就不平, 孤应之而已。 少请升堂。 三人坐下, 吩咐左右, 先请严松问话, 石松以轻衣小茂, 来到堂上。 三人略略起身拱让, 便令人取大殿, 铺于地上, 让松坐下。 秀之问道, 闻得太师与海瑞有戏, 不知是否。 言松道, 海瑞与某相不通问, 有何仇戏? 此事是海瑞愿某不牵其志, 故而冒奏, 稀图泄愤, 为三位大人查之。 秀之道, 太师之言, 如见其心, 且请自辩, 松懈而退。 秀之急患海瑞到堂, 海瑞一世轻衣小茂, 朝上打工。 秀之却不让座, 便问道, 你告言太师十二款, 可有缺俱否? 海瑞道, 言松专权网上, 四报自衡, 欲绝卖官, 职微数党, 公行贿赂, 天下之人, 无不深知, 何为不阙? 秀之道, 你却不揣冒昧, 但凡大臣有罪, 朱庭臣会贤振奏, 你乃是一介威元, 折敢妄奏国妻, 你知罪否? 海瑞笑道, 夫贼子乱臣, 人人得而诛之, 又何怪一不知威元也? 海瑞受国厚恩, 事已死报, 今间陈渡国, 正瑞报主之时也, 虽断手捐躯, 义负和汉。 秀之道, 你既有雀具, 能指其人否? 海瑞道, 不能一一指出, 但不论皇城内外, 无人不知此一十二款。 秀之怒道, 既未能指十具, 岂不是冒奏吗? 官司必有他人主使, 不然, 这十二款从哪里得来的? 海瑞道, 人人皆知, 却是哪里没有。 秀之道, 听此口词, 不打哪肯招认, 吩咐造力扯下去掌嘴, 本貌极止道, 且慢。 海瑞主示, 你此事却从何处得来, 亦不妨直说出来, 否则徒手敲略, 忠意要说的, 此非达事所为也。 海瑞听了本貌之言, 存思道, 有理, 想我一时粗糙, 竟不审辩真伟, 遂闻于上。 今被郭贼问得无言可答, 何不供出李汉林, 亦得他来做个确证。 便道, 此十二款, 却从使馆得来的, 难道还不确凿吗? 秀之道, 使馆所载的事实, 皆入于金藤柜中, 你焉能取得。 此又是胡说的。 海瑞道, 现从编修李淳阳书籍中得来的, 如有不信, 可疾传李淳阳来问, 便可以见其却早已。 郭秀之笑道, 原来是你与李淳阳捏造的, 且戴下去。 左右答应一声, 将海瑞促下。 本贸对二人道, 海瑞之言, 必有来因, 可换李淳阳来问, 便知端的。 即令廷尉官网唤淳阳。 且说淳阳哪里知道此事, 郑宇克对弈, 胡家人报道, 不好了, 不知海主是怎样把老爷的密室宣泄于帝之前。 今日奉旨, 令三法司会训言, 海二人, 谁知这位海主是, 却把老爷攀扯在内。 如今三法司已拆了廷尉官来请老爷, 现在堂上请爷去相见。 李汉林听了, 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便丢下了棋子, 急急出来迎接。 那廷尉官见了淳阳, 将来已说之。 李淳阳道, 不知海公为这甚事, 攀扯在下, 功可稀奇情否。 廷尉官道, 原来尊驾还不知道吗? 那海主是前日将严相参奏一本, 聚奏十二款, 帝级批发三法司会审, 在堂上供出态使来的。 我们且到那里再做记忆可也。 李淳阳道, 赞荣入见妻子一决, 廷尉官应允。 淳阳入内见了妻子, 被江上向事情说之。 其妻末世大惊, 且祈祷, 君家今日此去, 可饱生回否。 原家住, 末世之言, 使料夫无生还之礼, 故以此问之, 使激烈之语。 淳阳道, 夫人莫要卑忧, 此去即不能生还, 义无所悍。 但我再生一世, 只有一子, 年上未惯, 一生只有这点骨血, 你当善是之, 无负我亦可也。 莫夫人道, 夫妻之意, 父子之情, 自不必说。 老爷且自放心, 吉人天相, 量意无妨的。 此时李公子在旁, 见了这般光景, 道, 父亲不必如此恋恋做儿女态, 生死有命, 又何迟疑之有。 淳阳听了大喜道, 好。 好, 有你如此, 我死一鸣目矣。 岁出外与廷尉官, 同道三法寺堂上去了。 正是, 忠臣能有忠臣子, 强将麾下无若兵。 为之李淳阳此去刻得生还佛,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章经十笔而入手, 却说李淳阳听了儿子李寿阴一番激烈言语, 岁愤然就行, 同着廷尉官, 一路望着三法寺衙门而来。 廷尉官进内秉之换道。 郭秀之便吩咐, 且后明日随堂待至, 当下廷尉官将李淳阳带回看守。 至此日武堂, 一干人证据道, 三法寺生堂微作, 先带李淳阳上堂。 李淳阳看见秀之在座, 叹曰, 我必死已。 原来郭秀之与李淳阳同在汉林院时, 两不相目。 淳阳最比其为人, 故相作。 当下秀之见了, 分外掩明, 俨然问官一般, 微服善作, 乃把朱笔来点李淳阳之名, 树立在旁高声喝点。 李淳阳心中不愤, 也不答应于他。 郭秀之连点三次, 只见李淳阳不应, 乃怒道, 何物书带, 如此大胆。 法堂之上, 尚敢如此较强业。 淳阳笑道, 实不敢自负, 但见名字殿氏传炉之日, 经圣天子玉笔点过, 至今无人呼唤。 不予为你等所乎, 大齐, 大齐。 秀之玉怒道, 你自视为太史, 不服王法吗? 淳阳道,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有功受赏, 有过领罪, 何敢不服王法? 但我之名讳, 非你得而呼之者也。 本貌看见如此, 艰难过亦, 遂从容道, 李太史之言, 怕不由理。 为功既以奉堪, 不得不如此。 淳阳道, 此事奉之佛。 本貌道, 亦非奉旨, 然是有因, 固执勾涉太史, 和太于过之。 且说现在是罢。 阴问道, 刑部主是海瑞, 冒奏言太史一十二款, 奉旨发在法唐厅刊, 作以言训一切。 为海主是不能立旨事迹, 致使再三言训, 称说一十二款, 乃从太史家内书籍中简出, 不知国有此否。 淳阳听了, 如梦初诀, 方知海瑞私自取了他的秘奸俱奏, 乃道, 一十二款果是严嵩实在列界, 但不知为海瑞所道尔。 本茂道, 太史身为史官, 凡有文武内外成功, 以及大内一切贤否之事, 均应逆间金贵, 何乃疏忽致此, 为海主是所道。 忽略之旧, 直恐难辞。 淳阳道, 严嵩所犯十二款, 乃是确具无疑的, 故此直输于史册。 为恨一时未曾放入金贵, 不律为海瑞所道。 忽略之旧, 故无可辞意。 但严嵩身为贵妻大臣, 犯科作奸, 不知可有罪否。 本茂道, 太史犯法, 自然皆与民同罪, 无实据何以为案。 太史亦态造次矣。 淳阳尚未击打, 只见秀之大怒, 拍案赤道, 你为史官, 不积实际, 动辄丙比乌捏, 罪有应得, 你亦知否。 淳阳道, 有无反复, 禁属公言, 则朝廷可以不必设使馆矣。 秀之斥曰, 朝廷设立使馆, 愿以直谱之臣, 愿以书载纳亭臣贤否, 岂容你一人在内五文弄墨, 以伤正弃也。 若不直贡, 直恐毛板无情, 悔之不及矣。 淳阳道, 事属确切, 须与死不矣。 秀之大怒, 便欲行刑。 本冒道, 玉堂金马之臣, 未曾有受辱者。 如果属实, 应聚奏天子, 当明正法。 公切不可因一时之怒, 辱吉仕途, 为将来者愿。 秀之怒气未息, 斥令发在庭位看守, 吩咐退堂。 退入司牙, 与二人商议道, 姓喜纯阳不能实指的确, 此案似可规避, 不知二公之义若何。 陈廷玉上在无可无不可之间, 为留本茂不允, 说道, 若返使馆之案, 则实不刚见, 皆不足信仪。 独步与连贤会稿, 郭秀之看见留本茂不允, 乃思以陈廷玉名字, 连贤巨父。 其父稿云, 陈郭秀之, 陈廷玉等谨奏, 为尊旨一副事, 妾臣等奉斥着三法司刊问 刑部主侍海瑞参奏太师严嵩一案, 臣等遵级会合, 秉恭确训。 县剧主侍海瑞共称, 与太师相无交往, 义无仇怨。 为太师自禀均衡之后, 海瑞日望其提制迁制, 如是者隐望数载, 不得迁拙, 遂以为怨。 故与汉林编修李淳阳谋献, 捏造福岩, 寄贡一十二款, 稀图重伤之。 精臣等再三延训, 实口不已。 宣传李淳阳道志, 据称依与海瑞同乡, 更兼童年, 子李之情, 故多来往。 淳阳自散管后, 改授编修, 心意畏足, 乃向严太师求卓义卓千试读之缺, 而严太师以正言则之。 淳阳诚孔有罪, 遂思先重伤之, 以灭宰相之口。 顾特晚兴部主事海瑞来家, 故以一十二款, 作为偶尔搜减, 冒昧尚臣, 被此稀图瞒听, 贡献私奋等情。 再三延训, 监工不讳, 肆无顿事。 臣等福察力载, 下辽以私院上司, 捏造福岩, 寄予重伤者, 守犯一斩主角, 从则免官, 仍致以家障之罪。 臣等未敢善辩, 仅将金训过缘由, 拒时拒负, 扶起皇上锐剑, 训施遵行。 臣等不胜待命之志。 这副本仪上, 天子看了, 唯不见有刘本茂名字, 心中疑惑, 乃命内士敲地宣照刘本茂进宫, 细吻原委。 内士领了秘旨, 来到刘本茂私底宣照。 恰好刘本茂正因昨日锅, 臣二人连赴之事, 存思海, 李二人, 本是为国之城, 今一旦为锅贼所诬陷, 眼见得身手易处, 我岂可袖手旁观。 况我亦是奉旨的, 既不连奏, 亦当令赴才是。 于是在窗下作稿, 书善正了, 要代名早面成玉兰。 胡佳仁报称有天使志, 本茂匆匆衣冠出营, 沿入书院, 让正面坐下。 查吧, 本茂道, 天使光匠, 有何圣誉? 忘记事志。 内士道, 是因天子看了刑部尚书 郭秀之等附奏本章, 圣心疑惑。 又见奏章上并无大人名字, 故此特差咱家前来, 宣召老先生进宫问话呢。 急请速行。 本茂及与内士同道宫中, 见地于青云宣中。 帝正将沉, 郭二人, 复奏看月。 本茂尚简俯符, 口称万岁。 帝赤平身, 随此袖敦。 本茂寇谢臂, 帝问道, 惠逊海, 炎之案, 轻易再列。 金氏飞君无定者, 轻右部签名连奏, 却是为何? 莫非其中另有别情佛? 轻当为朕言之, 无始网纵, 以朝平云可也。 本茂奏道, 陈凤指会看海瑞参奏言松一案, 以得其情意。 只因姑秀之, 陈婷玉二人任情偏断, 故此陈不敢签名, 以坏陛下之法。 金陈令有查勘言, 海二人实情, 巨父小折成懒, 遂在秀中取出一折, 成于帝前。 帝展开一看, 纸件上写着, 太常似臣留本茂锦奏, 为巨十巨父, 以欺胜见识, 臣妾查海瑞, 向与言相并无仇戏, 而瑞姓顾耿直, 每恶其为人, 常有参奏言松之心。 但以威缘, 不获赌天言为恨。 故虽有奏松之心, 而无可成之戏。 五中隐忍, 非依日矣。 瑞偶过汉林编修里, 纯阳家闲话, 是有客来访, 纯阳便出款有。 海瑞独留书斋, 久坐无聊, 偶检阅纯阳案头书籍, 不亦见纯阳祭松列祭, 共依十二款。 瑞见之易怒, 遂有参奏之机。 及时不别而行, 连夜修成奏章, 伸走陛下。 其忠君爱国之心如此。 而李纯阳送客后, 亦不曾绝。 吉瑞在唐供出 纯阳所记之事, 臣等及传一道问, 一字不颤。 此乃海, 李二人之实情。 但纯阳身为史公, 自应甚是, 何得以国家密室, 存放家中暗头, 殊数忽略, 难辞其咎, 何以泄露机密律制罪。 其主是海瑞, 无有罪, 无庸置意。 不知有何胜亦否, 浮起皇上财处。 臣不胜, 兴慎之志。 仅表一文, 帝看臂, 迟疑未决, 负问道, 清和贝德其情, 若此真确。 本茂道, 臣于训审之后, 思道庭位处, 扣其真情, 是以知之为确。 帝听了沉吟不语, 良久乃道, 轻且退, 振自有疑处之。 本茂辞谢而出, 不表。 又说那家境得看了两处附奏, 只见各执一词, 较之本茂所承似尽情理。 然松有此依十二款, 难怪海瑞参奏。 诸臣不迁一字者, 乃为松之事, 而坚口结舌。 信有主是一人为赈夫臣, 不然则听松蒙蔽不已。 方语批发, 将松阁执至罪。 誓言是来道, 府府皆下, 口胡万岁。 弟子平身, 便问道, 清何至此? 言是气道, 切父不得重心, 被海瑞诬陷, 作文庭臣多有附会之者, 为陛下查治。 弟道, 清父向与朕后有, 金父为国妻, 虽然坐监放科, 朕当幼稚。 但海瑞所奏一十二款, 得知使馆, 是难反复, 如之奈何。 言是道, 使馆有事, 则不该宣泄于外, 即此可建议。 譬如陛下立法之事, 使臣亦可任意谢业。 李纯阳忽略机密, 罪无可顿, 愿陛下先诛纯阳以警将来, 则是非从自定矣。 说罢, 不胜哀气。 帝或之, 及时批了一道纸一云, 据三法司身负前来, 海瑞本与相国并无怨贤, 围边修理纯阳, 不合思造福衍, 驾于书籍之中, 故使海瑞得见。 瑞籍认真, 动此忠君之念, 宣以一十二款, 据陈阵以尽忠。 其中委屈, 你无庸再问。 严嵩仍负原职, 海瑞不合造词冒奏大臣, 但念其阴功并非思议, 尚可原情, 仍这主事用。 罚奉半年, 以警不应。 其编修理纯阳不合忽略, 顾念大臣, 捉及处斩完案。 钦此, 这旨意一下可怜这李纯阳, 一旦身手微然。 后人读到此处, 谁不为之痛心在。 吉里纯阳被斩之后, 海瑞方才得势, 听得这个消息, 急如飞地奔到法场而来, 俯视大哭, 且吩咐家人, 勿要收敛, 几本朝堂而来。 是一将晚, 海瑞却不能少后, 直驱垫上鸣鼓, 正是, 只因权有益, 那西此身躯。 毕竟海瑞这一上殿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章, 红袍缝已复处, 却说海瑞在亭卫衙门德市, 文之里纯阳被害, 遂急急来到法场, 浮尸痛哭一犯。 遂令人看守, 自己却急急地走向朝房而来。 此季天色已暗, 海瑞也等不到明朝, 悄悄地走到龙凤谷边, 拿起船, 把鼓乱击。 东, 东联想, 惊动了守狱的官军, 立将起来把海瑞拿住, 问他所以。 海瑞道, 我有隐情, 除非见了万岁爷, 方可说的。 那些侍卫见他说话含糊, 便把他带住。 少请, 有司礼监出来, 问道, 谁人大胆击鼓? 侍卫道, 刑部主是海瑞击鼓, 夜以待下, 后旨定夺。 内奸听了, 吩咐, 把这蛮子海瑞带着, 带咱家好去复旨。 侍卫应诺, 内奸急到内宫, 奏之皇上。 地级出殿, 师以熏黑, 满殿点着了灯竹, 便传海瑞觐见。 那些内侍如狼似虎的一般, 走到外边, 把海瑞抓进殿来。 海瑞连忙叩头, 口里纸糊万岁。 帝问道, 你乃一个威缘, 何故乌捏载辅? 罪有应得, 朕念你出于无心, 故特加恩宽恕。 如今覆感击鼓, 难道还有什么委屈于你吗? 海瑞顿手奏道, 微臣参奏严嵩, 原为忠君起见。 然臣蒙恩宽又外, 李汉林忽被斩首, 此臣所以不敢偷生也。 特意宝殿, 扶起陛下历次臣死, 以全朋友之意, 以名微臣之志。 帝道, 李鞭修泄露机密, 最应正法, 你和独尾他训耶。 海瑞道, 陛下垂拱万方, 而凡百姓莫不群臣得责。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朋友, 乃五伦辈者。 夫妇有恩, 朋友有义。 金里, 纯阳身为边修, 丙比使馆, 书记严嵩一十二款, 乃其分类之事, 实不愉睿之偶, 见而道之。 金蒙陛下赐以一刀之罪, 纯阳罪故当路, 死而无憾。 然臣实施害纯阳之人, 赶独偷生耶。 夫妻陛下, 亦赐臣以一刀之路, 则微臣无憾矣。 弟听了海瑞这一番言语, 不觉常叹道, 卿可谓不负人者也。 然里纯阳已死, 不能复生。 卿乃朕之之臣, 朕忍轻弃也。 乃传旨, 赐礼纯阳关带, 用五品之礼安葬, 追赠为汉林学士。 因海瑞之忠义, 转自已欲如意义之, 已经其义。 海瑞谢了恩, 灵旨下殿。 早有礼部以五品关带一席, 交与海瑞。 海瑞接了, 急急来到法场。 使礼夫人正与公子俯视大痛。 海瑞大呼, 尊嫂, 贤旨旨哀, 有恩旨来。 礼夫人听得有人叫唤, 便止了气, 只见海瑞道来。 海瑞作一道, 尊嫂且皆恩旨。 礼夫人便与公子跪着。 海瑞捧住关带道, 奉圣旨以李汉林家五品之贤, 赐关带炼葬, 家属谢恩。 夫人公子口呼万岁, 把关带皆收弃。 全个官僚接来吊咽。 海瑞此时穿了一身校服, 跪在一旁, 如丧父母一般, 逢人便到自己知过。 少请, 官木已备齐了, 随即入殓, 将就寄予城外之资报寺。 海瑞竟随着灵鹫相守, 夫人与公子道爵过意不去, 劝道, 海老爷, 不必幽娇了, 如今且请回雅李氏。 王夫之灵鹫, 自有于母子服寺。 海瑞坚持不肯, 直到小祥后, 方才回雅。 集对夫人说道, 李年兄因我而死, 近其家眷流于京底, 又无依靠, 我胜过意不去, 一欲将女儿许配了她的公子, 一则以报李年兄之恩, 二则女儿终身有着, 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张夫人道, 老爷知言甚善, 如今他们母子无依, 先接过了居住, 且供应公子读书。 其婚姻之事, 慢慢在说。 若是玉藻说明, 只恐公子为人谈论, 不肯过来同住呢? 海瑞大喜, 次日集到公馆来, 见了李夫人, 便将向往同住之意, 说了一遍。 李夫人道, 多成叔叔后裔, 但是于母子在经义事无用, 不日当枕归边。 为氏幕下并武分文, 难以行动而。 海瑞道, 贤嫂且道设下赞助, 带于叔打算盘费, 再送尊嫂, 贤侄回家未迟, 兴武推却。 李夫人不得已, 乃与公子搬到海瑞思雅。 张夫人加以殷勤, 情同姊妹一般相待, 自不必说。 海瑞偶侠之时, 更用心叫那寿殷的经史, 遵遵讲解一礼。 李寿殷却也聪明, 一听了书便误。 因此, 海公更喜其聪慧, 比自己生的还北家爱惜。 如此住了一年, 过了礼仪的大乡。 海瑞便请了兵人, 对李夫人说和他儿子的亲事。 李夫人道, 于母子流落天涯, 尚无片瓦, 下无利追, 母子漂泊, 犹如平际。 多承海老爷提携, 使于母子, 不知恶比他乡, 则敢恩迷记忆, 焉敢养攀千金小姐作息。 凡善为我此可也。 没以李夫人之言回复, 海瑞便自来见李夫人道, 以小女佩令郎, 时瑞所应报仙人者也。 尊嫂修得推却。 李夫人看见海瑞如此情形, 只得依允, 只是并无聘礼, 只得将御簪一支, 全为聘礼。 海瑞接了, 从此改口相衬, 此时又更加亲厚矣。 夫人虽然吕玉回家, 怎奈海瑞兼留不放? 义则要女婿进身公输, 二则又因盘费未备, 不绝又过了一年。 时之皇上四巡万寿, 京都臣民各处张灯劫彩, 与帝公使称庆。 大小臣公, 皆有公助共务。 海瑞是个穷官, 更坚近日又多了几口养活, 可怜他自上任, 只有一领红袍, 直至于资, 东下也无更替的。 如此劳苦, 那里还有圣银子备伴共舞, 不过空手随般祝贺而已。 时日, 帝大喜, 便赐诸臣之宴, 海瑞亦在列内。 只见严松手捧玉之, 跪于帝前, 顿手助道, 臣愿陛下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黄土永固, 地道辖昌。 臣有恭祝圣寿之师一律, 恭送万寿。 遂将尸呈上, 帝看尸臂, 笑曰, 丞相过欲, 震恐不大。 今日可谓太平炎焰, 君臣之乐, 无过于此, 岂可无师以继其胜。 凡你诸臣等, 各合一首何如。 诸臣皆呼万岁。 随有刑部侍郎唐英, 左春方右竖子刘宝邦, 各吟一首, 无非都是些赞扬之句。 地兰臂, 乃向海瑞道, 诸人皆有诗章, 主事何读监口。 海瑞俯复奏道, 臣才迟钝, 金赏思所以。 地令速和, 海瑞即便到自己的胃上, 浓墨香墨薄笔, 提成一律呈上。 地兰师, 在四银额, 富有陈银半赏, 不觉凯然长叹, 低头不语。 众臣莫知其故, 海瑞面上却有欢容。 帝级宣睿到玉座之前, 遇到, 观清术语, 使朕有愧于心。 然事已至此, 如之奈何。 海瑞顿手奏道, 陛下恩辩万方, 何夕一开金口, 使彼母子义得称敬。 帝大喜道, 依卿所奏。 海瑞顿手谢恩, 欢呼万岁, 退回原位。 帝队文五百官道, 镇行年三十入计大统, 屈指不绝十载。 回忆少年所行之事, 大半乖错, 今甚悔之。 献与清等共聚一堂, 十九相遇, 亦可谓千古一时之盛, 胆缺一乐矣。 诸臣祈祈祷, 陛下垂拱万方, 四海一家, 乃及乐之天下, 独有缺者何也。 扶起陛下誓之。 帝探道, 古人有云, 有紫万士族, 无官义身轻, 可今朕赋有四海, 你诸臣宫无不结成尽职, 一府王室可为乐矣。 胆缺一乐者, 为朕无子。 若有太子, 今日席前称庆, 岂不称全美乎? 诸臣未答, 海瑞急急趋至欲前, 俯夫奏道, 陛下游子, 何以云无? 帝顾一道, 寡人何处游子? 清何以言之? 海瑞道, 张皇后产太子, 曾经搬行天下, 于今七载, 陛下启望之夜, 地作惊喜之壮道, 朕却忘怀了。 非清言, 朕即不行, 今日不可不使皇子一睹盛事。 海瑞附奏道, 太子称庆, 礼顾宜然, 今陛下何不召来, 与诸臣相见? 亦则太子的亲筑侠陵, 亦捎尽人子之道, 亦不负陛下以仁者至天下也。 帝正欲降旨, 只见班中闪出义人, 守执相护, 俯复金殿, 口称, 万岁, 微臣严嵩有一言冒奏, 扶起陛下恩准, 责臣等亦不胜兴慎。 帝孝道, 轻事言之。 正是, 奸臣恐怕君恩祥, 故以谗言阻止君, 为之松奏何事,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章贤皇后重庆承恩, 却说严嵩在殿上, 听得海瑞与帝之语, 承孔特将恩旨, 把太子设了出来, 仍居楚位, 则己女之宠就衰矣, 随即俯复金街, 奏道, 前者皇子宇章是有罪, 被废已经数载, 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不宜听海瑞之言, 致有出尔反尔之机。 此必海瑞沟通掌门, 因此乘机巧说, 以图蛊惑, 望陛下诉诸之, 则天下幸甚矣。 帝孝对松说道, 轻游子否? 松道, 臣指易子。 帝约, 朕与青子带镇子幽尽数载, 轻怨否? 松道, 臣而无罪, 不得入此游宫。 帝孝说, 可知道又来了, 女子无罪, 顾不得入此掌门。 其镇子有罪, 何当长进也? 丞相物在言, 且退。 松惭愧而出, 帝集令内侍吃结社皇后, 太子出冷宫, 并被咽语起春宣, 父子相敬。 诸臣随驾回宫, 个个散出。 严松急急回府, 再做记忆, 自不必说。 在谈张皇后与太子, 自从贬入幽宫, 不觉次在。 母子二人, 日夕唯有对气而已。 兴赖有逢宝, 时时开解, 不然则恐不能双全已。 这日, 张后在冷宫, 想起今日乃是皇上万寿, 又执四巡, 遂对太子说道, 今日正是你父四巡万寿, 天下臣民, 皆来称庆。 若是我与你不曾被废, 近日不知怎声高兴呢? 太子听了, 含着一眶眼泪说道, 可恨奸妃狠毒, 致使我父子不能见面。 他日重赌青天, 我怎肯与他甘休? 说罢痛哭起来。 冯宝在旁劝未道, 娘娘, 太子爷都莫要哭, 朝廷岂无公论。 且自宽怀忍耐而待之的好。 说由未了, 呼听叩门之声。 冯宝初问何人, 只见司礼间胡斌手捧杰月说道, 皇爷有旨, 特赦皇后, 殿下二人, 立即到启春宣朝剑, 倖宿前往。 张后与太子连望却谢安。 玄游小内侍捧着官府进来, 张后与太子换了几服, 随着胡斌来道。 时帝已在启春宣等候, 呼见张氏携着太子而来。 其实太子年已七岁, 胜得稚气轩昂。 第一剑, 不觉喜动颜色。 皇后与太子, 聚服于地下戴罪。 帝集下座, 亲手挽起后与太子, 重新助寿。 帝动了父子之情, 不觉留下几点泪来。 张后道, 罪妾幽必申宫, 以为今生不能再见天日矣。 何姓陛下突失格外天安夜。 帝惭愧孝道, 昔日之事, 无凡叙说, 且言今日之欢。 此时言习已被, 太子亲自拔斩。 帝大喜, 与张后续些旧话, 直至月上柳梢, 方彻之。 是西帝与张后, 处于启春宣内, 令冯宝侍护太子于清宫。 次日, 帝令士读学士严培元为父, 教习太子师叔, 改启春宣为重庆宫。 却只不提起改义之事情。 张后亦不敢多言, 百凡监口而已。 冯宝打听明白, 才知是海瑞之力, 即奏至张后。 张后感激海瑞之恩, 赵太子入宫未曰, 我与儿得附见天日者, 皆还主事之力也。 你当明之五内, 他日无望其宫。 太子道, 儿当陋心刻骨, 将来图报恩人救世。 暂且不表。 又说那严是清廉, 得知皇上赴赵章后, 特赦太子仍赴清宫, 心中大怒。 又见第九不灵性, 未免经忧, 终日皆怨, 泪不曾干。 原家著, 可知如此苦旷, 独不思他人否。 燕曰, 烧红的火棒, 拿不得两头。 就是此等人可笑, 乃修书一封, 令人送予言嵩, 令其为绩。 言嵩正因女儿之事, 心中忧闷, 连日不曾上朝。 忽然接到宫中书闸, 乃展示之, 鉴写道, 女卿连百败, 敬禀者, 女蒙大人豢养, 并何提私, 得是交房, 亦云信义。 不亦座位为暖, 忽有此便。 金章是与太子接蒙恩赦, 女料不日, 皇上必复其位。 太子今以赴居清宫, 张后现居其春宣, 帝己改为重庆宫, 官此则可响矣。 虽不明言更复, 其改名重庆者, 盖有自也。 唐一旦复位, 置我何地? 当先思所以自卫之计, 数免不测之律, 为大人徒之可也。 殊不尽赘, 为早觉。 金银, 言松看了, 沉吟半赏, 无计可适。 自私皇上之义, 却要改赴。 为言者, 事所不仁也。 若不及早自卫, 必有不测之获矣。 即付书一闸, 令人迟回。 致富清廉, 叫他依书行事。 来人迟回, 清廉将书即使拆开, 细看其书云, 揽月来书, 备之一切。 但此事之获鸡已福, 发在迟早, 则未可料。 其改重庆二字, 乃仲相欢庆之意。 你已早退就地, 乃让正愿于彼, 则地习你之贤书, 而祸患尽息矣。 你已稀想, 无智是其。 我你于有荣诗焉。 此父, 不尽所言, 统为早定大几可也。 言是看了父亲回书, 自私让位之说已得。 但我已在正愿四载, 今日复居人下, 岂不被人耻笑? 若不让回正愿与他, 皇上必然有以怪我, 此计更不可开交。 左思右想, 别无妙计, 只得自作小奏一间, 令人迟现雨滴。 地揽其奏云, 臣妾清廉, 诚皇诚耸, 酒顿锦奏, 妾妾乃菩子柳志, 谬蒙圣恩, 持至正宫, 受恩之日, 心身为安。 时已圣意过身, 不敢顾辞, 人饮五中, 直至于滋。 金公逢皇上四寻万寿, 八方庆恰, 所有囚徒, 戒备恩责。 皇后张氏, 太子某, 皆蒙恩赦, 彼得众母恩高。 窃心数载之末其者, 一旦以愁。 金锦俱寸间, 扶起皇上贱元, 仍以皇后张氏, 附正昭阳。 妾仍视策, 不胜姓甚矣。 锦奏以闻, 扶起陛下圣剑。 妾经连临迟, 不胜惶恐之志, 地揽奏即劈其兼墨云, 揽月来奏, 不胜心变。 据见清贤功德书, 寻坛加上。 准如所请, 着即日宜居临春院, 其昭阳正院, 着司礼太监王贞, 急行洒扫。 差礼部郎中侯直童, 被法驾公迎张皇后, 赴居故宫。 其文武诸臣, 仍往朝贺三日。 钦此, 批毙, 急令来人吃回。 严氏看了, 即日一千临春宫去了。 王贞把昭阳正院洒扫一番, 张灯劫彩伺候。 郎中急齐了鸾驾一丛, 引领这道起春宣来。 早有太监们进了后官服, 张后穿了望缺谢恩碧, 随即登鱼, 就有许多公额, 侍女随从。 太子身穿吉服, 腰选宝剑, 护驾而行。 来到正院, 一派音乐, 迎入宫中。 礼部率领文武诸臣, 朝贺弊。 张后传一旨, 卷起朱连, 宣誉朱晨曰, 哀家遣者因就被废。 金蒙皇上崇家说恩, 父政昭阳。 你等皆以忠君爱民为首, 无负致义。 众臣领命。 其实, 海瑞亦列于内。 张后看见, 特宣上皆遇到, 哀家金父昭阳者, 赖清之公也, 特赐锦断食匹, 如意一致。 海瑞叩头谢安。 诸臣接散, 低意进宫, 与张后称庆, 从此夫妻相爱如初, 暗下不表。 且说李夫人思念家乡, 坚毅要回朝阳。 海瑞亦不便强留, 便向张夫人致意, 我女年已吉姬, 必须昏陪。 今季回月, 彼此相隔数千里之远。 旷我在京, 不知何日满刃, 恐耽误了亲事。 不若择个吉日, 就在衙中成亲, 甚为两遍。 李夫人应允。 海瑞便择了吉日, 把女儿金姑, 招坠礼授殷为序。 不觉过了满月, 为是没有盘费, 打发他母子启程。 海瑞娇闷了数日, 并无一策, 忽然想起太子待我恩申, 今执此忧促之际, 何不修书, 向他借贷少许。 主意已定, 遂及服饰花间, 浓膜香末, 一挥而就。 封肩顽固, 嗅到清宫门首, 后了半日, 方见冯宝出来。 冯宝见了, 芒上前作一道, 海恩公在此何干? 海瑞回礼道, 殿下安否。 冯宝道, 太子姓托清安, 现在太傅处念书呢。 海瑞道, 在下有寸间, 敢凡公公转至如何? 冯宝道, 这个使得。 海瑞便在秀中取了书闸, 教育冯宝道, 相凡即送, 明日在下来听回信。 冯宝答应, 各相一别。 海瑞回到本衙, 对张夫人说之。 夫人道, 此书一道, 太子必然见允的。 不说海瑞盼望佳音, 在谭那冯宝接了书信, 急急来到清宫, 恰好太子放学。 冯宝急把海瑞的书闸呈上道, 韩公今日在宫门外遇了奴婢, 先请问爷的安, 次将书闸教育奴婢, 说是要面成殿下开差。 太子接了闸展开, 只见上面是陈海瑞锦百拜, 置书于清宫殿下。 静宾者, 瑞音必庆驾李淳阳之家属, 即日回阅, 苦无资福, 百代莫英。 敢冒昧静干, 岂代千金, 彼得借子必庆回阅, 不至流落京城, 并故汉林之旧, 德归故土, 以正守秋, 皆赖宏祠所赐意。 专步, 并请金安太子看壁说道, 海恩人故已如此, 但我一时没有, 怎生是好? 便向冯宝问妓, 证实, 唯有感恩与积恨, 千年万载不成臣。 毕竟冯宝说出什么妓策来,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章间相国轻功重计, 却说太子看了海瑞的书闸, 自四年来幽进冷宫, 今时得出, 纵有每月的月缝, 意识有限, 如何便得千金来与他? 况且, 他是我一个大大的恩人, 今日初次启齿, 却怎好不应他的命, 情上难过? 遂对冯宝道, 墓下海恩人急需, 休闸与我告代千金。 只是两手空空, 如何是好? 冯宝道, 海恩人是逼迫于不得已, 方向千岁开口, 今日却要应成他的才是。 太子道, 固然如此, 但此计却到那里去弄银子来, 你可替我想个主意。 冯宝道, 也合不到户部去借一千两银子与他呢。 太子道, 我一只像户部库里可以借得, 但是动之库像, 该不必要奏请。 躺被动之, 皇上知道, 问我要此银子何用, 是要说出来的。 你岂不知轻功的规矩吗? 凡有与外臣往来, 以及私自相受受者, 均敢力尽。 况且, 我奏赦未久, 今与海恩人来往, 躺严嵩借此为词, 赋诗谗言, 则我与你恐, 又要入冷宫去矣。 故此事使不得的。 冯宝听了, 眉头皱了皱, 不觉记上心来, 便道, 有了, 有了。 太子道, 有了甚吗? 冯宝道, 奴婢想起来了, 那严嵩他家献放着许多银子, 爷明日何不向他借几万两来用用呢? 太子道, 他与我不目的, 怎么反向他去借银子? 亏你说得出来。 冯宝又再三沉吟说道, 又有好记在此, 说来听如何。 行则行之, 否则另一罢。 太子道, 你且说来, 看是忠用佛。 冯宝道, 太子爷明日可请了严嵩进宫来, 只说请他讲解五经。 来了的时候, 礼盒让座献茶, 带奴婢先把一张椅子砍去一只腿, 再将锦皮围住, 自然是看不见的。 傅把一盏放在滚水之内煮至白滚, 那盏儿自然是滚热的。 烹上了茶, 却不用茶船就放在茶盘之上。 待他来拿的时候, 必然烫着了手。 一时这热, 必然伸手齐动, 那三腿的椅子一动, 岂不连人翻倒? 那奸贼一到, 那斩茶却难顾了, 必定连茶也丢在一边。 打碎了茶盘, 爷急便气脸来, 将他抓着去见皇上, 说他欺负爷不在眼上, 好意请他入宫讲经, 有礼相待, 他竟敢当面打碎了茶盘, 就如亲打爷一般。 那时另有说话, 怕奸贼不陪爷的茶盏吗? 此计就大大的开口, 要多少, 随爷说就是了。 若得了银子, 将来送于海恩人。 应剩下的, 爷买果子吃, 也是好呢。 太子听了大喜, 不觉手武足倒起来, 说道, 妙计, 妙计, 即一计而行可也。 遂先令冯宝, 去相辅相请。 那炎二看见是内宫的人, 不敢怠慢, 急急进内通报。 事实, 炎松正在书院坐着看书, 只见炎二来说, 清宫内室冯公公要见。 炎松便亲出来相迎, 沿入书院让座。 冯宝谦让道, 咱们是个下义, 怎敢与太师相国对坐? 这却不敢。 炎松道, 公公乃是轻功尽臣, 理应坐下说话。 冯宝还在让谢, 方才就坐。 炎松便先向冯宝面前 请问了太子的安好, 然后问道, 公公光匠, 有何鉴语? 冯宝道, 只因太子爷金岁旧父, 所有五经巨位曾听过讲解。 顾特令咱家前来, 敬请太师明日清晨进宫, 太子爷亲意叫太师讲解, 顾望太师明日光降。 炎松道, 太子现有师父, 常在清宫逝读, 怎么反患老父前往呢? 冯宝道, 只因太父不十分用心讲解经史, 也大不爱他, 所以特请太师爷前往呢。 炎松道, 既蒙太子宣兆, 明日功赴旧事。 冯宝便作别, 回宫而来, 对太子说之。 太子道, 这是尽在你一人, 你可预备, 切勿临时务事。 冯宝道, 奴婢自当理会得来。 次日清晨, 炎松进不上朝, 来到清宫。 石冯宝早已把那椅子并茶盏弄妥了, 走在宫门后着。 炎松即便上前叫声, 冯宫东嫩早起来了吗? 冯宝连忙说道, 太子候久了, 请进里面相见。 炎松便随着冯宝而进。 到了那面, 只见太子坐在龙榻之上, 见了松志, 急忙起身迎卫道, 先生光降不义。 松便向上朝攻, 太子急忙扶起道, 先生少礼, 吩咐冯宝拿座位来。 松签词, 太子道, 焉有不作之礼, 请坐下说话。 松便谢恩坐下, 冯宝立在以后, 按以自己的腿来顶住屈处, 所以那椅子不动。 严松道, 蒙太子宣兆, 今早驱朝, 不知太子有何指示。 太子道, 姑息者获救, 奉进四在, 于前日蒙皇上特恩赦诱, 使姑舅父, 为太父不善讲解武经, 姑心厌之。 顾特赵先生进宫求教, 姓武令也。 严松道, 陈学浅财书, 不克思夺之刃, 还起太子另宣有学之辈。 太子道, 久闻老先生博学红彩, 烟冠诸精, 故来求教, 姓武推却。 遂换内室送茶, 那内室即便捧了两盏茶来, 先帝与太子, 随以眼色适宜。 太子会议, 便拿了那一盏在手。 鱼下那一盏, 便是滚热的, 送在严松面前。 严松便将手来接, 初时还指到是那茶水烫热的, 不以为意, 即拿在手内, 如抓着一团红炭一般, 哪里拿得出来。 便将手一缩, 早将那茶盏丢在一边去了。 冯宝在后面把脚放开, 严松身子一动, 那椅子就到了, 把它翻个筋斗, 那茶净见着了太子的龙袍。 太子刺激强作怒容, 骂道, 是何道理, 在孤根前撒泼吗? 冯宝与我抓着, 扯他去见皇上分泼道理。 纸下的严松魂不附体, 急跪在地下, 不住地磕头谢过, 说道, 臣不觉失手, 冒犯殿下, 时不敢七秒千岁, 扶起殿下缘情。 太子怒道, 孤一明白, 你看孤年幼, 所以当面七秒是真。 孤其肯受你这依着的。 去到皇上面前再说, 赤令冯宝, 把严松带住, 估于比一同面胜去。 冯宝刺激心中暗笑, 哪里还肯放宽一线, 把严松紧紧地 抓着胸前的袍幅 一静扯到大殿而来。 太子随后压着, 一同来到金鸾。 此时早朝尚未曾散, 文武看了不知何故, 接个惊意。 皇上一眼看见了, 斥令冯宝放手。 冯宝将严松松了, 松吉腐伏余地, 头也不敢抬起。 太子走到龙岸之前, 俯身下拜, 与皇上请了圣安。 皇上次令平身, 上殿侧坐。 问道, 我儿不在轻宫送赌, 却与冯宝把太师抓到殿亭, 是何缘故? 太子奏道, 臣儿蒙父王特恩, 令臣就父。 直因而武经未安为溃, 故令冯宝过相府, 敬请严松进宫, 讲解诗经。 可奈这严松七臣年幼, 进得宫来, 臣以师父之礼相待, 而严松竟敢把臣的茶斩当面打致的粉碎, 七秒殊胜。 所以特扯他来见陛下, 扶起陛下与臣做主。 想象国七臣, 就是目无君上, 其陛下攻断。 帝文奏向严松道, 太子好意相言, 进宫讲书, 你何故善把御用的茶斩制打, 是何道理? 这就有罪不小了, 你可知否。 松叩手不迭, 奏道, 陈奉清宫令旨相宜, 及时屈腹, 猛殿下刺茶。 此陈师不知, 茶斩故意弄得滚热的, 伸手来接, 被趟尸首, 勿将茶斩打碎是真。 陈奕敢七秒, 扶起皇上相查, 帝文言自私, 此必逢饱所为。 但今日之事, 唯有解开就是, 便对太子道, 相国之尸首本处于无心者。 今已碎了, 可令他陪还救世。 太子道, 明明是他有意将茶斩打碎的, 今还说是茶斩故意弄得滚热的, 只这一语便可以建议。 金蒙父皇训事, 臣敢不尊。 但松有惊驾之罪, 不可因此以起将来诸臣不敬之端。 扶起皇上这令相国立即陪臣的斩驾, 并置以不敬之罪。 帝道, 我儿, 你却要他陪还多少? 太子道, 臣只要他陪一千两就是。 帝便宣愈道, 相国, 你不合物打碎了御斩。 经着你赔还银子一千两, 明日清晨搅到清宫去, 并与太子赴京请罪。 你本有不敬之罪, 朕绝不枉法, 盖着发往云南充军三年。 但是, 朕今虚人办事, 特加恩典, 周发在云南思过堂三日, 以赎其罪。 严嵩不敢再辩, 只得寇谢天恩, 各节下殿。 严嵩受了一肚子的屈气, 暴恨回府而去不表。 再说, 太子与冯保大喜, 回到清宫说道, 今日有以报海恩人意。 冯保道, 爷太公道, 皇上问爷要赔多少, 爷就说该要数万, 怎么只说一千两? 如今有一千两, 送于海恩人, 却没有余胜的了。 太子笑道, 你我有衣有食, 要他责慎。 这就够了, 不必忘求了。 冯保口虽则应允, 然心中时有不甘, 自私, 亏我随着爷与娘娘, 受了四在之苦, 哪里去的一文半文来。 今日有了这个机会, 哪肯就此轻放了他。 明日言松这老贼, 要来缴那一千两银子, 待我故意将他受难, 量想他必要我相传的, 待咱炸他一些银子用用, 也是好的。 像他们, 不知炸了人家的几万亿数, 我却弄他三五百, 可就饲养腿上拔去一根毛, 有什么相干? 主意已定, 专带行事。 自语之间, 不觉天降傍晚, 冯宝伺后晚膳已毙, 施以二股, 各归安晴。 然冯宝把诈才之念, 私目一夜, 何曾何眼? 到了次早, 天上未明, 急抽身起来, 后颜松搅银进来, 好诈他一番。 眼巴巴地忘了半日, 方才见那颜二引着两人, 抬着一箱银子来道。 冯宝一见, 故作起模样来, 假意做睡熟的光景。 那颜二走上前来, 叫了几声公共, 冯宝只是不应。 颜二将他肩上拍了一下, 冯宝之作梦中惊觉的光景, 骂道, 你是什么人敢来打我? 颜二走上前去陪了个笑脸说道, 冯公共是我。 冯宝把眼揉了几揉道, 原来就是颜二先生, 羞怪羞怪, 道来作甚吗? 颜二道, 奉了太师之命, 送一千两陪价银子道来。 相反通传一声, 请殿下月收。 冯宝笑道, 很好, 我们的规矩可带来了吗? 颜二听了, 心中明白, 便向秀中取了一定银子, 约有五两多重地上, 道, 这是区区之意, 兴武贤轻。 冯宝拿在手中一掷, 制导街上去了, 说道, 岂有此理。 你们是冲家人的, 难道不知规矩吗? 你们丞相府中闹热得很, 所以美玉内外官员丙剑, 就乐要三百两。 我这里清宫冷淡, 凡有要求剑爷的, 门包也是三百两。 若是少了半毫, 再休想见得着呢? 颜二听了, 不觉好笑。 正是, 比来我往街一礼, 今日冤家欲对头。 毕竟, 后来颜二却与冯宝多少银子,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章怒涨, 奸臣获罪。 却说颜二听的冯宝, 要他三百两银子的门包, 不觉哑然而笑道, 公公修要取笑, 若是鲜少, 又加些就是。 冯宝道, 谁与你做戏事? 这是一定之力, 少则不能见。 只怕迟了日子, 也在主子跟前说声, 你家丞相恐怕肩不起呢。 说吧, 竟转身将要入内之意。 颜二急急换柱, 道, 公公, 且请少留跪步, 有时慢慢地伤着。 冯宝怒道, 有什么伤着之处? 只管在那里絮絮叨叨的, 令人好不耐烦呢。 颜二道, 如今身上却没有许多银子, 故此要与公公伤着。 冯宝道, 你只管说来看。 颜二道, 我们时不晓, 轻功向有这个力, 如今方才得知。 若说三百两, 就要回去与主人商拙, 送来如何? 冯宝道, 不是要你主人的银子, 是要你平日讹诈的。 想你自从投在盐府, 时有余年, 炸的银子迎千累万。 今日里付我三百, 只如粘上去下一根毛, 有什么相干? 怎么说出这话来? 想必要将你的主人来压咱家, 好好地与我滚出去, 这银子休想搅进去。 颜二见他如此说话, 正是大拳打中了他的心坎, 不得已道, 既蒙公公过爱, 在下就送一百两过来就是。 冯宝摇手道, 不中用, 不中用, 少了一厘, 也不计事的。 你自去商卓就是。 颜二道, 只是墓下哪的银子如此方便, 倘若误了期限, 如何是好? 冯宝道, 只要你啃出三百, 我便啃挂个设帐的。 你如情愿, 这里有纸笔, 你可写张借券来。 颜二道, 如此可借一用。 冯宝引他进到门房, 给予纸笔, 颜二即便写了一纸借券, 递与冯宝观看。 冯宝接来一看, 纸件上写着, 借券人颜二, 金音急需, 借到冯宝公公文银三百两, 约以本月内清还。 恐后无凭, 立券约已为存照。 嘉靖年月日, 颜二亲笔冯宝接了借约, 问道, 几十交足? 颜二道, 就依着这个月内变了。 冯宝方才应允, 把借券收了, 然后才进内说之。 太子道, 你在外收了进来就是。 冯宝领命便出对颜二说, 咱爷吩咐就此收了便是。 颜二急令人把一箱银子抬到大殿之上, 对着冯宝点宴明白, 方才作别。 冯宝道, 你的东道是万言不得的。 若失了信, 咱却要与你算账呢。 颜二维微应诺, 恨恨而归不表。 再说, 冯宝收了银子, 进内秉之。 太子道, 急令你将原银送到海恩人那里去, 道我多多拜上。 冯宝应诺, 及时换了两个内侍, 把这一箱银子抬起, 自己引路望着海瑞崖中而来。 使海安正在闲力, 冯宝便将上项事情说之。 海安急到里面说之, 海瑞急忙出营。 冯宝令小事把箱子抬到里面, 与海瑞相见弊, 说道, 性不辱命, 咱也多多拜上。 若是恩公有什么急需之处, 不妨又来。 现在一千两, 你可收下。 海瑞谢道, 一知为甚, 岂可在乎。 便望空拜谢, 傅向冯宝致谢一番, 说道, 金瑞在穷恶之际, 刀蒙公公与殿下恩师, 得计此吉, 海瑞唯有焚香顶住, 以报高厚耳, 荣日登堂寇谢。 冯宝道, 区区意思, 什么相担, 何必介意? 若说道公面谢, 这却不用。 主人曾有言, 恐怕为严贼小德, 说是交结外臣, 反为不美呢。 海瑞道, 如此, 就樊公公转至就是。 冯宝座别回宫而去, 自不必说。 海瑞既得若干银子, 便送到李夫人处, 说是盘费。 李夫人道, 哪用许多? 不过二三百斤足矣。 海瑞道, 剩下的以为读书高火之资, 监要全收, 李夫人只得收下, 择己启程。 海瑞吩咐家人, 急去顾北驸马。 驸马听妥, 话不多赘。 忽人来报, 盐松因为打碎清宫的御用茶斩, 被清宫抓去面走皇上, 罚他赔了一千两银子。 又说他惊驾, 要发往云南充军三年, 只因朝中无人办事, 如今特加恩典, 这发在老爷处过堂三日, 全坐三年。 明日严相便来过堂, 故此特着家人来禀说。 海瑞听了不觉大喜, 手舞足蹈起来, 笑道, 天呀, 你真真报应不爽了。 又一手指着盐府那边说道, 奸贼, 你平日专权四横, 今日却有这个日子。 遂传了差异造力道来, 吩咐道, 明日间向盐松过堂, 你们只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 若是叫你们拿下, 你们便拿下。 若是叫你们动手打, 你们即便动手重重地打就是。 如为重则不贷。 拆一门应诺。 海瑞恨不得就是次日好去报仇, 一消无话。 次日清晨, 海瑞起来, 即便吩咐海安在门外伺候。 海安领诺, 即来门守候了半个时辰, 见前面摆着几对马级随从的家人, 前遮后户, 拥促着严嵩道来, 海安即便上前叩见。 严嵩道, 请起。 岁下了马, 坐在一张马鞍上, 令海安进去通报。 海安应诺, 随即秉之海瑞。 海瑞听了, 及时吩咐三班牙役, 开门伺候。 然后出来, 立在大堂之上, 吩咐海安便请。 海安便来禀道, 家爷在堂上, 攻接太师。 严嵩此计, 随即换转了轻衣小茂, 把众家人约在外边, 自己随着海安而进。 只见海瑞立在堂上, 笑容可居, 严嵩即便屈前。 海瑞作一道, 恭请太师金安。 严嵩道, 刚风安好。 海瑞道, 荒芽何姓, 得太师光降。 请坐, 海瑞参见。 严嵩道, 惭愧, 老夫有罪, 今日奉旨过堂。 正是刚风端座, 带老夫听点。 海瑞道, 岂敢? 想太师位及人臣, 又是当金国妻, 左府国家, 多利其勋, 天下苍生, 养如父母。 金音小小瑕疵, 圣天子不过略顺轻功小义, 不得已令太师光降。 然太师跪不易邻, 草木皆春。 还请太师少坐, 少尽一餐之境。 严嵩见海瑞这般殷勤千功, 直到真是敬意, 便笑道, 如此有战了。 竟走到上座坐了。 海瑞道, 太师少坐, 带海瑞取茶来, 便进去了。 严嵩坐在堂上, 只见两旁牙翼立着, 查其动静, 各街似有怒容, 自私海瑞平日是与我不合适的, 尽我寄奉旨到此过堂。 他不特不做一些气, 且还如此前功。 既是如此, 怎么又令差一声堂? 莫非有甚别顾不成? 正欲下坐, 海瑞忽然突出, 向外溢问道, 上面坐的是什么人? 牙翼答, 是颜太师。 颜嵩听了, 也站起来道, 就是本不堂在此, 刚风莫飞眼花了吗? 海瑞道, 来此何干? 颜嵩道, 奉旨到此过堂, 你岂不知夜? 带着三分怒气, 傅座上便道, 岂有此礼, 岂有此礼。 瑞怒道, 你既奉旨前来过堂, 就该遵着王法, 报名听点。 怎么反把我的座位公安占了, 是什么道理? 颜嵩义怒道, 没什么道理, 就是偏宫私殿, 老夫一不辞坐, 何况这一座小小主是公堂夜? 海瑞, 你这般怒气不息的, 到底位置深吗? 你与谁来? 海瑞道, 就与你来。 吩咐左右, 与我抓了颜嵩。 那些差矣, 平日知道颜嵩的厉害, 不是好惹的, 个个面面相去, 恰如泥雕木素的一般, 只见答应, 却不敢动手。 海瑞看了大怒, 急赤海安, 海雄二人上前。 安, 雄二人一声答应, 如狼似虎的一般凶恶, 走上工作, 一把将那严嵩抓了下来。 严嵩大怒, 骂道, 畜生, 反了, 反了。 海瑞即便声唐问道, 你这丝胆敢不遵圣旨, 不报名, 不硬点, 亦不过唐, 反把公案占了, 皇上又不曾拆你来此座问官, 你知罪否? 严嵩笑道, 任你怎样说, 量意奈何我不得, 你却把我怎样的? 海瑞听了此话, 勃然大怒, 正是三尸神暴躁, 七窍内生烟。 当下海瑞大怒道, 你试着权势, 量我不能奈何于你。 不思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尽你既以获罪, 奉旨前来, 尚敢如此较强, 我便打你一个苗法七指。 吩咐, 左右扯江下去, 重则四十大板。 各差役仍不敢动, 为安, 雄二人把他扯翻阶下。 海瑞怒将八支枪撒将落地, 那牙役无奈, 拾起大脚行仗。 造力不得已, 拿了一条三号板子, 走到面前, 还说了一声, 告罪, 才将板子轻轻地打江下去。 海瑞看了大怒, 赤退造力, 亲自离坐, 接过了板子在手, 重重地打了三十五板, 以凑足四十之数。 可怜打得那严嵩皮开肉绽, 鲜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乱骂。 海瑞大声道, 此事初次, 明日早些到来过堂, 如再敢猖獗, 又是四十大板。 赤令差役将严嵩扶了出去, 吩咐退堂。 外面严府的家人, 在外候久了, 突然地看见了主人这般狼狈而出, 个人吃了大惊, 急急上前质问。 此季严嵩连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摇头不打。 家人们急急赶回府中, 把一成坐轿打来, 才将他做了回府。 严嵩痛急, 躺在床上, 竟不知人事一般。 家人们不敢动问, 只是守着伺候。 直至过了一个时辰, 严嵩痛定苏醒, 方才说出话来。 急患儿子事翻到床前未约, 可恨海瑞擅作微服, 故意让我坐在公案上, 急又翻过脸来, 将我责打四十, 并将七秒圣旨四字的大题目压我, 受了这一场亏, 怎么忍的? 故此换你前来, 就在此写成草本, 明日早朝, 与这司建个高低, 定个生死, 方可出我口气。 你可用心写来。 事翻听了, 连忙取过了文房四宝, 把奏稿立实修起, 对着父亲念了一遍。 严嵩点头是渴, 安息一笑。 此日早朝, 严嵩令人抬到武门, 中文武看了, 个个经问何故? 严嵩便将海瑞携仇, 假公泄愤, 独打四十, 险些一命无忽, 逐一说之。 个人听了思想叹息, 怎么这海瑞嫩般大胆, 当朝一品, 又是国妻, 皇上素日心爱的晋臣, 怎么去下次毒手, 岂不是自欲逃死耶? 个人为他捏住这一把汗, 有几个心恶言松的, 心中好生欢喜, 恨打扫了他。 虚语, 金钟响起, 宁边静殿, 文武个个随班而进, 分站两旁。 那是一对对的出来, 一派音乐之声, 一对智伟恭善, 拥促着天子出宫而来, 生了宝座。 两班文武, 上前山呼舞倒闭, 只见松故意一步步挨到龙叔案前, 口称万岁。 天子见了, 吃了一惊, 便问道, 轻音甚是, 如此狼狈。 严松即便叩头起奏, 正是, 金殿几句话, 法场施三魂。 毕竟严松怎么样起奏, 下文便知。 第三时, 张恩冯太子超生, 却说家境看见严松这般狼狈, 便开金口道, 倾家未甚这光景。 松气奏道, 臣因获救, 蒙陛下书恩, 格外孤宽, 令臣到云南撕崖过堂。 不料主是海瑞, 意图陷害, 无端将臣毒打四十板, 狼狈可怜。 臣体受伤过重, 只恐性命不保, 扶起陛下作主。 虽向秀中取了折张, 帝与内侍承揽, 帝次平身, 随将奏本一看。 指剑写道, 陈严松击手遁手, 谨弃奏, 为善殴大臣, 目无国县, 起恩正法, 以警将来事, 妾臣缘已不解, 武卿轻功欲鸣, 打碎御用鸣斩, 利应即死。 养蒙陛下书恩, 格外宽容, 罚臣陪嫁银一千两, 并发臣到云南充军三载。 原以数物纷繁, 虚臣协伴, 赴蒙特典, 发臣就近到云南四衙门国唐应典。 此陛下格外书恩, 亦不得以从权之事也。 臣感激之外, 遵及前往该四衙门庭典。 熟料该主侍海瑞欲图杀臣, 无端发怒, 贺令狼仆虎叉, 将臣扯下重打。 傅又自提大板, 尽力行仗, 至臣双腿鸡无顽夫, 旋即晕去。 该主侍傅令狼仆, 将臣拖出。 幸有家奴抬回贯救, 于是使得苏醒。 存思臣虽获救, 刀蒙陛下格外施恩。 今海瑞则不容于臣, 是抗陛下也。 旷臣承恩, 未被台服, 而海瑞竟敢以一介部署威元, 善障宰相, 不读无法, 养且轻妙圣旨。 由此悖逆, 使难稍宽, 以至将来校友。 扶起陛下, 赤着廷位, 立即将该主侍所拿研究, 早证国法, 则仅将来校友者。 臣等不胜兴慎之志。 仅据是一门, 地兰臂不觉龙颜大怒道, 何物海瑞善敢动达大臣, 这还了德。 立即传旨, 令御林军五名, 前往所拿海瑞当殿问话。 御林官军领了圣旨, 飞奔前去, 不一刻已将海瑞拿到俯伏金街。 天子大怒, 骂道, 严相国偶因小有过失, 镇着发在你的衙门过堂三朝。 阴慎你却这样目无法记, 无端独打大臣。 你知遂佛。 海端叩头道, 臣该万死, 其陛下荣臣一言, 死亦明目。 地道, 你尚有何说? 海瑞奏道, 严嵩藐视轻功, 致奉旨发臣思过堂英卯, 此乃陛下困骨未有之恩师也。 乃嵩不遵圣旨, 仍是入位。 道臣衙门, 有百列一从。 吉至公堂, 乐要臣接, 此即只得公堂迎接。 而嵩吉瞻臣公安, 威似威权, 如彼问官。 此法堂, 乃陛下特以诉规矩的。 臣虽威缘, 亦为陛下之所特赦以执法也。 嵩则自恃威权, 不遵圣旨。 臣乃是陛下之路, 为陛下执法, 是以臣不忍亡法, 宁甘善账大臣之罪, 于是执账亲殴, 果然有的。 但嵩未及人臣, 有感似其威福, 则与七军往上积息。 臣时如此, 为陛下查治。 严嵩在旁极奏道, 陛下拥有格外之恩, 你则不能遵耶。 弟听罢, 不觉颜色皆变, 贺令御林军把海瑞绑腹, 推到西郊地, 武师除绝。 左右一声答应, 把海瑞五花大绑起来, 地尺推出。 海瑞亦不在言, 面笑出之。 刚到五门, 恰好遇了冯宝。 冯宝一见, 吓得魂不附体, 上前细吻缘由。 海瑞据以直告。 冯宝道, 恩公且自宽心, 待我进宫起之娘娘与殿下, 必然有救的。 海瑞道, 多有不能够了。 凡公公善为我辞, 说海瑞刀目书恩, 今生不能相报, 同思来世罢。 说罢, 急去而去。 冯宝如飞地跑到朝阳正院, 来见了张厚, 说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张厚忙问何故? 冯宝便将前世说明。 张厚大惊道, 如此怎出, 可速请殿下来商议。 冯宝点头, 飞也式地跑到清宫, 且不细说缘故, 称说, 凤娘娘一旨, 请爷立即到宫中, 现有紧要密室相商。 太子听的这话, 也急来到宫中, 只见张厚两肋纷纷, 不知如何, 未免吃了一惊, 急问所以之有。 娘娘便把海瑞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说了一遍。 太子道, 似此如之奈何, 难道看着恩人被杀吗? 冯宝, 你可有什么计策? 快说来好去搭救恩人啊。 冯宝道, 没有甚计策, 况且时间猝破, 纵然保揍也迟了。 莫若太子亲到法场, 对那奸长官说了, 且将恩人带回后职。 带等皇爷怒气少息, 然后再去说, 或者可以赦免, 不然竟无别测意。 太子称善, 随即拜别了母后, 乘着快马, 与冯宝望着法场而来。 再说, 海瑞被绑到法场中, 自料在无生活之理, 因举手向天助告道, 苍天呀, 苍天。 想我海瑞, 平日勿矣, 除暴安良事念。 昨见奸贼严嵩, 不和将他责打, 触怒皇上, 致奉圣旨斩绝, 刻不隆缓。 但愿瑞死之后, 上仓墨幼, 早出奸宁, 彼得国家安乐, 郎庙清明。 瑞在九泉, 义附和汉。 筑坝坐于十吨之上, 砖带行刑。 烧请, 就有三五位同僚不远, 前来祭奠。 海瑞一一称谢, 并无一句怨言, 重皆称赞。 为己, 只见四名白首拥这一位官员来道, 不是别人, 就是严嵩门生姓张明聪, 献冲兵部郎中, 乃是奉旨奸斩而来。 当下到了法场下马, 就在亭子内坐着, 问左右是什么时候。 左右打以四处, 张聪道, 天色上早, 你们可小心看守了, 待等时候到了, 立请崔长官来处决就是。 转身进宫厅, 后边去了。 再说, 太子与冯宝二旗赶到法场, 一直闯到里面, 方才下马。 那些压界的官兵, 那里认的是清宫太子, 又见他二人来得这般凶猛, 忙喝道, 是肾的人, 赶闯法场种地。 还不去, 在这里想是要死吗? 冯宝赤道, 何物官军, 大胆, 敢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认不得清宫, 亦该认得咱老冯呢? 官军听了这话, 赤了一惊, 个人急急跪在地下叩头不迭, 说道, 有眼如瞎, 死罪, 死罪。 太子赤令起来, 问道, 何人奸斩? 官军以张聪对。 冯宝道, 大胆的官员, 殿下到此, 却不来接驾, 这还了得。 那张聪在里面听得喧嚷, 急急出来观看。 那些官军见了, 指着说道, 这就是奸斩官了。 张聪由不知背戏, 还在那里作为作事地道, 什么人在此叙道, 与我拿下去见太师? 那些官军戴笑说道, 老爷, 你道这二位是什么人? 张聪道, 莫非是那死囚的亲人吗? 与我一并拿下去打。 官军们说道, 只怕老爷不敢, 这就是亲公殿下呢。 张聪听了, 吓得浑身发抖, 忙腐腐于地下, 不住地叩头请罪。 冯宝赤道, 起来, 慢慢地在与你等人算账。 我且问你, 海老爷现在哪里? 张聪道, 海瑞在那边石墩上, 听候行刑。 太子道, 快些放了, 来见姑。 张聪不敢怠慢, 急急走到石墩上, 亲把海瑞的锁子松了, 说道, 海老先生, 你的救星道了, 快些前往相见。 海瑞道, 怎么说? 张聪道, 你休息问, 前去便知。 领着海瑞道听上, 太子一见, 不绝静流下泪来, 叫了一声, 海恩人。 海瑞见了太子, 跪江下去, 不禁流泪说道, 臣有何好处, 敢蒙殿下龙驾到此? 臣死不安逸。 太子亲自扶起, 命张聪取座位过来。 海瑞道, 不可, 此是法地, 臣乃代行之人。 太子到此, 以为月里矣, 可与臣对作的吗? 今臣得见太子一面, 死亦鸣目于九泉。 请愿殿下善事圣上, 为仁慈孝有事物, 则天下幸甚矣。 于无所请, 请嫁回宫。 臣即当受禄矣。 说罢痛哭起来。 太子一流涕倒, 恩人且当放心, 孤当面见父皇, 保宫不死。 说话由未必, 仁报崔斩官到了, 太子便问是谁。 左右答道, 是颜太师之子颜给事。 原来颜世帆此时, 以为兵不给事, 奸行不郎中了, 所以这他为崔斩官。 当时太子道, 宣来见姑。 左右领旨迎将出来, 恰好颜世帆已下了马, 将要静听的光景。 官君道, 殿下千岁有旨, 着崔斩官进见。 颜世帆听得殿下两字, 心中暗存道, 又遇着了他在此, 包管这丝是杀不成的, 甚为恨事。 只得上厅来见, 说道, 陈颜世帆见驾, 愿殿下千岁。 太子道, 平身。 世帆起来, 势力于策。 太子故意问道, 尊官高兴, 世帆道, 郎中姓严, 名世帆, 乃严嵩之子。 太子道, 原来就是相国公子, 到此何干? 世帆道, 臣奉圣旨, 前来催斩海瑞。 太子道, 海清乃是忠良之事, 不幸为你父所害。 姑家今亲来保他。 你且回朝, 带姑见了父皇, 与你脚趾就是。 世帆内肯依从, 便道, 殿下令旨, 臣敢不遵。 但海瑞一犯, 乃是奉旨处决, 立等交旨的, 臣不敢王法。 太子怒道, 怎么说是王法? 冯宝, 与姑赶了出去。 冯宝便走来喝倒, 不知死活的奸贼, 在太子爷面前混言乱语的吗? 还不快滚出。 马德士番唯唯应命, 不敢出声, 无奈且与张聪退出厅外, 无计可施, 又不敢行刑, 只得厅后而已。 太子对海瑞道, 恩人且在此少后, 代姑进宫见了皇上, 好歹讨个情来, 只要不死就是。 即吩咐冯宝, 在此陪伴着海瑞, 自己领张聪与严氏番三人, 来到朝门下马。 太子吩咐二人在此后止, 遂亲自进宫而来。 恰好第五岁未醒, 张后此季一在宫中, 见了太子回来, 急问道, 我儿, 海恩人不知如何了。 太子道, 海恩人今在法场, 而已令冯宝在笔作伴, 特领着监长官张聪, 崔长官严氏番前来后止。 母后有何妙计, 可以就得恩人性命。 张后道, 我一思之再三。 只是皇上未醒, 若是醒时, 你我母子二人妾是哀啃, 或者地怒烧解, 则海恩人有旧意。 太子道, 倘若父皇不准, 又如知何在。 张后道, 我有言语, 可以料得这的, 一两皇上可以恩准。 母子说话之间, 公额来禀皇也醒了, 张后便与太子急忙驱进龙踏问安。 第一见了太子, 便问道, 我儿不再轻功习毒, 来此何干? 太子跪在踏前奏道, 臣儿有不揣之言, 故来冒奏陛下的。 这一奏, 有份叫, 受恩身时还恩贝, 方是人间大丈夫。 毕竟太子所奏何言, 皇上准否,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章逢太监吃账讨情, 却说, 当下太子见了皇上请问安毕, 帝问道, 朕儿不再轻功诵读, 到此何故? 太子俯复踏前奏道, 臣有下情, 扣起陛下恩准, 荣臣起奏。 帝道, 你小小年纪, 有甚事情只管道来。 太子道, 刑部主是海瑞, 不知身犯何罪, 致奉旨西郊处斩。 臣敢保之。 帝道, 海瑞目无法记, 善账宰相, 故此正法。 几何为他保奏? 太子道, 海瑞有恩于臣母子, 故愿保之, 以报其德。 帝笑道, 海瑞乃部署一介私援, 与儿固风马牛不相及, 有何恩德? 太子道, 臣奉旨幽见, 非海瑞苦见陛下, 何得今日父子玩具? 时有大恩于臣, 臣起敢作父心人业。 陛下致天下, 以仁义为本。 海瑞之杖宰相, 自有解说。 帝问, 有何解说之处? 太子奏道, 夫宰相与不曹, 则职位格如天壤, 下属顾不得问罪于上官者, 立也。 金者犯罪充君, 奉旨过堂, 则不得以宰相母之也。 松自仍父亦宰相, 而瑞则之奉旨之君配犯人也。 比父自是威权, 不遵法度, 公然站作公案, 此海瑞故以仗之也。 海瑞不敢执法, 一任奸臣妄作妄为, 于瑞则为产于之臣, 陛下何所取之? 金瑞只知奉旨, 不避权贵, 执法不逊, 此陛下之执臣。 陛下由此执臣, 正自贺不暇, 何反杀之? 成恐后来终执之臣, 望而为产命之辈矣。 为陛下查治。 帝被太子这番言语, 说得心花都开了, 自存, 比虽年少, 而条臣确确正理。 若杀海瑞, 只恐后来之臣, 向将未缩, 若敬是之, 则言松心必不甘。 臣吟伴赏, 乃道, 而且退, 朕为瑞宽恩旧事。 太子谢了恩出宫, 赴到西郊而来。 海瑞跪接, 太子一手挽起道, 恩人, 救星至矣。 虽将进宫, 如何哀肯皇上, 皇上如何传旨, 细细说之。 海瑞复谢道, 太子之于瑞, 可谓生死而肉骨也。 与弼, 仁报圣旨道。 海瑞与奸斩, 崔斩两官, 一起跪接。 只见内侍首捧圣旨而来, 历在当中开读约, 海瑞善账宰相, 罪当斩首。 但严嵩已获罪, 奉赈斥旨, 发往其衙门点名英毛者, 非亲任宰府之笔, 瑞顾不合善行行账。 除松业已受刑, 无庸置意外, 其海瑞照不应律, 发庭为衙门, 重掌八十, 兼进行不语三个月, 以警将来。 满期, 该有四句奏, 请旨定夺。 松着开赴, 以左镇宫协礼述武。 钦此。 独臂, 海瑞山呼谢安。 太子急令人松了一应刑具, 选有拆官来提海瑞。 太子对那拆官道, 海主是是孤恩人, 今虽奉旨受账, 你等修得故意狠毒。 如敢抗为, 孤是不一的。 拆官唯未应命, 太子急命冯宝, 亲送海瑞前往, 并治主冯宝, 需要看着行仗, 如有故意四狠, 即来回我。 瑞夫向太子气泻道, 殿下爱臣之恩, 犹如再造。 瑞虽肝脑徒弟, 不足以报殿下之万一也。 太子遂完起位之约, 恩公请自放心。 此去自有姑为恩公做主, 即宝卷亦有姑照应。 瑞在拜谢安, 随与拆官并逢饱而去, 太子于两官回去不表。 又说, 严嵩遣人探听海瑞德轻功宝奏不死, 今奉旨备仗监禁。 严嵩听了, 爹祖道, 太子何故偏偏要如此与我不偶也。 虽及时修书一闸, 令人置于亭位, 却未就在亭位帐下结果了海瑞性命。 当下亭位官借得严嵩书闸, 忙起事之。 纸件上写着是, 松拜书于亭位大人坐下, 海瑞以一介威元, 善账宰相。 松以奏请圣旨, 押送西郊政法。 不料清宫为之护卫, 至皇上特开格外支点, 设有海瑞得以不死。 金凤圣旨发在贵衙门发落, 但瑞与松有不共日月之仇。 若瑞不死, 松义不得独生也。 专此之恳, 其为见谅。 唐海瑞到日, 狼头重磅八十之内, 结果一命。 此恩此德, 松当明之五内, 敢不仰报大德。 没险之缺, 为公欲知, 绝不食言。 此之, 庭尉官看了书闸, 自私, 严松之命, 若是不遵, 必然受怪, 若从其义, 则那海瑞与我无仇无怨, 怎忍得他委屈。 况又有太子为他做主, 此事数在两难之际。 左思又想, 却无可如何。 烧请, 人报海瑞已到衙了, 清宫特查冯宝公公护卫而来, 称说是来奸杖的, 请爷立即升堂发落。 庭尉官听见有清宫太监在此, 急忙请冯宝入内相见献查。 冯宝道, 海老爷是奉旨来跪衙门发落的, 咱爷放心不下, 特着咱家来奸杖呢。 庭尉官道, 海老爷既是奉旨发落的, 在下照应就是。 冯宝道, 照应不照应, 处在架上, 咱家哪里管得许多? 好歹都在眼里看见的, 自然有个道理。 请升堂吧。 庭尉官唯唯应命, 吩咐升堂多摆一张椅子, 请冯宝同坐。 冯宝让道, 这却不敢, 咱是个内官, 怎敢坐这公堂? 这是朝廷办公的所在, 使不得的。 请便吧。 遂立在公案之策。 庭尉官告了几声不当, 方才坐下。 差官随将海瑞带上堂来。 庭尉官看见冯宝在此, 便站起身来拱一拱手。 海瑞跪在地下。 庭尉官道, 海公今日是凤旨发落的, 羞怪晚生得罪了。 海瑞道, 这是礼当。 其大人早失行罢。 庭尉官即便吩咐左右, 好生些扶海老爷下去。 海瑞听了, 自己却走到街下。 左右造诣上堂请账。 庭尉道, 二号。 冯宝道, 哪里受得起二号的, 取七八号的来。 庭尉道, 没有许多号数, 只是三号的罢了。 冯宝点头, 造诣取了三号的上堂看验过。 冯宝道, 轻轻地, 若是中了, 只恐要你们狗腿割下来陪呢。 造诣唯唯领命, 疏力高叫行账, 左右吆喝一声, 造诣动手。 魏武帐, 海瑞叫痛起来。 冯宝道, 罢了, 罢了, 这就算了罢。 庭尉官道, 哪里使得? 这是奉旨的事, 在下不敢妄纵。 冯宝道, 既然如此, 带咱替了他罢。 庭尉官道, 取笑了, 只是吩咐造诣, 需要最轻的就是。 造诣听了言语, 真是用尽了功夫, 轻轻地打将下去。 海瑞一不觉得十分疼痛, 又听见了冯宝的话, 若是呼痛, 诚恐连累, 造诣陪障, 故此忍着, 仗完了方发汗。 冯宝急忙挽他起来, 说道, 海恩公, 今日仗已受过了, 尚有三个月遇中的烦闷, 你老人家只管进去, 安心坐着, 自有咱也不识来看你呢。 海瑞道, 多蒙殿下, 公共的后勤大会。 樊尉多多拜上, 说海瑞今生不能贤解, 来圣必为全马相仇报恩。 冯宝道, 知道了, 请自珍重。 各自弃别, 冯宝回宫。 再说, 廷尉这人将海瑞送到刑部狱中而来, 那刑部私欲将海瑞收下。 谁知严嵩见廷尉, 不曾毒打海瑞, 勿要斩草除根。 诱这人来对刑部是狼桂月说之, 酒中取士。 桂月原是严嵩门生, 又心败在严嵩膝下的, 刺激领了松命, 立即传了私欲来道, 吩咐道, 今日发由本部主侍海瑞道子, 你可想个计策, 取张病状结果了他。 私欲观胡坤道, 海瑞本与我等无仇, 大人何故要将他断送? 况且, 又是本部的同僚, 还该用些情面为事。 桂月笑道, 胡太爷, 你只知其一, 却未知其二也。 虽将严嵩本与海瑞有戏, 献差人来说, 要你我二人结果了他性命, 好去回复, 被说一遍。 胡坤道, 这等说, 既然太师也有命, 哪敢不从? 卑职即行就是。 桂月道, 你的意思何如? 胡坤道, 除非断了水米, 不过寻日就结果了。 桂月点头称善, 胡坤回狱中, 换了牢头禁子入内吩咐, 告了严嵩之意。 禁子们领了言语, 就将海瑞进在御底之中。 那御底, 是御牢尽头之处, 黑气一般, 凡有将死即已死的犯人, 便抬到那里去, 砖后厌看过收敛, 就叫御底。 若是好端端的人, 到此坐着, 只见阴风透体, 毛骨悚然, 认你怎么撞见的人, 也逃不出性命来的。 当下海瑞被禁子们手铐足料的, 又加上脑固, 举动掣肘。 蹲在地下, 只觉得冷气轻骨, 师父一阵昏迷, 睡作不宁, 竟然病僵起来。 那海安等二人送饭盗鱼, 又不得入内都被他们挡住。 海安无计可施, 便欲求见太子。 谁知冯宝这几日, 有事在昭阳院中, 不得出来。 海安在宫门外, 一连后了两三日, 并不曾见那冯宝的影, 只得归来与张夫人商议。 张夫人道, 要见老爷的行迹, 除非是他们刑部里面的人, 方可进得去, 您在休想见得着的了。 海安忽然想起一人来, 说, 有了, 行不郎中邓来以老爷, 乃是老爷的童年。 他是广州东莞县人, 大家都是相亲, 况且老爷与他相好, 又是同步的。 他每五日一到狱中, 查看犯人。 何不爱恳求他, 带小的进去见老爷一面, 看有甚话说, 也是好的。 张夫人道, 如此甚好, 你可急速前去, 到我本当前来亲求的, 只是言松耳目甚多, 恐累老爷不便, 多多拜上就是。 海安领命, 如飞似地跑的, 来到邓郎中的私地。 他的管门家人都是东莞人, 彼此都是相亲。 海安说了来意, 那邓管家带他回名了, 来带吩咐着他进见。 海安见了邓郎中, 急忙下跪叩头, 气高道, 家主母特命小的前来待肯, 说家老爷与奸乡作对, 在亭位衙门被仗了八十, 如今进在狱中。 而小的们几次送膳进去, 皆被守狱的挡住, 不得进去, 又不知家老爷在内怎样的了。 所以家主母放心不下, 特令小的来带他恳求, 其老爷念在乡情, 亦属同了。 唐老爷明日扎间, 带小的随着进去, 见家老爷一面就感激不尽了。 邓郎中道, 闻得言松抑郁令禁子们断绝你老爷的水米, 就要在狱中结果了性命。 又令言二把守狱门, 不许送饭进去。 想必此时你主已饿了二日, 至扎间, 要后日才轮着我的班期。 你后日清晨来此等候。 海安寇谢而回, 正是, 风闻遭难处, 动了顾湘情。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32章, 邓郎中灵雨就饿。 却说海安在三项邓郎中哀啃, 邓郎中动起相情, 便对海安说, 你且回去, 尚父夫人, 说我后日方是直寻直妻, 自然近遇见你家老爷, 好歹做个计策, 你若要去, 后日清早来此, 冲作我跟随的人进去救世。 海安叩头谢过了, 随即回去, 对张夫人说之不表。 再说, 那邓来仪应诺了海安所托, 自存思, 海瑞尽为严嵩所尽, 必然断绝水米。 若知后日进去, 多管饿得慌了。 此计又不能送饭与他吃, 岂不是白白空走一遭? 似此如何是好? 左思又想, 忽然想的一计, 说道, 有了, 有了。 急到里面, 向夫人取了米人人餐, 随患家人到外边买了二生糯米进来, 吩咐丫鬟姜米煮熟, 用棒锤春烂, 又把人参锤烂, 和于糯米之内打成奶饼一般, 将一张纸包裹好了。 后日清晨起来, 殊不知海安早已来到, 见了邓郎中, 又称主母再三深意。 邓郎中道, 此时天色尚早, 你且在我这里用了早饭, 然后相随我去救世。 海安应允, 随着府内的家人们, 吃了早饭。 邓郎中换了海安吩咐道, 少使我到狱中, 你便跟着一同进去, 只要见机行事, 切不可造次。 海安应诺, 邓郎中穿了衣服, 只换三个家人, 换那海安, 共是四个相随, 来到刑部狱中。 谁知炎二早已坐在狱之门首, 见了邓郎中, 游自不慎理会的光景。 邓郎中意不言语, 换了禁足, 把尖门打开了。 海安并在从人之内, 一起混了进去。 邓郎中来到亭子上, 就有思域前来参见。 邓郎中道, 这几日可有新收犯人否? 思域道, 新收犯人十八名, 其中女犯一名, 官犯六名, 据已入册, 请大人亲点就是。 邓郎中道, 取册过来。 思域盲将新收犯册呈上。 邓郎中皆册在首, 随着书吏相随, 先到难以苍点名。 书吏把这册子叫道, 皇冠福直立大兴县人, 犯阴间致命是。 卢一致, 直立湘河县人, 犯杰采币命是。 乌亚初, 江南常州人, 犯具捕杀人是。 刘华, 江西南昌人, 犯欧毕叔父是。 蔡明邹, 胡广荆州人, 犯具欧毕命是。 胡大游, 平县人, 犯姬匪华贼是。 柳三, 陕西长安人, 犯妖邪货众是。 共是七名, 邓郎中竹鸣点过, 亲行宴看过廖靠。 随右到西三苍来, 书吏把一起五名犯人换了出来跪着, 竹衣叫名。 侯三宝, 直立东光县人, 犯欧毕发七世。 阿红, 天津卫人, 犯罪杀家主事。 廖松, 江苏吴县人, 犯姬坚又同事。 郭荣秀, 江西南昌人, 犯斗欧杀人事。 高静, 江苏吴锡人, 犯包揽词诵事。 点名寄弊, 邓郎中逐一以好言为之, 赴到北二苍来。 书立换了一起, 共是六名犯人, 逐个点过了名。 随到女苍, 只见女范一名。 邓郎中问他姓名, 乃是江南常州人, 姓龚名赛花, 原范谋杀亲夫氏。 因为运未离胎, 故已留见。 邓郎中问过了。 赴来道官犯仓作, 令书立点名。 书立持步贺明道, 留学员, 岳东人, 原任江西府州府陆氏, 奉拿进京后审。 柯博人, 江西南安府人, 原任浙江恒州通判, 被百民控告, 吞石涉谷。 吕之姬, 辉州人, 原任广西远平县之县, 窥空想。 柳春发, 广东大谱人, 原任山西太原府之府, 以罪欧上司, 奉拿来京后审。 徐薇, 江苏太苍人, 原任广东龙川县之县, 滥行雾名市。 海瑞, 广东穷州人, 原任刑部云南四主寺, 以善欧上官, 奉旨监禁。 邓来仪点了五名, 叫到海瑞名字, 便不见有人答应。 来仪道, 这人却往哪里去了? 书立只称不知。 邓来仪怒道, 监狱种地, 怎说不知? 玄有狱卒上前贵禀道, 海主是献凤岩相国之命, 只会坚于御底。 来仪道, 他们都是一般官犯, 怎么独将它禁于御底, 是何意思? 狱卒道, 这是太师主义, 小的们合得知道。 不过奉命而已。 邓来仪道, 且去那里查点。 狱卒不敢违抗, 只得引导邓郎中来到御底。 只见一派阴气, 黑漆一般, 却不见人, 只闻依恩之声。 来仪道, 这是何人之声? 狱卒道, 这就是海老爷之声。 来仪道, 为甚的这般黑暗。 快拿灯来! 狱卒随即应落, 急到外边取火。 来仪四顾无人, 便走进恩生之旁换道, 你是海兄吗? 海瑞在黑暗之中, 听得有人叫他, 便应道, 是我。 你是哪一个? 来仪道, 我便是东莞邓某, 你知否? 是今日特为救你而来。 寻在沙帽内取出那人餐糯米饼, 摸到海瑞身边, 交语道, 你且拿着, 饿食便吃少许, 即可赞言残喘。 第自有为凶之计, 海安即便走进前去, 郑宇说话, 呼见那狱卒点灯进来, 海安急急走开。 那狱卒将灯放在一边, 方才得见海瑞那副狼狈形容。 邓来仪故意点名燕看壁, 悬到亭中坐定。 失以为客, 那邓郎中的家人, 送了点心来到。 那炎二在门首看见, 恐怕他与海瑞相好, 送进去就会分尸于海瑞, 敌死不肯放他进去。 那家丁大怒道, 你是什么人, 怎敢断绝寻见老爷的点心? 硬要进去。 炎二大怒, 把那点心情在地下, 彼此二人在玉门大吵起来, 惊动了私欲观, 并拿邓郎中都出来查看。 只见自己的家人, 却被炎二扭住撕打。 邓郎中喝住, 你们为什么喧闹? 这里是什么地方, 敢如此大胆吗? 管家便将炎二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背说一番。 炎二游子只在那里, 不甘不敬地叫骂, 恼了邓郎中, 喝道, 何处狂徒敢在这里撒泼? 炎二道, 你又戏哪里来的呢? 难道不晓俺炎二先生的声名吗? 来一道, 原来你就是炎太师的家奴, 怎么胆敢打我的家人, 并把点心打碎, 是何道理? 炎二道, 俺奉了太师君旨, 来此把守玉门。 你的家人混将东西要送进玉, 是已将它打碎, 难道不应吗? 来一听了, 越发怒道, 你家太师又不曾代理刑部, 你怎么去来这里把守? 难道六部里的事, 你家把住不成? 这点心是我用的, 你敢将来打碎, 这还了得? 可恶之志, 不打你这奴才, 何以见同僚于本部? 吩咐, 左右, 与我拿下。 那些狱卒拒不敢动手, 来一大怒, 贺令家人上前。 那四个家人, 得了言语, 急忙上前, 把那炎二抓着。 来一道, 快取大毛板来, 与我重打。 海安是恨入骨髓的, 急急向狱卒寻了一条头号大毛板, 尽力打去, 不计其数。 可怜打得那炎二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乱骂。 来一怒气未吸, 负令海安除下皮鞋, 紧紧地长了十下嘴巴。 打得那炎二的嘴, 恰似雷神一般, 疼痛难当, 这回就不敢骂了。 来一恨恨而去, 海安满心欢喜, 义子归家, 回府夫人去了。 再说, 那炎二被打, 动弹不得, 令人取了一成轿子道来, 抬了回去。 石言松正在堂上观书, 只见炎二狼狈而回, 急问其顾。 炎二便将邓来仪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逐一说之。 炎松叹道, 你却不知好歹, 他是一个该管的官员, 进去巡查犯人, 乃是奉旨的。 送点心进去, 亦是应该的。 你怎么不分造白, 竟把他的东西打碎, 怎么怪得他动怒。 若是遇了我, 还不止如此呢, 你还算好造化理。 一顿话, 说得如此, 炎二哑口无言, 只得忍痛不语, 回到府中, 好生闲怨, 暂且不表。 再说海安回见张夫人, 备言海瑞之苦。 张夫人道, 似此如之奈何, 非死即必已。 海安道, 若要解脱此恶, 除非寻找了冯宝公公, 方能有计呢。 张夫人道, 如此, 你可再往等侯, 需要耐心等侯, 休在空回。 原家住, 前者因逢宝有恃福意, 整整数日不出, 故海安不得已见, 金张夫人故众主之, 令其耐手, 切勿空回。 看此术语, 不为夫人之留心至主, 一作书之照应前文矣。 海安英诺, 即便出了雅蜀, 竟望着清风而来。 等了一日, 却只不见, 闷闷回去。 至此日天上未明, 便来宫门等候。 之后至魏师光景, 方才看见冯宝从那边而来。 海安见了, 此机恰如霍智宝一般, 慌忙上前叩头。 冯宝不知所以, 急急晚起, 说道, 尊管何故如此? 海安道, 可怜我家主人将要恶必于狱中, 故此家主母特着我来要求公公方便。 自前五日已在此相候了。 直至于今, 幸得相见公公, 家老爷有救了。 冯宝听了, 问道, 你家主人前者受账, 夜已发往刑布狱中。 待三月之后, 即便超脱, 你今何忽言此? 海安便把松恨海锐, 暗主监足如此如此, 又令炎二手玉门, 恐怕有人照应, 这般这般被说一番。 冯宝不胜大怒道, 何物奸向, 善敢陷害。 你且随我到宫中去见爷爷。 海安谢了, 随着冯宝进宫而来。 石太子正在书斋观使, 忽见冯宝领着海安来道, 便问道, 海管家来此何干? 海安见问, 跪在地下, 只叫得一声千岁, 便痛哭起来, 连话也说不出来。 太子看了不知何故, 问道, 到底为这何事, 这般光景? 海安只是痛哭, 冯宝没奈何, 待他背戏说了。 太子听了, 不觉勃然大怒, 说道, 言松, 言松, 你亦太逞雕了。 一个人既服了罪, 这就罢了, 怎么苦苦地偏要寻害? 这却岂有此理? 海主是乃孤恩人, 估其肯认你似毒业。 便对海安道, 你且无必哭, 估自有主意, 包管你家主人安然无事就是。 海安听了, 寇谢不迭。 太子及时穿了衣服, 就命冯宝, 海安二人相随, 一直望那行步欲中而来。 正是, 泪落千条原为主, 怒声一刻要仇恩。 毕竟太子此去, 可能就得海瑞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章, 设有托求简寿县令, 却说太子听了海安之言, 不觉勃然大怒, 及时令海安, 逢宝二人相随, 竟往行步衙门而来。 到了大堂, 只见并无一人出来接驾。 冯宝一怒, 高声叫道, 有人吗? 叫了许久, 方才建议老者从内而出。 冯宝道, 你是什么人在此? 老者道, 小老乃是看守雅鼠的。 冯宝道, 他们功夫都没一个在此吗? 那老者道, 各位大人都有丝牙, 个个回去的。 若有公事, 军来聚会。 清晨自然都道, 过午时后, 他们都各回斯牙去了。 所以, 把一两银子, 雇小老在此看守东西的。 冯宝道, 原来如此, 你可到各处通知, 只说有人要见几位大人说话。 那老者听了笑道, 你这人好没分享。 这是怎么所在? 这是什么的官府? 你是什么人? 冻哲说这般大话, 还不快走, 想是要挨打吗? 冯宝说, 你们各位大人到哪里去了? 老者道, 今日是严太师那边演戏, 所以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只管在此叙叙叨叨的圣吗? 快些走开去罢。 冯宝道, 你要问我是哪里来的吗? 我就是你家各位大人的小主子, 寺里太监冯太爷在此。 老者听了, 将冯宝看了几眼, 说道, 老眼糊涂, 一时不认的贵人, 休要见怪。 冯宝道, 我亦不来怪你, 你可急去各位大人处通知, 只说清宫爷在此立等问话就是。 老者听了, 吓得心胆俱惊, 答应一声, 非也是地跑到刑部尚书和街的府中报之。 和街听得太子来道, 不知为这何事, 即便急急来倒数呢。 只见太子坐于厅上, 旁立二人。 和街急驱上前道, 臣和街接驾来迟, 岂往恕罪。 太子道, 主是海瑞身犯何条, 怎么你们竟要断了他的水米, 是何道理呢? 和街见问, 自知太子此来, 却要寻觅对头出气的, 阴道, 海主是奉旨道御, 微臣一些不知。 这几天, 都是左侍郎跪月轮值, 殿下续着他来见, 疑问便知。 太子笑道, 虽然是跪月轮值管事, 难道你身为尚书, 竟不宜问耶, 如此废迟, 实属不成正体。 和街唯为服罪。 太子道, 快与孤立传贵月来见。 和街叩泻气, 即刻令人请贵月至。 贵月当下见了太子, 太子大怒道, 海主是是奉旨发来监禁的, 你怎么却把他如此难为? 想是要断送了他的性命吗? 他与你有什么仇? 贵月只推不知。 太子道, 主正在你, 怎说不知? 可肃请海主是出来。 贵月领命, 急急来到狱中。 其实, 海瑞得了, 那人掺糯米饼充饥, 见觉有些起色, 卧在地上。 贵月急令狱卒服了出来。 贵月将他一看, 只见形容枯稿, 那磅窗不知怎地发僵起来, 行走不便, 举动为奸。 贵月见了, 急急上前安慰道, 主是安否。 海瑞道, 这几天很安静, 只是地下太实了些。 贵月道, 都是他们之过, 待在下把他们警责救世。 如今清宫太子前来望你, 请到外边相会去。 海瑞听得太子道来, 便故意倒在地下, 做呻吟之声道, 我遍体疼痛, 举动不得, 不去了。 贵月道, 如此怎好? 说未必, 只见冯宝走了进来, 一见了大骂道, 你们这等坏良心。 一个好端端的人, 放在这里不过几天, 就弄成这般光景, 且到外边, 再与你等算账。 海瑞道, 冯公公, 可怜我自盗狱以来, 被他们旦夕狠打, 于今变成了一个残病之人, 走又走不得, 凡你取板来, 将我抬出去, 见殿下一面, 死意明目。 冯宝赤归月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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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将他打得浑身痛楚, 行走不得。 如今太子爷立即要他问话, 这却怎的? 也罢, 你且与我背了他出去。 贵月道, 这却容易的, 便令家人上前, 背负海瑞。 冯宝赤道, 谁要你们这般小人来背? 要你背呢? 贵月被冯宝骂得慌了, 无可奈何, 只得上前把海瑞背负。 那海瑞是心中恨及他的了, 故意在他脖子上吐了许多金贤鼻涕, 贵月一路吞声忍耐而走, 来到刑部大堂放下。 太子与海安见了, 急急走来问候, 瑞便翻身来, 俯服地下气泻道, 陈和姓蒙殿下龙驾乳祥, 使瑞身心不安, 虽全马不足以报万一也。 太子道, 海恩人为甚的这般狼狈, 请到使墨, 我自与恩人做主就是。 海瑞便说, 使出禁狱, 急遭跪月等武弄, 言二把住狱门进家中送饭, 要生生地将我饿死, 放在狱底黑暗之中, 蹲在地下, 过了几周夜, 只因地气潮湿, 把身子弄得残废了, 今成了半身不随, 起殿下做主。 太子听了, 勃然大怒, 换了贵月上前骂道, 海主是与你无仇无戏, 亏你下的这等狠毒心肠。 若不是孤今日来看, 多管死于御底, 他是奉旨而来的。 今后孤将他交与你服饰, 每日三餐, 如有缺少, 我是不依的。 贵月唯为应命, 冯宝在旁言道, 就是我们走了, 背后他又是这般的苛刻奈何。 围巾之际, 却将寒功把大秤来秤过, 看有多少金术, 上了册子, 交与这丝供养。 若是养轻了, 要这丝将肉割了下来赔补就是。 太子点头称善, 便幻转贵月吩咐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若有叉失, 姑只要你的肉割下来赔补就是。 贵月不敢不遵, 说道, 遵旨。 太子吩咐, 海安, 你有甚话, 上前去说。 海安即便走到海瑞身边问道, 老爷有甚言语, 吩咐小的回去。 海瑞道, 我一枚甚吩咐, 你回见夫人, 只说我身安, 不用挂念。 不过期满便是的, 于无别主了。 海安应诺, 太子负命冯宝, 将一套新衣服 与海瑞换了, 然后叮咛而别。 林行又吩咐贵月道, 只管好生服湿海主事, 孤五日亲来乘宴一次, 需要打点, 勿为孤言之不欲也。 方才与冯宝成马回宫去了。 贵月受了满肚子屈气, 又不敢向海瑞发作, 只得令人将海瑞送在棺仓里住下, 每日好酒好菜供奉, 竟不敢有一些怠慢。 海瑞自出世以来, 却不曾受过这般安详, 每日在那醉香之中, 思叹道, 此间乐不思熟矣。 想我海瑞, 在家不过就是一行作例, 终日里盈盈扰扰, 唯恐正事不清, 哪得这般享受? 今日雀口咽凉肉, 深咽起锣了, 恨不得在此多住几年。 果然五日一次, 冯宝亲来问候, 不上半月, 把个海瑞养成一个胖子一般, 暂且不表。 再说, 严嵩满望托主贵月, 把海瑞饿死玉礼, 以报了丝绸。 这一日, 忽见贵月慌慌张张地走来说道, 太师之谋又不成疑, 如之奈何。 严嵩恶然, 急问何故? 贵月便将太子与冯宝道玉, 怎声斥骂, 却又怎得乐要供养? 上了秤, 五日一宴, 若是清了, 就要将孩身上的肉割下陪补, 逐一说之。 严嵩听了爹祖道, 有了这人在吵, 我这丝绸何日得报? 必要想个计策除了此人, 你我方才立得脚稳, 徐徐徒之。 你且回崖李氏, 这遭就算便宜了他吧。 贵月谢别而去。 严嵩从此更深恨海瑞, 时刻未曾去怀, 暂且暗下不表。 再说张后在宫, 日西幽念海瑞在宇, 无由得处。 忽一日, 帝在宫中饮宴, 后城积禁约, 海瑞乃陛下职臣, 诸文武中不可多得, 陛下一家恩赦之。 帝道, 朕以加恩, 设其死罪, 着令刑部监禁三月, 待等期满, 将给以外任两相了事。 不然比与严嵩是不两立的。 后月, 继蒙陛下书恩, 三月亦是一般。 如今天气炎热, 淋雨被苦, 陛下常有宽囚之点, 今何不一事同仁, 摄又海瑞, 彼也敢恩迷记矣。 帝听后言, 点头称善, 笑道, 朕当是之, 轻悟挂心。 张后谢过, 是夜帝夙于宫中。 此日早朝, 帝集传旨一道, 着吏部侍郎 风月姬网行步狱中, 特赦瑞出狱。 风月领旨, 姬子来到狱中, 传了海瑞来到亭中, 宣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国家有律, 有犯必成, 亦为有恩, 可原则设。 姿尔海瑞, 为国劫中, 敢言奏宰相, 朕前已设置。 金父狠仗国妻, 罪有英诛。 朕念忠诚, 顾家格外之师, 免其死罪, 借账长长姑, 赴令监禁百日, 以警将来不敬者。 金职三伏之计, 入属炎热。 梅念作囚者手足背戏, 举动为奸, 自觉背行热苦。 故国家定有宽行之律, 每逢圣鼠之时, 则宽于雷谢, 笔得舒畅。 此我国家之书恩者也, 行之历久。 金海瑞一策其列, 笔是中进之臣, 更宜特加矿点。 自这家恩赦又出狱, 你其亲尊随时来朝, 赈令有旨, 诉赴无言。 亲此, 宣赵已毙, 海瑞欢呼万岁, 随同亲使出狱, 直屈金典建帝。 海瑞二十四败, 谢帝赦佑之恩。 帝宣欲曰, 非赈王法, 每念节中之臣, 贝家爱惜, 以利将来者。 金舍你出狱, 轴往山东济南府, 以利成县之县用。 如有寻生, 再行内照重用。 你其叙之, 即便启程, 妇人可也。 海瑞叩谢龙恩出巢, 竟不回家, 直进清宫叩谢。 太子道, 恩人此去, 自当珍重, 不过三年后, 父的相见也。 瑞叩谢而别回来, 张夫人此记夫妻妇聚, 其乐可知。 此日, 太子特命冯宝赐白银三百, 比为妇任之须。 海瑞道, 吕蒙殿下书恩, 身愧万无一报。 金妇愧领, 叔叔不安。 冯宝道, 不必介意, 咱也爱你, 故有此次。 恩人道任, 请自为官, 自有咱也在内照应。 叮咛而别。 稍请, 吏部令人送了文凭道来, 海瑞便到清宫谢赐, 又到吏部里谢赵气, 择日其行。 只携着海安, 海雄, 并张夫人一共四人, 萧条行礼而已。 出了京城, 便望着大路而去。 夜住小行, 鸡餐可饮, 四人在路上, 竟无人之事出京赴任的支线。 到了山东道上, 海瑞就将家眷住在旅店, 且不上任。 海瑞带了海安, 改办策子先生的模样, 一路仿差而来, 只留海雄在垫服市夫人。 海瑞每日里就在各处热闹的所在, 去摆摊策子, 海安不离左右。 如此半月有余, 访了几宗大案, 正是要西民情处全在费功夫。 毕竟海瑞查访的慎的案件出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34章, 访查夫人票捕土豪, 却说山东地方, 多具富豪之家。 义府之中, 必有数千余家, 都是巨万之富者。 他因地之气后, 每发柯家, 叫胜于他省。 其实济南府历城县, 有一富户姓刘明东雄, 富甲一郡。 只因这东雄为富不仁, 世才灵贫, 足又翻眼, 又富世强贬小。 各村方的小户, 受其欺凌破逼, 一则为他才可通审, 二者拒他丁强人重。 这东雄武断相驱, 世人有如无物。 光有田地, 罗马成群。 自己却建了一所庄院, 离着县城屋里。 其中, 苍敖库房具备, 承载花木。 取有十数个美妾, 以施其中, 朝夕欢乐。 又有一十余个恶仆, 分管各处租业庭园, 即每年征银六十五两外, 其余放债, 各项批货, 诸愁比难尽矣。 东雄既已富甲一乡, 便无恶不作, 闹出事来, 拼把一二万银子去了便宜, 毫不冠冕。 所以远近之人, 实不敢犯他司令。 若是近着历城的村庄, 某人有女美貌, 这东雄便要取归作妾。 其父母不肯, 东雄就有千方百计, 务必得到手里, 方肯甘心。 竟有率领家人, 白日抢回庄上, 悬移百经至其家中, 以为聘礼, 其家父母无辱之何。 有重力放债, 譬如小户人家间有急需, 相比借贷, 必备其力。 而贫户急需之时, 则不遑既其利害。 而东雄故意不索, 直至数月, 既其本利相对, 则令家人日息研讨, 势必不能偿还, 或压以田地, 亦或乐取其子女, 如不遂义, 即行送官纠办。 那知县因与东雄结好, 所言无不依从。 于是傅贱之家, 并遭其害。 知县受了嘱托, 自然顺着人情, 故作微服。 那些贫户, 敢不忍其吞声, 欲欺麦子, 勉强偿还。 所以, 刘东雄财雄一方, 是霸宜郡, 历年已久, 林郡皆知。 一则赋予财博, 故东省官员, 无不乐与交接者。 东雄既做这桩媚良的事, 自然要结交官府。 本府本县, 故之嘉义奉承, 其余和省官员, 东雄无不屈奉。 东雄试着这脚, 便肆意妄为, 无所不作。 其被害者, 不知反几。 当下海瑞改装, 私刑访查二十余日, 已经访的亲切, 心中大怒, 便急上任逝世。 点卯过了, 及时检阅案卷, 查看的刘东雄犯卷叠。 及时出了一张猪票, 差人力拿刘东雄道案审办。 那差役拿了猪票来看, 纸件上写着道, 山东济南府立城县正堂, 为访查拿究室, 照得本县下车以来, 访文德乐意庄刘东雄, 武断相驱, 重礼拨敏, 目无法记, 望作微服, 遗害驴言, 为害殊慎。 本县念妾民修, 即应力拿重究, 无始良有不齐。 为此票差本意, 宿急策去, 按指协同地保, 立即所拿刘东雄代付本县, 以凭研究拟处, 去意无得故纵干就。 速速需票, 嘉靖年月日兵房成县, 一日效。 现行, 差一把猪票看了, 笑道, 再不料这位太爷一些事务不安, 如今却来作此微服, 这票子慢到一张, 就是千张万张, 也只好拿来附吻胡窗而已。 遂不以为意, 只管放在一边。 过了几日, 海瑞只不见到, 立即传了成票差役进内问道, 钱差支票, 怎么这时候还不把犯人带到, 这是什么缘故? 差役禀道, 蒙太爷恩赏猪票, 小的们急速前去。 奈着刘东雄府地深沉, 小的们不敢进去, 所以不能拿来。 大老爷如玉拿着刘东雄, 除非公亲前往他的家中, 方才可以获得。 海瑞道, 我已知道他是本县一个土豪, 你们常常与他来往, 贪受思路, 与他结成一块, 衙门有事, 急往通报。 如此情形, 本县早已忍惜。 今在乐县, 五日内误要拿获刘东雄道案, 如若不获, 即提正身言笔。 众差役唯未领命。 极致下来的时节, 大家都笑起来说道, 这位太爷, 想必访得刘大爷的富豪, 一语斥他一口。 但是刘大爷的银子, 是要田顺地才得咽下, 若是他这般擅作微服, 不特刘大爷不肯与他, 还只怕在上司那里弄送他呢。 那中一人道, 你我休要管他, 就把这猪票拿去刘大爷看, 他见了必然大怒, 那时你我却将些话说来耸动他, 他必然不肯甘休地到上司那里去弄送, 管教他不好下场呢。 众人祈祷, 有礼, 有礼。 随各个拿出猪票, 一诚来到刘府, 对庄丁说之, 石流东雄正在庄下闷坐, 呼见家丁来宾, 献差某某求见。 东雄道, 且传他进来见我。 庄丁领命, 付出庄前, 对差役说道, 你们好造化, 恰好我家园外在那里闲坐, 如今换你们进去, 可随着我来。 众差役说声相反, 便随着庄丁进内, 转弯抹角, 不知过了几处园亭, 才得到那亭子上。 只见园外在亭子内坐, 差役急忙上前叩手请安。 刘东雄道, 请起, 有甚话说。 众差役道, 起大爷恕罪, 小得方敢直说。 刘东雄道, 说过就是, 只管说来。 众义祈祷, 大爷莫怪, 只因新任太爷姓海明锐, 原是不曹将调来的。 这太爷却不晓得事务, 到人未及十天, 就出了一张票子, 把大爷的尊惠写上了, 利要小的们来请。 小的拿有闲心理他, 把票子割了几天, 指道罢了。 谁知今早换了小的们进去, 问请道大爷否。 小的们只说大爷是个有体面的乡绅, 实不敢跳换。 他便大怒, 说我们顾纵, 勒了五天的线, 如有不能换到, 极要被逼。 所以小的们不得已, 敬义府上来, 秉支大爷。 还求大爷做主, 免得小的们受苦, 这就感恩不浅了。 刘东雄听了, 问道, 票子在哪里? 差一门道, 现在小的身上, 却不敢与大爷观看, 恐怕得罪呢。 东雄道, 你且拿了出来, 我看。 差一道, 看过, 大爷请休怪。 遂怀中取了出来, 递到东雄手上。 东雄接过仔细一看, 笑道, 且自由他。 我却明白了, 正是他出出京来, 囊中伐钞, 异欲与我打个抽锋使针。 但是他不晓得奉承的意思, 若要用我银子, 这也不难, 除非恭恭敬敬地 写个帖子来拜, 我却送他个下马里, 有什么要紧? 如此行为, 我只好与他一个没趣, 叫他好知道我留东雄手段。 不干你们之事, 请回去制主他, 说我的言语, 叫他好好地坐这支县, 倘若不懂得好歹, 我这一封书, 管叫他名卦何章呢? 吩咐家丁, 取了十两银子, 赏与众人, 众差一门, 连忙叩谢而去。 到了五日献满, 海瑞还不见他们回话, 乃令兵房送签代笔, 该房及时将签稿善政, 一起送进署内。 海瑞力士千鸦器, 差了造诣前去, 即刻大夫听笔。 造诣领了朱迁, 急急来到快撞两班, 寻找了他们, 把迁语看。 那几名差役, 便将迁接转同看, 纸件上写着, 特受力呈现正堂海迁, 差本役急速前去快撞两班, 换其承办刘东雄一案, 日久并不抑或之晚一张青、 刘能、 胡斌、 何贵、 怀利等, 代赴本县当堂言笔, 去以无德克言, 至干病死, 诉诉, 差造一张员。 仲差役看了道, 这位太爷真是不小事的, 今日只得对着说明, 张老爷, 你且回馆, 到了五堂, 我们就去变了, 绝不甘累的。 张员应诺, 到了五号, 海瑞升堂, 立传造一回话, 张员吉便领着张青等五人跪到岸前, 当堂削差。 瑞士五人笑道, 好差意, 你却会刁腻, 办公就一毫都不在意。 五日支线已满, 你怎么巧说, 亦难免这二十大板。 张青道, 小的罪顾应得, 但有个下情禀明, 利弊仗下, 一所不悍。 海瑞道, 且自说来。 张青道, 小的们奉了大爷指令, 急到刘东雄庄内, 闯了进去。 恰好东雄在内, 小的们便欲下手上锁。 只奈他的家丁, 共有百十余人, 建了猪票, 个个如狼似虎的, 单目相识, 不肯甘休之事。 小的们只有十数人, 自料寡重不敌, 故以善说之。 雄吉冷笑道, 济南一带官吏, 意知我的所为, 并没一刹一例赶上我们。 若是你家县令要打抽风, 除非好好奉承, 还有想投, 似这般不敬, 只恐自讨一场没趣。 倘若大老爷不知好歹, 我指一封书闸道经, 管教大老爷卸任, 是这等说。 海瑞便问, 他是什么人, 为何一封书闸道经, 便叫我做不得这个现业? 张青道, 大老爷还不知吗? 这东雄富甲一郡, 守土官吏, 以及寻案指挥, 借与他来往交后, 即当今未及人臣的严太师, 乃是他干爹。 故此, 他由此角力, 已改不拒。 这话就在严太师身上, 老爷休要惹他罢。 海瑞听了, 不觉勃然大怒。 正是, 只因一句话, 激怒百般寻。 毕竟海瑞可能拿获得流动雄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35章, 仇礼父谋亏恶净。 却说海瑞听了众义之言, 不觉勃然大怒道, 这是刘东雄亲口说的吗? 张青道, 正是。 海瑞道, 你既见他, 怎么不将他拿来? 想是得的银子。 张青道, 那桩上强壮垫钉, 何之百计? 小的们若是下手, 只好白白送了性命。 海瑞道, 然则你们是再不敢拿他的了? 张青道, 小的们时时不敢。 海瑞大怒道, 可见你们关于卖放匪徒, 所以如此。 吩咐造诣, 把众人脱下, 每人重则三十大板。 造诣们一声答应, 将五人扭下。 海瑞吩咐用头号板子重打, 如有殉情三板不见血, 纸板人陪打。 造诣听了, 不敢殉情, 果然三板就见血, 打得五人皮开肉绽, 鲜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 险些而起不来。 海瑞道, 今日比了, 还要乐陷, 如在违宪将来加比。 将家眷先行监禁, 似货饭之日释放。 张青等为位, 又勒了五日的县。 海瑞又拆了十名散乙, 随同张青等前往帮办。 玄命造诣, 先将张青等五人家眷拿到监禁, 然后退堂。 入道斯牙, 自私, 我如今在此坐县, 不能除得这一个土豪, 却还与百姓除什么害。 今日张青等之言, 这刘东雄是试着强势的大恶棍, 所以府县都不敢奈何他。 想必历任的府县都与他来往, 受他的贿赂, 所以弄得根深本固, 不得摇动得到。 即使张青等此去, 意识无用, 图将他们委屈已, 但是立法不得不如此。 想了半赏, 呼唤海安道来, 对着他耳畔说道,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海安应诺, 旋即来到班馆。 张青等正在那里敷棒窗跃, 见了海安, 众人齐力起来。 海安道, 请自方便, 你们今日受了委屈了。 张青叹道, 今日真是委屈, 在堂上挨了三十重重的板子, 又勒了线, 妻子又提取监禁了。 这条贱命, 廖义走不去的。 海安道, 你们做了许多年的差役, 难道官的意思都不晓得吗? 张青道, 大老爷的意思我们怎么晓得? 齐大叔说之, 这就感恩不浅了。 海安道, 我见你们可怜, 带我实说与你们听吧。 我家老爷是在金匠调来的, 姓德严丞相提携, 才得了这个支线。 一路出京而来, 就闻得这位刘东雄是本县大大一个富豪, 故此道任就出票拿他, 却愈弄他三五千两。 谁知你们拿不到手, 他便生气。 在公堂之上下不得场, 所以将你们重打, 遮掩众人耳目处。 你们说他是严太师的干儿子, 恰好我们这太爷又是败在严太师膝下的, 如今甚毁。 你们不用忧心, 只管江阳就是, 这事是罢手的了。 你们家眷, 不上三日, 包管出来。 张经等听了, 如梦初觉, 方才悟道, 原来如此, 这有何难? 这位刘大爷是好挥霍的。 每场哪一位新太爷道, 他不来交接。 带我们傍窗好了, 走到他的庄上说之此意, 包管是有礼送来的。 连大叔你老人家也得沾点风气呢。 海安又说自许多话, 方才别去。 清等思想笑道, 这位太爷怎么这样, 弄银子都没方法。 若是早有生息, 这时候银子到手了。 胡宾道, 我们明日去对刘大爷说, 看他如何。 好歹叫他送个礼来就是, 免得我们受苦了。 众人齐声道, 有礼。 过了三五日, 个人的磅窗都痊愈了, 遂一同来刘东雄庄上见了, 以此一说之。 东雄笑道, 这叫做过后寻舟, 不得度矣。 他先前若是恭恭敬敬的, 我给予他个脸面。 如今, 知我是相爷的人, 他便转过话来, 我却不吃这一注的。 忠义祈祷, 大爷好歹赏些薄面与他, 就依旧小的们姓名泽个。 东雄道, 你们且回, 我自有处。 差异谢了, 回牙不表。 再说, 海瑞自命海安与众差异说话之后, 实令海安打探他们口气。 海安这一日来说, 差异夜已前往刘东雄处说了, 他说自有逐一等语。 海瑞听了点点头, 却不言语。 又说刘家雄正在闯土, 忽然庄钉传进一闸, 说是北京千里马赴来。 东雄拆书观看, 其书云屡接后惠, 赶佩良申, 只以徒谣, 魏皇面谢为妾。 自有义尔海瑞, 原在不曹, 原是左迁, 出为贵献令隐, 前月以抵贵境。 但此人赤贫, 自行作利, 西蒲提携。 今远隔一天, 自难照拂。 为先生推辞巫巫之爱, 实际惠之, 并自教研, 实彼之避凶屈吉, 则有造于蒲者也。 专此不达, 并后尽幅不一。 东雄先生闻几分一言松顿手, 东雄看壁, 便问投书人何在。 庄丁道, 其人手拿许多书信, 说还有几处投地, 盲破去了。 原家注, 读者是眼眷私之, 其扎音何至此业? 东雄自私, 差一来说的话不差。 今记太师有书, 到此叫我照应他。 也罢, 看在太师面情, 与他一个分赏罢。 次日聚了十色礼物, 一个明帖, 这庄丁送到献鼠而来。 海安接着礼丹并帖子, 拿于海瑞, 海瑞暗喜道, 终我记矣。 只见礼丹上市, 金绝碑十对, 玉柱子一双, 锦断十端, 西瞻毯一席, 白银一千两, 黄金四钉, 少九十毯, 金华茶腿十只, 燕窝一合, 勾斥四桶。 海瑞吩咐收了, 又将明帖来看, 纸件上写着, 年届卷同门第流东雄盾首败。 海瑞不觉笑了起来, 赵就回了一个帖子, 赏了一两银子与纳庄丁, 这海安出来致谢。 海瑞吩咐送来的东西, 一概封制, 不许动了一些。 此日对安, 雄二人道, 昨日刘东雄送了一分厚礼钱来, 我已故意收下, 已稳其心, 金却要回送过去, 方才像样。 怎能够的些礼物来呢? 你二人可为我到哪里借一借礼物去, 挡一挡架子何如? 海雄道, 别的可以借的, 若是这些东西纵然借了来, 送到那边去, 倘若他竟收了, 将来拿什么去还人? 海瑞道, 你们且到殿内与掌柜的商量, 他肯借时, 却问明白了价, 若是他那边收了, 赵价送还。 待等冬季领了奉心银两, 赵一元价发给就是。 海安道, 如此, 恐怕他殿内的不肯。 海瑞道, 大敌你们不愿去, 自觉难于奇耻是真。 也罢, 你可将明铁分头去请那金果殿, 绍酒殿, 绸缎殿, 玉器殿四处的掌柜道来, 我当面向他求借就是。 海安, 海雄二人, 只得分头去请。 到了下午, 请了四处掌柜来道。 海瑞衣冠出营, 请到花厅内坐。 那些掌柜的哪里肯坐, 说道, 大老爷是小的们父母, 小的们烟敢冒坐。 海瑞道, 这原是司剑, 旧事与宾主。 公堂之上, 方居正礼。 瑞再三推让, 方才坐下。 那绸缎殿里的姓鲁明齐, 当下鲁齐说道, 不知父台老大人相照, 有何吩咐? 海瑞道, 说来惭愧。 只因本县在此一贫如洗, 前日有个香身送了我几色礼物, 虽然不曾受他的, 只是礼香网还, 本县意要回敬过去。 只奈没有一些东西, 又没银子去买, 故特请列位到来商议, 要向宝殿那个借几色, 装衣装脸。 若是那边收了, 该多少价钱, 照一送还就是。 个人道, 大老爷吩咐, 小的们领尊就是。 要取多少, 只管这人到店取来。 海瑞道, 不是这等说, 本县不过权宜之事, 你等不必疑心。 美店只要冻结四色, 就很够了。 个人唯唯应命, 叩谢而出。 海瑞赴焕转来, 吩咐道, 只要四色, 若是我的家人多借一些, 你等须来见我。 店人其叫道, 真难得这位太爷这样清廉, 真是我们行户有福。 若是往事新任的官来, 便是那一位官亲挂账, 这一位师爷奢取, 其余家人们各个道来亲瞻小利。 怎思的这位太爷, 这般清静, 向我们借几样东西, 还是这样恭恭敬敬, 真是不愧上仓的支线了。 个人回到店中, 将货物上好的捡了四色, 即刻送到鼠内。 须之间, 绸缎, 火腿, 绍酒, 筋果, 玉器, 十六色, 聚以齐备。 海瑞写个明帖, 夹着礼丹, 令海安, 海雄抬了送去, 并主气流星, 窥插庄上来往路径。 海安二人领命, 抬着礼物来到庄上。 庄丁问了来历, 急来报知。 刘东雄看了李丹明帖, 笑道, 这才是个道理呢。 他是个贫之县, 怎好收他的礼物? 一些不收, 赏了来人十两银子, 礼物仍负发回出来。 海安有心要窥探他的地方, 便对庄丁道, 家老爷略被歇嘘吃镜, 金大爷不肯收, 是不肯赏脸与家老爷。 其大叔引在下到大爷面前面肯赏收, 不然就连这赏钱都不敢领了。 庄丁岁引着二人进内, 转弯抹角, 过了一带粉墙, 进三重珠门, 就是水阁, 过了水阁, 又是一座小桥, 桥下一个大池, 池中许多莲花, 红白相间, 三间暖阁, 方才是刘东雄坐的地方。 海安进到里面, 只见刘东雄身穿担金, 坐在一张香飞竹椅上。 海安二人慌忙叩头请安问好, 到了海瑞享墓的意思。 东雄也不说请起, 大端端地坐着了不动, 说道, 就凡二位尊广归报贵主人, 说我新收就是。 海安道, 小的家主肃穆大业慷慨, 又属同门, 互乘大业赐会, 不以客套, 故将厚礼全收, 以显相好。 金主人稍被一勤之敬, 而大一挥之门外, 岂不屑与家主相交夜? 刘东雄道, 不过一次到了便时, 何必定要收下? 令尊广既然如此, 就收一二色礼就是。 乃吩咐庄丁, 将两坛少酒收下, 其余的避回。 海安妇又再三相啃。 刘东雄道, 主意已定, 无需尊广强劝矣, 妇令美人赏银无两。 海安, 海雄叩谢而出, 抬了礼物, 循着旧路而回。 正是, 有心窥捷径, 奸恶岂能知。 毕竟海安回属, 见了海瑞如何说话, 且听下文分解。 第36章窃书试检受奸殃, 却说海安, 海雄二人, 把礼物抬回, 来见海瑞, 备言其事, 并说其得了二十两银子的赏风。 海瑞道, 除了两坛少酒的嫁饮, 愚者你二人拿去买些衣物。 想海安, 海雄二人自随海工作力不下十载, 今日却得了二十两, 这是他二人大造化之处。 安, 雄二人叩谢。 海瑞道, 你可曾探得陆敬佛, 海安便将庄内的陆敬口说止话, 背说一番。 海瑞听了, 心中记着, 过了两天, 就是七月十五日中原盛会, 探得那刘东雄严僧账重, 在荒地搭起一座高台, 做功德, 超优失实。 如此歹恶心肠, 极座大干亿万功德, 亦难不缺得。 想必因陷害人口过多, 顾特设此于兰彭会, 以及万一致忏悔意。 庄上张灯结彩, 十分热闹, 远近的人都到那里去看。 当下海瑞得知这个消息, 即便改了庄, 扮作孙命先生的模样, 由蜀后而出, 随着行人来到庄上。 只见灯烛辉煌, 泛阴咒运。 其中又设茶缸十一个试茶, 往往来来的不知多少人数。 正面就是八个僧人, 在台上念经开解。 台所一所小厅样, 摆设着八张学士椅, 聚集顾秀大红段椅配。 中间一张香吉, 一张紫鱼八仙桌子。 那桌上东边是插瓶, 西边是天青色大花瓶, 上供着几只羽三花, 当中一个宝贺仙炉, 内坟尘坛, 香气扑鼻, 却没有人在此。 海瑞暗想, 必是刘东雄坐的, 便故意走到椅子上坐着。 少请, 只见三两个高掌大汉子来到。 海瑞料是助纣为虐的庄丁, 竟不出声, 只管坐着。 那庄丁上前喝道, 你这人好没分晓。 既来看高兴, 若是渴了, 东廊下有茶, 又有板凳, 那里歇脚吃茶, 岂不是慎变吗? 竟在这里则慎。 看你的打扮, 莫非是个算命的吗? 海瑞便立即身来, 道, 我正是个算命的。 那中一人道, 我几年的运气, 怎么这般颠倒? 先生, 你且与我算一算命, 看是如何。 海瑞道, 今年贵庚, 那人道, 秉身三月十一四时。 海瑞故意推算良久, 说道, 大叔莫怪在下指讲, 你这八字, 虽然不少穿, 不少吃, 谁是兵强主弱, 都要靠着他人的, 却不能自证加生。 行之以似, 耕武这两个字, 还却有些意思, 意识有限的财博。 受想八旬, 一子一女成嫁。 那人听了戴孝谢道, 先生真是再生鬼谷, 是眼见的一般。 众人听说, 都要求他战算。 海瑞一一赠之, 左撞右盘, 自然有几分合着。 直算到点灯时候, 恰愈刘东雄出来, 那庄丁们见了, 急急走开。 东雄见了海瑞却不认的, 便问众庄丁道, 这是什么人? 你们在此做什么? 庄丁道, 他是算命的, 偶来此观看高兴。 遇了小的们叫他战算, 果然灵验非常, 再没一句话假的。 所以大家都叫他推算, 直至这个时候, 不料撞了大爷。 海瑞听他叫大爷, 知识东雄, 便急急上前作一道, 小可不知, 多有得罪大爷。 东雄笑道, 他们说你战算十分灵验, 你可与我推算一指如何。 海瑞成绩道, 大爷提切是最好的, 只是天色黑了, 小可还要进城, 明日一早来吧。 东雄笑道, 这时候城门已闭了, 你且先与我推算, 这里很有变波, 你不必过滤。 海瑞谢道, 怎好打扰。 东雄道, 这时候谅意恶意, 且请用晚膳再算罢。 阴队庄丁道, 外面喧哗, 你们可引到红麴阁去, 那里有清静, 就在那里摆饭, 不论你们哪一个香陪, 用了饭我却来呢。 海瑞又谢了, 那庄丁便引着海瑞来到阁中, 只见那着礼满摘红莲, 一片清香。 进的阁来, 明窗静机, 放着文房四宝, 摇擒宝剑。 原来是东雄常坐的所在, 那庄丁搬那一桌韭菜道来, 坐以香陪。 海瑞恐怕醉了物事, 却推不饮酒的, 只是用饭。 饭碧, 庄丁收拾去了。 少请, 只见两个将沙灯笼罩东雄而来, 海瑞急忙起身迎接。 东雄带着罪意坐下道, 先生不要拘礼, 请坐。 海瑞坐下。 东雄道, 在下生于雾身年正月初五子时, 樊先生直言一算。 海瑞即将八字排开, 推算一回说道, 此乃细双蝴蝶之格, 大富大贵之命也。 东雄孝道, 先生修讲, 需要直言。 海瑞道, 台造于雾身年所生, 雾乃中央之土, 土能生金, 雇主大富, 生耕皆金, 金望生水, 水望生财, 故断的大富。 若论贵字, 德怪物怪, 一生的贵人提窃, 至四十一岁必得一路功名, 正途则无分也, 得官不在三智之下。 若论子兮, 三智颂老, 但妻事略要少些为妙。 尊家一生书才仗义, 虽然挥霍, 美欲谋望, 皆世事如愿, 贸易则立备于本。 此时正交子运, 墓下虽未用定, 却现有贵人扶持, 鹿马暗动, 官至不日就有消息。 寿可至九时, 此事在下直言, 兴无见怪。 东雄一边听, 一边点头说道, 先生真是灵验, 所言皆合。 不才养成祖父所遗, 破称饶父。 若说贵字, 在下虽不善读书, 然性的大贵人与我交好, 若论二三品的官至, 他不过吹嘘之力, 便可为得的。 今岁正月间, 曾有信息来之会我, 约在明年, 可以得官。 金先生之言, 恰如亲见一般。 尚有小儿急捉惊, 小妾的八字, 一求先生一算。 今夜辛苦了, 起宿一宵, 明起来再推罢。 海瑞道, 不妨的夜静人稀, 心清气静, 更得精神。 请大爷写下八字, 明早来取。 戴小可逐一批评如何。 东雄便将儿子, 妻妾八字写下了, 交于海瑞, 又说了许多好话, 方才作别道, 先生就在此相居一宵。 只因今夜功德圆满, 宴口超优之时, 在下要去参佛, 不能相陪, 先生修怪。 海瑞道, 大爷请便, 东雄别去。 海瑞看见天气上早, 才叫二更, 乃挑起灯来, 把八字排毙。 少请, 只见一个丫鬟, 十五六岁, 捧着一壶香鸣, 一盘点心进来, 放在桌上说道, 这是大娘送来 与先生下茶的。 先生为我们推算辛劳, 大娘说, 凡先生留意直言, 明日中谢呢。 说吧自取, 海瑞想到, 如此富人, 却这般有礼, 可惜错配匪人。 且把门来闭上, 自私, 我今日之来, 原位着, 要打探刘东雄的犯罪实际, 好去秉之上线, 如今却坐在里面, 挤得甚适。 独坐无聊, 只见桌挤上堆着好些书闸在内, 海瑞急随手捡一闸来看, 是有凑巧, 却是严嵩从今来的, 其书云, 自负东雄老一台先生阁下。 其者, 前蒙会我东诸百科, 光节圆境, 实为罕西之真。 拜登之下, 身名无内, 贵省寻暗雄月, 乃仆门下生也, 今将赐道任, 若是敌省之后, 自当来拜后矣。 但比仁帝生疏, 诸事之中还其止事。 前者所言官伦是一案, 该府业以具体, 以威逼毕命为定业, 瀑勃斥之矣。 至于捐贤一劫, 朝廷定立, 捐二品封典以赠父母则有。 如若捐自身执贤则不许, 唯四品可以。 以朴捐之, 莫若来年道经, 原立家捐郎中, 此即父家捐己用, 朴自当以行, 兵两不掌印卧转为君谋之。 悬以祭罪, 随奏卓侍郎, 则不三年可除外任矣。 如此仇度, 不知有当尊亦否, 如可行之, 则赐回事。 彼时日报捐, 欲为根本, 借妻数无庸又费周章也。 专此不达, 并厚尽其不备。 海瑞看毕, 自私道, 这丝真是才可通神。 他竟有本事, 沟通奸相。 若不早除, 他日养成气后, 得了官爵, 则天下百姓无一类矣。 但官伦是到底何人? 右舰上有威逼毕命字养, 此必这丝所犯之案。 上司具体, 却比贿赂严嵩, 将案驳回, 遂使冤无可申了。 怎地本县却不见有这案卷移交? 这就齐了。 将此书且收起, 明日却将为证, 奏宗沙府尊在此书以。 傅佑翻阅别闸, 都是各省官员与他来往治后之闸, 内中有监续案件者, 有特托淫缘者。 阅志伟后一闸, 却是本府的内云。 其者, 前云官伦是一案, 文上献业已具体。 然先生能致意于言相, 则必奏博。 但见证之张三老, 矢口不宜, 将来似难以转。 经该县已将该事押后, 必欲令其改供。 而张三老再似不肯, 似此书爱结案。 前日该令曾有密函来禀, 欲在寻日内将该事正确, 以免以爱。 但该事一死, 则暗一语转动矣。 专此不复, 病后日安不备。 海瑞看了, 才明白是停滞出降的, 但不知官伦是属在哪一县的百姓, 料意在济南腐属, 这是还可以查访得的, 亦将这书取了。 不觉已是四更将近, 其实实觉困乏, 乃就挤上睡了。 天明, 庄丁池水进来, 只见门上未开, 又见纱窗未闭, 便从窗口而入。 见海瑞应急而卧, 鼻息吁吁。 尽是岸上书闸, 翻得乱了, 庄丁便想到, 书闸怎么这般乱了。 莫非这先生翻阅了吗? 遂走进岸前, 江书叠起, 只不见两封信书。 庄丁自私道, 这两封书闸, 未知是闲书闸或事关紧要, 却不见了, 必是他偷藏过了。 遂急遥行海瑞问道, 先生, 你可曾翻阅这书闸符。 海瑞道, 我在岸上推算八字, 直至五更方才睡了, 却有渗空时去翻阅你的书闸。 庄丁道, 你休要满眼, 那些书闸都乱了。 便一把抓住, 往外就跑。 正是, 一闸丝书能治祸, 总因尸检遭奸殃。 毕竟, 那庄丁抓住了海瑞往外就走, 遇到何处, 海瑞的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度高松 中央